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到道之中子 眾師尊 這段經文 虛道 跟孝道 都是同樣的重要 甚至的虛道的重要性 可能還要 比孝道 還要更深 更廣 我們要知道老師 所能夠給我們的 就是法生慧命 這個法生慧命 是無窮無盡 無量無邊的 是真正 那種 無限寬廣的 自信本體 自信本體 那個才是我們本來的面目 所以我們透過教育 透過師的傳承 所要達到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面目 我們說 轉為赤子 我們說子於至善 這個呢 都是師道可以給我們的 所以老師教學生 他一定 要教他們 適應他們 每一個人的根器 每一個人的秉性不同 給予適當的法藥 給予適當的途徑 那麼同地呢 只要能夠遵守 老師的教導 一步一步的來實踐 那麼 一定呢 能夠 達到自己 想要追求的 那個目標 那最終目標呢 當然就是回歸本來的面目 當然就是回歸本來的面目 那麼 所以我們世間講 有重演的學生 沒有重演的老師 這個是指 世間的學問來 來說 那麼 超世間的學問 對於 超生了死 對於 超反入勝 這樣一個生命的學問 我們所要 所要跟隨的 就是 一個名師 所以名師 的重要性 他是超越 各種角色 所以我們這裡講 眾師尊 那事實上 我們說的師尊 就是指 民事 那這是一個 修行人 他真正的 想要 修行 他想要成為 這個 世間的典範 想要 達到終究的目標 一定要依止 一位 真正的民事 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學 要做 這個 天人的導師 要學到呢 能夠教導 世間一切的眾生 能夠 然後呢 能夠成為他們的魔幻 來帶領他們 這個才是學 最重要的目的 行為示範 你的 在世間所表達出來的 所表現出來的 一言一行啊 都是 世間人 想要 學習的 這個目標 那所以呢 一個學生 帶在民事的門下 帶來修行 他一定要以這樣的目標 來作為標準 所以 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他不只是 要一個人獨成 他要弘揚 師尊的教法 傳承呢 這個 自古相傳的 這樣的一個 聖理大道 所謂自古佛佛 回傳本體 師師力不本心 這個是六所慧能 他所講的 法德 以心傳心 皆令自悟自解 那麼老師引進 修行在對人 老師呢 把你引導到 修行的路上 但是呢 那個登高的動作 那個達到目標 指於自善 的那個動作 你必須自己去走 老師不可能幫著 背著你走 這個是一個修學人 所以 最必須要清楚的 所以在我們的道場 我們有事情 要求老師 老師 遇到境界線前 遇到英國牽殘的時候 都在求老師 世間的求太多太多了 那因為世間的苦 也是太多太多了 那修行人 他們有沒有 跟世間人一樣 受到各種的 業障 英國的牽殘呢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那修行人也是一樣 那修行人也是一樣 特別是現軍的修行人 那他不用踢袈裟 不用踢 抵 抵抗 也不用住 身上 他就跟人群 在一起 他就在這個世紀裡面 偷光養晦 然後 將這個老師 所傳授的這個道 好好的來付諸實踐 好好的修煉 修煉到火候成熟了 那他自然呢 就能夠跟 老師 互相感通 那麼他的求 自然而然 發自於本體 想要什麼就求到什麼 那麼這個也不是老師給他的 而是那一份自信的流露 讓他自己呢 有這個福報獻權 有這個能力獻權 有這個 這個 得相獻權 所以這個我們要了解 那法子回傳本體 老師跟 老師跟祖師所傳下來的這個 這個大脈 他是一條金線 他是一個天命的傳承 那麼講到這個 我們必須要清楚 我們今天所學的這個道 是不是有天命的傳承 有沒有這個信理真傳 有沒有天命的真傳 這個是我們必須現在的學人 要了解清楚 所修學的這條路 是不是走對路 所謂 讀破千金萬點 不如明示一點 那麼讀破千金萬點 這個是透過世間的教學 世間的學問 要來找到 這個 這個聖佛的這種道理 那麼讀破千金萬點 你絕對是找不到 先佛的導體 這個 這個本性本性 好 所以剛才講 師師密附本心 師師密附本心 主師跟主師所傳授的 那他一定是指指人心 他一定是點出 我們本來具足 本來親近 本來 不共有 能生亂法的那個自信 那麼這個自信 呢 到我們現在的末代 實體 眾生的根性 我們沒有辦法 自己體悟出來 因為我們的 累積累積的千產過 還太多了 我們的這個脾氣 煩惱 這個秉性呢 太過深重了 所以 如果有人說 他自己呢 看書 然後看到有所體悟 然後呢 自己稱為 自己什麼 什麼先佛來反釋 這個都是邪師所法 所以我們知道 在六祖會的裡面 六祖談親他記載 威英王子以後 他自己自污自決的 這個都是邪魔歪倒 在佛家裡面 偶義大師曾經說 中國自南盛以後 就沒有真正的比丘 所以 真正的修行人 南盛以後就找不到了 那可見呢 整個時報的趨勢 再來告訴我們這一件事情 眾生如果沒有接受民事的教法 那我們沒有辦法 見到本來的面目 甚至呢 不曉得怎麼樣 踏上這種公民的絕路 聖前之徒 那所以說 選擇民事是修行的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抉擇 那民事教導我們呢 他一定教我們一門深入 常識熏秀 他知道眾生的根性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會教給他適當的法門 那麼你就在這個法門呢 好好的來下功夫 好好的來修行 那麼一理通百理通 一理側百理側 當我們在某一個修行路上 已經通達了 那麼其他的道理就通達了 這個就是一門深入 常識熏秀的作用 那麼眾生也只有透過這個一門深入 他才有辦法 在修行的路上 感覺到那一份的道會發喜 所以發喜不是來自於外面的鼓勵 不至於來自於道場的這些活動 發喜是從自信流露出來的 那一份以心應心的感受 那那個感受呢 是因為無比的熱獸 來自於這個天恩師德的那一份 那一份水乳交往的感動 那所以在民事的面前 我們毫無能力 我們只能夠說 依照民事的指導 民事說什麼 在他的面前 我們只能說是的 跟著民事的路好好的走 一步一去的走 這個呢就是現代眾生 所可以依止的修行 這個指去啊 那所以說 這個三字經有一句話他講 叫不遠 師之多 那叫不遠 這個老師的教導 不夠嚴格 他的主題重點是在這裡 那師之多呢 就是老師不負責任 老師不夠盡責 所以他沒有把學生叫好 這叫不遠師之多 那麼這個沒有把學生叫好 老師的過錯 老師要負擔責任 老師要負擔因果 那這是 這是一般 凡夫俗子的老師 一般科學技藝的老師 他才會這樣子 真正的迷思呢 是不會這樣子 我們說師言而後道尊 師一定是相當的嚴格 當然言這個字 我們可以從很多不同的面向來解讀 那麼主題呢 重點是在那個師的那個嚴格 嚴格的這個 規定啊 嚴格的指引啊 他是為了教導學生 能夠正確地走上 覺悟解剖的路 那麼因為重生呢 在六道輪迴裡面 不曉得輪迴太久了 不曉得輪迴累累累次了 那所以呢 那個他所累積的這些習氣毛病啊 已經成了他 他的這個思量之見 那他的之見呢 他認為這樣子 他認為這樣是對的 是好的 結果呢 在迷思的眼中 這根本是錯誤的 所以思量之見呢 變成眾生最大的障礙 我們修行人 最大的這個 阻難啊 就是我們的思想 所以 西方的哲學家 他講我師故我在 那這句話呢 看起來是很有道理啊 但是呢 仔細想一想 我師故我在 我因為有思想 所以我是存在的 那麼這個 這一句話的現象呢 就是在誤導 誤導人們 也就是說 我怎麼可能會存在呢 我怎麼會有思想呢 如果說我們是 回到本來面目的 那一份的這個無量無邊啊 那麼我們是沒有思想的 那根本就沒有我 那根本就沒有我 我而是跟虛光法際的融成一體的 我而是不生不滅了 我而是沒有起心動念的 那連起心動念都沒有了 怎麼可能會有我思呢 都不可能有我在啦 那所以我們曾經講過 一念不絕 而有無明啊 那這個無明的產生啊 是在這個一念之間 那這第一念跟第二念啊 又不一樣 那這個眾生呢 因為每一念的不一樣啊 形成了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整個生命的模式 那他跟某一個 某一個現象界感應的 他就一直存留在這個現象界 我這個道理呢 是非常深的 但是在《華人經》裡面 佛董為我們講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呢 如果沒有說明師 來指引我們 人呢沒有辦法了解 這麼思維 這麼思 這麼細微 這麼精確的一個道理啊 那麼一念跟一念之間 是沒有連接關係的 眾生呢每一個念頭 都是那個不絕所產生的 那麼呢因為有太多的不絕 產生在我們的這個思想裡面 每個不絕 這個聯繫起來 就形成像一部大電影一樣 那這個電影呢 不斷的再演下去 所以 這個《華人經》它裡面講到 這個 我們說一念不絕 人的一秒鐘有多少念呢 一剎那之間有幾兆的念頭 從我們的思海裡面 思想裡面 是要 非笑而過 所以 念念相去 那這個念 為什麼會產生呢 也就是說為什麼會有一念不絕呢 這個呢 這個就是民事要告訴我們的 因為我們本來的本體啊 是沒有一念不絕 現在一念不絕 是自然而然 你有這個見解現象 有這個起心悼念 所以一念不絕是突然產生的 那這個念相去呢 一直這樣傳染下去啊 就越來這個念頭了 就越來越多 形成我們生命的劇本 就一直演下去 所以要回到這個一念不絕之前 的那個狀態 才是本來的真我 那這念不絕呢 那這念不絕呢 只有佛啊 只有明師才能夠講得清楚 所以明師教導我們 回到本來的面目 就是要 讓自己的念頭 要達到 親近 要達到這個平等 要達到覺悟的狀態 要達到真誠 達到慈悲 你只有透過這些 修為 才能夠讓自己 慢慢達到那個覺受 所以佛統曾經講 這個 以戒為師 以苦為師 以絕為師 那麼戒呢 當然就是透過 修行的戒律 生活的這些規範 然後來約束自己 不要讓自己的 身心言行 甚至潛心動念 太過於超越 超越了 這個人的這種範圍 超越了我們這個 世間的規矩 或者是說 修行人的規矩 這個儒家講 要守禮 所以禮的奮戒 就是 在講戒的道理 所以 古老夫子 要言為夫子 克己覆禮 那麼克己 己 己就是自己 得那一段起心動念 那規矩呢 就是回到 本來的標準 這個禮呢 是聖賢 先佛 他們所要遵循的這個言行 他們會做的言行 所以恢復到那個言行 就是回歸到本來的面目 那所以克己呢 克己呢 克己就是修行的功夫 孔老夫子叫他們要克己 克己的意思呢 充錢的解釋 就是克服自己 我們自己有太多的 這個 煩惱妄想 有太多的起心動念 所以在這個 起心動念之間 我們至少要讓這個起心動念 都是 發呼與自善 當然我們的起心動念 能夠達到一個 一個上的標準 那麼我們的 道體 就漸漸的 呈現一種 朗然的狀態 那這樣的狀態呢 是幫助我們 回歸本來面目 很重要的一個依據 所以民事 教導我們 民事的教導 學生們 這些徒兒們 只有照著民事的教導來做 那才是真正的仲實尊 所以施尊 因為呢 道尊 所以呢 施的施就尊 那施的尊貴呢 就是他可以 把道的那一份 無言無醒的那種樣子 能夠做出來給我們看 能夠做出來給我們看 能夠講出來給我們看 能夠講出來給我們看 我們今天才有辦法 講到重師尊 不然你要怎麼重師尊呢 這個師尊教我們的辦法 我們都不做了 或者是說達不到標準了 那麼你憑什麼 說你是重師尊的 甚至呢 甚至呢 你怎麼要去 開導別人 露化別人 所以主要講 正己而後成仁 那如果說沒有正己的話 你要知道 你要怎麼成仁呢 你沒有辦法成仁 你要怎麼樣回歸本來的面目呢 所以聖人不是獨成的 聖人一定是呢 跟著眾生一起成的 神也不是獨成的 那所以說對於 老式的供養 就是實實在在的用修行 來 來動揚老式 那麼我們今天說修行 到底什麼樣的修行 才能夠說是 如此的修行呢 老式 常常教我們 要遵守這個道之宗旨 要遵守佛歸禮節 所以我們剛剛講以戒為師 那個道之宗旨跟佛歸禮節 是我們修行人 最所要遵守的 這兩條 兩條道路 好像車的兩個輪子一樣 只有這個兩個輪子 這個能夠同時運作 這台法 打車啊 才有辦法 向前行 所以以戒為師 以苦為師 那苦是什麼呢 苦是 待眾生受苦 那修行人呢 自己不應該覺得苦 你看連維俱樂像 一單死一婆癮 人不堪其憂 活也不肺其樂 人不堪其憂 從此動養之中 來跟天心跟師心呢 互相交往 所震盪出來的那一份 發起團馬 那這樣的樂呢 這不是一般而快樂 也沒有辦法提供給人 也沒有辦法 把它分享給別人 只有自己 每一個人從內在去尋找 從內在去發掘那一份 自信的分體 你才有辦法了解到 那個大衛法寫得了 嚴悔之樂 那所以說 這個成就自己的德行 才是真正的來供養老師 那麼我們現在還要以戒為師 不要把這個 道場的 這個渡人的樹木 把道場的這個大小 把眾生的多少 當作是你修行的目標 當作是修行的衣櫃 這個是相當的大錯誤 因為 修行不在外 修行在內 在師尊師母那個年代 我們還有聽說過 這個半道成大 那麼因為當時的人心 是非常的善良 當然聽了這個道 就如此的修行 如此的去做 所以呢 先佛說開往燦道 渡人半道 那他就 照著先佛的話 就開始去 修到半道 一心不餓啊 那個一心不餓才是針對著等等的心 他沒有把眾生當成是眾生 他真的把它當成是一體的 那麼一體的話 自己要回去 這些一體的 當然就要回去 沒有說佛要回去 手腳還留在世間的 沒有這個道理 那所以說他們的修行呢 可以很快的進入到底 所以很快的這個回歸本位 那所以我們看以前的人的 他們的成就的這個事蹟啊 我們看的都非常感人 非常的令人動容 那真的是一念自成 一念自成所發出的心 那所以呢 他們在半道修道開往燦道的過程 他們是覺悟的狀態 不趁現在半腰趁什麼時候半 不趁此生半更快何時 那麼老師還在注視的時候 這個天命呢還在運轉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來好好的 來修道半道讓自己呢 進入覺悟進入解脫 那麼老師不在了 天命不在了 你還有可能覺悟解脫嗎 這個我們都是可想而知的啊 所以你看以前跟著孔老夫子的 赤配使者七蛇行 通通都成就了 跟著這個佛陀的十大弟子 五百羅漢 通通都成就了 跟著這個耶穌基督 跟著這個祖師六組會呢 這個木槍諾德 這些人都成就了 跟著祖師六組會呢 這些代代的祖師都成就了 那麼我們現在也沒有祖師呢 我們現在的這個民師 既跟佛佛佛佛佑諾 就是我們的天命民事 那只有依賴這個天命民事的力量 我們才有辦法 來修行走到圓滿的境界 所以我们刚才讲以觉为师 老师教我们要觉悟 觉悟什么呢 觉悟在这个世间 是一个短暂的存在 生命只是暂时的现象 这个肉体是有生老病死 会毁坏 世间也是不可助流 种种虚幻的组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是真的 可是我们要怎么跳出来 跳出来就是遵照老师的做法 老师教我们依照道之宗旨 依照佛会理解 我们就跟着老师的教法这样好好做 老师教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一门里面 好好地来研读 好好地来误通 只有你才有办法 真正的叫做 如教修行供养 如实地 跟着老师的教法 来供养老师 这个才是最大的供养 最好的供养 佛家称为法供养 佛家称为法供养 你刚刚听他讲到 用这个所有的世界祈祷 这些黄金流礼 用这些最贵重的百物来供养老师 还不如一个诗句记忆的供养 诗句记忆的供养 就是你能够按照 佛所所所教的道 能够能照着佛的这个话来做 这个就是最好的法供养 让自己达到清净平等 觉悟的状态 真诚慈悲的状态 用这样的来修道弹道 那才是真正的重视尊 所以能讲 这个志工团是这里的一句话 他说呢 不逢出世民事 往福大乘打药 我说一个修行人 他没有遇到一个民事出世 即使他在大乘教里面 用功修行 他也没有办法 来达到这个超生了死 叫做六道轮尾 那六道轮尾都差不多了 更不用说十把戒 所以民事的重要性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民事 是真正的指引我们 可以超生了死的这样的一个老师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独播千千万点 不如民事一点 因为老民事呢 他教给我们的 他传作给我们的 那是道 那不是教啊 道跟教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道跟教最大的不同 就是道可以帮助我们超生了死 教呢 教呢 能够帮助我们成就世间的福报 那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他的差点 所以民事所传的 也只有这个道 那么透过各种的教法 来动这个道 这是每个人的跟气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讲一门深入 定门深入也是教 但是呢 透过这个 定门深入的教 你能够印证到道 那就对了 那所以印证这个道啊 是自古以来 修行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道是那个本体 是我们跟这个天地万物 跟整个时空宇宙 互为一体的 这样的那个 那个 鲁鲁不断的自信 那因为那个境界 太过遥远 太过高超人 一般的众生呢 是很难体会的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 往内参求 往内去 去寻找 老师传授给我们 三宝心法 那么如果说 现代的人 不晓得什么叫三宝心法 那就非常可惜 那只有透过民事的 这个三宝心法 我们不断的去向内参求 我们才有真正印证到的一天 那时候印证到 不是 不是靠着奇迹显化 不是靠着你这个奖金说法 也不是靠着你去这个渡人半道 而是靠着你内在的那个顿物 只有顿物的 只有这个了物的 那个道理跟我原来是一体的 不到我跟道理是一体的 我跟这个死法界也是一体的 我跟这些众生们也是一体的 整个宇宙时光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整个宇宙时光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这场大道的宏展就是为了我这一个人 那别人是谁呢 别人是成就你的 别人是为了配合你的 你才是整个系的主角 所以学生只有我一个 了解到这样子 你才知道这个人自己是有这么样的独一无二 那么这份独一无二 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姻缘要来成就我们 因为我还在你 其他的人通通都开悟了 其他的众生都是在觉悟的状态 只有我还是你 那只有我开悟了 我才有办法跟这些众生 跟这个死同宇宙合为一体 我进入到他们的那个大本体里面 那么我就可以不生不死了 那所以呢 这个冤心在所是谁 冤心在主就是我自己 这些三者大地是谁 三者大地就是我自己 这些花草洞植物是谁 就是我自己 这些都是表演给自己看的 我自己去死原生 我自己在学 那当然我们自己能够体悟到了 原来我跟他们都是一体的 你的那一份 这个无缘大致的 同体大悲的那个自信很流露 你就会感受得出来 你就会流露得出来 所以这个修行 要相当的深入 要相当的尽性 破一本无名 正一本的法身 所以道呢 道只有一家 没有分号 没有两家 如果另外哪一个人还有说他另外这里有道 那就是左道旁门 这个是德亚来的话讲 道只有一家 就足足相传的这一家 所以我们认定了这个足足相传的这个道 好好的来修正物证 了解到我们的自信是这么样的独一无二 那么 那就是 那就是走上这个正确的道 所以他曾经讲 他说真三言是分修炼 顶如千古是虚言 真子的三井 顶回的四物 那看 那个是真修炼 顶如千古这些啊 偷看舔离这些啊 通通都是虚言 这是悲哀老人叫 那么你看 真三言是真子的三井 无日三井无盛 这个是真实贵妇 这个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人 我们现在是人的样子 好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境界 那是我们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的样子 那在这个区中呢 我们曾经做过 不懂样子的众生啊 那因为做过不懂的各种样子 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习气 毛病 毛病 跟肝脑 还有很多的图件 那所以最视为人 可以 得到冥思 可以得到增盪 你要从这个 生子的三井 的三井 延悔的事物 来下功夫啊 儒家收缘 他说 末后收缘儒家管 题目认错是伟天啊 那所以 修行 要开始的第一步 要争取生能的第一步 就是从人道做起 人道就是他讲 这个 主是良的 增三言赐 延悔的事物 增子的三井 这个都是很基本的功夫 每天时时要翻行自己 每天时时要倒数自己 要引你为戒的地方 所以戒甚恐惧啊 为什么说如灵生焉如礼过冰啊 因为一下子我们可能呢 就出了太多的错 这个错呢 是连续的 所以盘错 盘皆输啊 这个错呢 是连续向的 所以妄法皆空啊 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的道理啊 是因为 因果是相续的相 那这个因又会变成果 果又会变成因啊 所以它是相续的相 所以造成了 这个我们受到这个 古道现前的时候啊 我们会 被境界所转 被境界所转 我们修行的功夫 可能就忘却掉了 流失掉了 那他跟这里 北海老人告诉我们 末后收缘主家馆 你就是从儒家好好的下功夫 那所以 后学 为什么发心 要在这个官圣帝君的经典 好好的专修专虹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官圣帝君 是儒家的 的修行 啊 官圣帝君自己讲啊 官圣帝君自己讲啊 吴士兰春秋又观孔孟嘛 所以官圣帝君是以这个春秋孔孟 为学学的这个对象嘛 那他 他所讲的经典 当然也是就是 这个 这个儒家的思想 所以你看这个 官圣帝君 都非常的浅白 浅白浅要的道理呢 是呼应 这个奈法时代的創生 那官圣帝君现在主讲的 这个 中天御王大帝 三天的一个主宅 那他一定要教化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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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他为代表 那他教化創生 当然 知道創生的根起 所以呢 他就传下 最简要 最浅显的这个道理 给现在的創生 你跟我们现在的人 都没有耐心 你叫他再去学这个大经大论 我们讲到这个 大藏经 佛教的 在不外乎 这些大经大论 金刚经 六祖丹经 任言经 法华经 华言经 现在的众生 你叫他再去学这个 来开入证物 这个是太难得 太难太难 讲到儒家的 也不外乎四书五经 十三经 那这些大经大论 他问呢 现在有哪些人 可以呢 安正守己的 一步一脚印的来学 包括修行人自己 都很难找到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才知道了 先佛的慈悲 先佛的用心 高僧帝君 帮父亲的名师 来度化这些众生 他用什么 用这个最浅显的方法 所以他教的这些经典 如理如短 气理气机 气理呢 就是现在的众生 他所需要的道理 不需要旁边大论 就是 最好是轻薄短小的 最好就一句话就好了 那种的 那高僧帝子经典 就符合这个需求 那气机呢 就是 现在正身的根气 他的需要 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气氛 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讲到气理气机 这个气机的部分 也是现在的这个正身 最想要听 最喜欢听 最能够接受的道理 所以 先佛慈悲 是相当的用性 讲到这个气理气机 当然就是现在正身 最服务 最需要的 所以如果说只是气理 而不气机的话 那么变成了 这个空谎 这个玄演之论 学者专家之论 是 对众生人没有帮助 因为他们听不下去 你没有说你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我说不到 可是呢 我听不下去 那你讲的有道理 那你讲的就是道理 也 也 最多人 有什么活动的这个最多人 有什么活动的这个最多人 讲这个笑话 看这个影片这个最多人 但是呢如果都是成名在这里 中生根本不懂得 什么叫做圣人的教法 所以佛陀教 契机不气理 这是魔术 所以你看演唱会 你看这些这个大活动 对于教化众生的意义 完全是没有 甚至呢 让众生更加墮落 所以众生基君契机的道理呢 他就是支持人心 他就是呢 简明二药 就告诉你 然后呢 这个 里面呢 有理论 有办法 还有表演给你看 没有一个经典是这样子的 很难得 佛经里面只有华言经 还有这样子 那 官聖地君里面讨练与政经 他 有理论有方法 还用外带表演 表演之后呢 他这个证报给你看 你跟着他表演你就证报了 那爵士政经呢 他讲因果 讲这些商论的道理 简明二药 让大家呢 有所警务 这个是官聖地君的一个教法 也是现代儒家 最 最殊胜的教法 所以他讲 幕后儒家 幕后枯远儒家 题目认错是伟天 题目不要认错 这是重点 那修行的题目如果认错了 那就是下一次轮回了 你修的只是人天福报 那人天福报好不好呢 人天福报是事实上来讲 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到这种福报之后 你会迷雾 你会迷惘 你会更加堕落 那共加堕落 那共加堕落 你就不了解 你以前 用心 用根的地方 那些工夫 通通往调了 又不要认错题目 题目是什么 题目就是辱家受缘 辱家在讲什么 辱家在讲忠孝结义 讲孝心尊师 只有讲这个呢 才是符合现在众生的根器 那现在众生呢 最需要的也是这个 现在呢 社会太坏了 这个世界乱 那这个乱呢 比古时候以来 这个战争的乱还要乱 那怎么还要乱呢 因为呢 古时候战争呢 都还有一段时期 那兵安马乱呢 这段时期过了就是太平天年了 那现在乱呢 是 每一个人都乱 社区乱 人情乱 我们出门生活 都是身处在这个伟乱之中 我什么时候隔壁出现一个坏人 我们不晓得 我们这个 我们的街道上藏了一个恐怖分子 随时呢 要来这个 伤害我们 是不是连在家里 这个炸彩的电话 广播的电话也是 骚扰不断 很多人就这样被骗了 其实家人跟家人之间 也是会互相伤害 为了利益呢 大家呢 彼此互相攻击 所以恐怖分子在哪里啊 他不是在国外啊 也不是外来的种族啊 恐怖分子就在我们的旁边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氛围啊 我们怎么能够不提心吊胆 我们怎么能够不小心谨慎 那么化解这些恐怖危机 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要先正直 你要先客气复理 只有自己做好了 自己证物了 自己修成了 你才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的环境 自己重复了 才有能力去转变这个世间 的总圣 跟着你成佛 所以 儒家他讲 天不严地不严 那么天地的大德 也有没有了 他时时刻刻的人 来教化众生 来化育众生 但是众生呢 不晓得这个道理 好 那在日常生活的人 可是呢 众生日用而不知了 所以呢 天不严地不严 那透过圣典来讲 那圣典是谁呢 圣典就是明师 那明师教导我们 明师 他也有 他也有肉体的限制 他也有时空的限制 所以不得不 他透过这些地址 来传道 来传法 所以我们是明师的代表 我们是小技工 我们要把这种明师的教法 把它弘扬到大街小下去 那所以呢 天不严地不严 都透过圣人 透过圣人之徒 来教教 那我们是圣人之徒 我们是 自认为呢 有使命 要来教化这些众生 所以呢 我们自己呢 要把自己修好 老师给我们的标准 是最起码我们要做到君子 儒家宫的君子 他才是一个教化众生的一个基础 光光达到这个善人 还不够 可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听到善人是很多 听到被称为君子的却很少 不要再说在社会上 在道场上 我们听到这个人被称为君子的 被形容是君子的 这个就非常少 所以 我们更要戒身恐惧 要好好修行 让自己觉悟 好好得这个儒教修行的供养 用清静心 用平等心 觉悟的心 真诚慈悲的心 来 布施 不施 才是 法是 无畏施 来奉养这些众生 让这些众生 得到民事的教法 让他们跟自己一样 觉悟到这种 民事的可贵 民事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认 题目不能认错 认错题目 网上功夫 所以 为什么不爱老人他讲 顶如千鼓四虚眼 抽坎田礼 这是错用功夫 这个大家 不是在讲顶如千鼎吗 不是在帮运周天吗 炼器还须吗 他说这个就是错用功夫 自从有一个 有一个人 他写这个参筒器 博仰 博仰写这个参筒器 就开始有这些 顶如千鼎 炼器还须 等等的这些功夫 就发出来 那么他说呢 这个博仰 有没有人给他拜 到现在也没有个人立庙呢 没有一个人给他立庙 没有一个人给他拜 那所以 这个要看清楚 在修险路上 只有正知正见 所以只有了 正命正感 只有了 这个 民事的一直 才是我们归循的 这个重点 那民事所教的 也是教我们 从人道做起 人道做起 把这个 这个 人心啊 扶正了 社会就正了 把这个三纲武装 导正了 这个恐怖分子感就没有了 整个世界呢 也就和平了 整个世界呢 也就和平了 所以我们讲这些 佛家的更是说 就不要敢吃件事了 直接呢 枉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留恋 这个是进口状的说法 但是呢 这个世界呢 这么样乱 大家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个世界 要怎么样 来把它搞正呢 只有真正的 真正的修行人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这样的修行人 那现在的修行人 就是儒家的修行人 儒家管制事件的事情 好好的把人事件的事情做好 你就神所做主了 这个就是老师教给我们 我们只要好好的 好好的遵照老师的做法 我们也是 这个圣行的品味 至于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人管 我们不管 我们不要反爱主的 所以老千人叫我们 一人办一段 我们把我们这一段办好 其他的事情 自然有 以后的这个人 会来处理 好这个就是 我们讲到众师尊 我要强调的这些理念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谢谢 讲到道之宗旨 众师尊 老千人 八成金讲 天命名师 不可思议 要多参悟 这句话 可以让我们清楚的了解 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么我们人 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心性的变化 心无法捉摸 性又判起不到 所以这个不可思议 只有通命名师才能够了解 通命名师才能够了解 通命名师才有办法 让我们的 回头过来 所谓回头事案 才能让我们从 迷雾的梦中清醒过来 从这个 燃烧的世界里面 跳过出来 这件事情 只有天命名师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做到 那一般的师父 是没有办法了解的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 要认对题目 题目认错 那就是 困惯体操 也就是说在人世间 跟着大家这样热热闹闹 拿着香到处上拜 结果再拜什么 不晓得 道场的佛事 道场的活动 办了一大堆 在办什么 也不晓得 所以台语讲 雅雍对白 那雅雍对白 没有意义 没有方向 那都不清楚了 什么叫心性 那所以 天命名师 他告诉我们 如何了生死 如何出参见 这件事情 是何等的重要 还记得佛当时 在法华经 它里面讲 诸佛菩萨 是现在人间 它只有一根目的 就是 就是 要 开示 误入 众生 进入佛的 知见里面 让众生了解到佛的想法 佛的认知 还有佛之引得方向 生死大事 所以大事因缘 就是 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 天命名师不可思议 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所以说 修道半道 要视察时机 老前人 特别告诉我们 一贯大道的尊贵 重在天命 那么我们今天修行 能够依止在 天命名师的门下 来修行 这是何等的尊贵 何等的荣幸 那我们要了解 天命名师 天命是什么 在我们济公而佛 85年的运文里面 他有讲到 一代名师好当吗 现在所生为名师那么多 你们分辨得清楚吗 何谓名师 那么他其中 他就特别点到天命这一点 所谓名师啊 就是要生当祖祖相传之天命 那么这个天命呢 是祖师传给祖师的 所以佛国回传本体 师师密父本心 祖师跟祖师之间呢 一定是互相印证 互相了解 那么上一代祖师的 这个秘义 的心法是什么 这一代的人清楚了 就接续祖师的秘义 继续传承 所以祖师啊 是代代传承 那么向上追溯的 那个极根源的 因为不可思议 因为无法言说 所以呢 先佛用一个劳能 来作为代表 那么这个祖祖相传的 这个秘法 这个紫色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下丰富的地方 也就是明师教导我们 得以这个了生死 出三界的一个方法 那么他这里有讲到 明师的定义 明师是什么 要怎样才可以具备明师呢 他第一个他讲 明师要能够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呢 如长中物 寥寥分明 所以他比喻明心见性这一事情 就好像 你拿一个 水果 水果在场中 看得这样 聊很清楚 那么他这一点呢 是大略的说 要细说 可以说无量无尽 细说明心见性的 那种清楚的程度 也不是人的知见所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只能够透过 这个经典的 传授 先佛的这个教导 然后自己修行的印证 来了解 这个明心见性 大概是什么样子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在开悟的时候 他所讲的第一句话 说 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所以这个释迦摩尼佛就看得很清楚 他已经了解到这个 这个佛回传本体的那个本体 也就是说众生呢 都有跟他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如来本性 那这个本性呢 这个本性呢 这个本性呢 跟佛是一样的 不生不灭 不生不死 不变不依 那因为这个境界呢 必须透过修行人 他自己去抵证 所以这个释迦摩尼佛 他把这种现象讲出来 让我们自己去体悟 那么人 众生呢 为什么没有办法清楚了解 佛的知见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妄想执着 而不能够正德 你看刚刚这个妄想 就是无明的根本 那众生为什么会有妄想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 一念不绝 所以就产生妄想 那这样的妄想呢 这个坚持不断了 然后呢又这个分别不断了 所以造成我们现在 在智慧 得能 向好 通通 没有办法具足 而像佛这样 这么样圆满 这么样清静 这么样这个 神风变望 这么样这个 向好具足 这样的一个 一个体证啊 众生 当空迷昧掉了 那所以明知来告诉我们 只有明心欠幸 才有办法 回到像佛这样子 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 那所以在我们中国 六祖 慧能大师 他的开悟啊 可以说 跟佛完全一样 放下了知见 放下了妄想之所 然后 他开悟的时候所讲的话 也跟佛 一模一样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本自具足 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呢 能生万法 这样的一个见解 那可以说 已经是了然清楚了 所以 当时武祖 忍和下门 这个 半夜叫他拿着衣钩 赶快走 真正懂得的人 只有这个人 所以能否得知 一般的徒弟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 雅悠对白 根本热闹 不晓得这个 祖传的秘义 那只有六祖卫能一个人震悟到 那所以明心见性如掌正物 那我要知道 佛跟众生是一体的 是没有分别的 那那个一体的 那个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觉受呢 所以我们上次也有讲到 整个众生 就是只有我很有成果 整个这个宇宙的现象 都是为了我一个人的视线 如果我们清楚 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们就已经开始走向学务之路了 所以呢 我是唯一的众生 我最缺乏 我最不足 我需要谦卑的来学习 像这个花草树木学习 像这个所有的一切动物万物学习 像一切的众生学习 因为他们都是视线头的样子来教导我 等我呢 能够回归到本体 我会跟他们同一体 那所以宇宙现象是一种虚幻的现象 是我们的浪想 分别之所所造成的 那浪想分别之所呢 让我们一直执迷在六道里面 没有办法 了解到我们 能跟那一份清净 自在的本体 这个是相当可惜 那么火灰道之间 唯一做的事情 也就是让我们清楚 他不许进入我们的这个世界 然后跟我一起做梦 从梦中呢 把我们叫醒 所以你看道成肉身 他不许用肉身的形象 来万岛众生的 进入佛的之间 了解到这个心性 是这么样的 这一件深奥的道理 你看性性如如不斗的本体 心呢 是那个能是能变的 的之间的意识 那这种意识呢 在佛教里面又把它分成 八种意识 阿赖也是 是莫纳士 那这些都是 佛 为了告诉我们 他所 他所用的这个名像 但是呢 我们要了解 这些意识的变化 都是虚幻 都是幻灭的 这种幻灭的现象呢 我们把它当做是实在的 所以呢 我们到现在呢 都认为说 我们所接触的一切 这个进阶的现象 都是实在的 那所以会有起心动念 会有这些 烦恼妄想的出现 那你真正的能够放下了 放下了 就跟佛 圣人一样 所以这个放下 这个是 众生最难做到的 你放下一分 你就赠得一分 就能够 破这个一品无名 就能够赠一分打身 所以学到 是 功夫看在你放下的多少 不是看在你度人多少 不是看在你这个庙堂有多大 或者是你活动办导有多多 这些都是表象 真正的这个民心见性 是放下万代的这些五一六成的执着 放下这些贪嗔痴爱的 的这样的一个执见 那只有放下才可以 进入到 圣人菩萨佛 这样的一个执见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就很像 民心见性 的道徒 那所以 民事要叫我们 从 日常生活秀 从文事间的 这个 这些 文理道德来秀 因为讲太悬远 众生 没有办法做到 也做不来 所以呢 一下子就讲这个 笨悟的我们 一下子就讲那种 很玄妙的境界 这个是 虚幻不常 这个是呢 众生没有办法 这个提及到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智慧 没有办法了解 只能够凭想象 所以 民事教我们 一步一脚印 昨天讲的 这个 曾三年次 才是真正的断念 从三省四物里面 下功夫啊 那才是真实的绝授 那所以 现在的众生呢 因为呢 顽固执着 煩惱妄想 所以 刚讲的众生啊 非常的难以度望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都 觉得很难度望 那所以修行功夫要比 放下 我们了解清楚了 我们就要赶快去放下 赶快的 去舍得 只有了 从放下舍得里面 我们才能慢慢清楚 自己的本来面目 是这么样的圆满 自己的自在神功 是什么样的具足 那自己的佛性 是什么样的清净平等 那所以他这一点 讲明师 他就是能够明先见性 了了跟明 那今天我们 会有这样的一个 烦恼之见 包括现在的像 所在这个人世间 那原因是为什么 到底我从哪里来 那我要到哪里去 我中间的目标又是什么 这个呢 了了分明的明师要告诉我们 要指引我们 要了解 生命的起源 宇宙的起源 我们必须 来看 他这里解释的第二点 他说的明师 对于司法界 要能抗打无碍 明师对于司法界 来去自如文 那司法界 我们知道 在佛经里面 对于这个现象 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第二道之外 还有所谓的四圣法界 那六道呢 是一种 生死的轮回 那么如果能够 超出六道轮回的 就归入四圣法界 那我们知道六道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出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这个是六道 这个是六道 那么众生呢 大部分 都在这个六道轮回 在这个轮回里面 通常呢 只有越轮越差 我们说轮回不可能 你轮到后来就轮到天堂去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越轮越差 那所以呢 三二道 很容易进去 三上道呢 要保持一定的戒律 跟一定的善行 三二道 这个三土 你看阿修罗道 是属于三上道 但是阿修罗道里面呢 他也有极大的这个斗争 共干我慢 那我们所谓的 魔的境界 那天道比较好 天道呢 都是守 五戒十善 的这样一个状态呢 他也有办法升天道 天道里面最后的天 非一想 非一想出天 能够有八万大天的生命 那一个大天呢 是一个 一个 一个太阳系的 纯柱坏空 那你看我们这个太阳系 生存 运行 然后呢 这个有生命 然后不断的轮转 一直到它毁坏 我们说 要 这个 好几十一年 你看太阳系 在天文学家里面 他就有五十一年的生命 那所以说 一个大解 人要经过这个一个大解 要经过几次的轮回 那这个非想非想出天的天人 就经过了八万次 这种太阳系的沉处快空 你看他的生命有多少 但是呢 佛佛佛讲 佛佛佛讲 天人的生命 结束了之后 他还是要 继续如何 所以 这个 升到这个最高天的 非想非想出天的天人 他寿命尽终之后 就开始堕落 一定是落到山屯去 如果他们没有继续 如果他们没有继续 再行善 再羞耻的话 那么肯定是 堕到最 最底断的 所谓阿比地狱 因为他们的福报都想尽了 他们有这么大的福报 可以想要这么久 结果不知道修福 不知道行善 不知道这个界定位的功夫 结果就堕落到阿比地狱 这个是天人 那人道 就是守着五戒 守着五戒 杀到淫忘酒 这个是做人基本的戒律 能够做好这个基本的戒律 那可以转世为人 可是人又要分很多种 有所谓的富贵的人 有所谓的平常忍 有这个下贱的人 好人坏人 健康的不健康的 在人世间有太多太多忍的同样 那都是依照他累绝的修行 累绝的行善的功夫 只要在人法界 他还是在六道里面 那我们看畜生道 畜生道 就是愚痴 所以愚痴长为重生 那我们看 这电视所报的国家地理频道 Discovery频道 这些人 常常在导导大自然的景观 动物的这个幻象 那我们看到这动物 互相吞乃尊君 互相斗争 互相残杀 在他们的意识里面 这个是自然的行为 这个是没有所谓的好坏的分别 可是在我们人看起来 会觉得说这个行为是非常的残忍 不忍道 那他因为就是畜生 他没有觉知到这样的智慧 所以呢 这个重生沦落到畜生之后 要再脱离这个畜生的肉身 是非常困难的 你看狮子 在杀一头养的时候 在捕猎 水牛 或者是斑马 这些弱小的动物的时候 他们 有一点点慈悲心 那么 慈悲心 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 那他们如果 有生慈悲心自己就要饿死 那如果说他真的因为慈悲心而饿死 他就可以脱离畜生道 但是动物呢 他没有听经文法的能力 他没有反思起过的能力 所以动物呢 非常难脱身就是这样子 那人道如果不好修 剁入到畜生道里面 那就非常的悲惨 所以这个出生道 叫血毒 山毒里面叫血毒 因为他们的寿命 中两人都要见血 很少看到动物自然死亡 那当然就是恶鬼道 恶鬼道 就是贪心 贪婪的心 贪婪的心 过入恶鬼道 所以恶鬼的形象呢 就是永远都吃不饱 所以才叫恶鬼 那一般呢 那一般呢 我们人之后 只会变成鬼神 变成这个灵魂 这个都是 所谓恶鬼道 我们在世间 在电视上所看到的 这些灵魂的感应 或者是显化的现象 其实都叫恶鬼道 那恶鬼道呢 因为贪婪的心 所以转身到恶鬼道 所以恶鬼道是刀土 他总是害怕 会被别人所杀 会受刀的这个土路纹 那在这个恶鬼里面 也有可能 是我们的主线 他一直在恶鬼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冤亲在主 那他因为需要 需要功德 所以他会干扰人世间的生活 你不尊敬他呢 他会来干扰你 他会来障碍你 你跟他有各种 这种 欠债 欠 欠请的关系 他会来干扰你 那他自己呢 需要修法非常难 要拼经无法非常难 好不容易有一点点的善心 不久就因为 这个他的肉身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满足 没有办法吃饱 所以呢 他会为这个 吃死的事情 而在烦恼 每天所烦恼的都是呢 吃不饱的问题 那他的欲酒呢 也不满 想要的东西呢 永远都达不到 永远都想要水酒 这个是恶鬼 那地狱的众生呢 地狱的众生完全是受苦 也就是说如果说 众生呢 造了太多的冤孽 恶业 他必须在地狱里面呢 受各种刑罚 当刑罚受盘呢 他才有办法脱离地狱道 那我说一次 这个 地狱啊 是承恩心所造成的 哦 我们说嫉妒 怨恨的心 所以一个人 在这方面呢 如果带过强力 那种暴復心太多强烈 他会堕入地狱道 那在地狱道里面受苦啊 非常的苦啊 很难翻身啊 要受到这个他的刑网 在佛天的记载 那都不晓得要算多少钱啊 这样的结束呢 人没有办法想象 那所以三土的众生啊 很苦很苦 那众生如果不晓得 这个修道 行善的话 过路到上面到 想要翻身的机会 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的 都还是在六道里面 都还是在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呢 是生死不断的 用这个 轮回啊 不是 只有呢 真正的修界定位的人 真正的明心见性的人 大家才有机会 跳出这个六道轮回 谁可以跳出呢 就是四圣法界 深文法界 深文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有所谓的四个国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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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哃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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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有辦法這樣 所以阿羅漢已經到達 世聖法界的 最初階的階段 所以人世間 要看阿羅漢 事實上不容易看到 我們講 一個君子都不容易看到了 而共說我們要看到聖人賢人 在辱家的君子 就是佛家的阿羅漢 這個是生文法界 那生文法界 他是修十二英元法 從這個十二英元裡面 他了解到苦空無常的道理 所以努力修 修這個界定的功夫 才可以跳過六道輪位 菩薩法界 還有一個要 源絕法界 源絕法界 就是畢斯佛 又高於阿羅漢 那他 可以不用經過 民事的教導 然後他自己 自修自證 自修自證的 了解到苦空無常的道理 源絕法 自修十二英元法 那我們剛才講 生文法界 是這個 這個 世聖地 共其念道 這個源絕法 才自修十二英元法 這個 那這個 那這個 畢斯佛的 這個果位 這已經是定功很深的 一個修行人了 再來我們剛說 菩薩法界 菩薩法界就是 修 六度心 六度過敏 這個時候我們到場常常講的 六度過敏 那麼菩薩法界 菩薩的一個果位 他的定功 有可能比不上阿羅漢 但是呢 他的智慧 肯定超過 生文 元絕 那麼生文 這個就是 小聖跟大聖最大的 區別 那麼小聖呢 就是獨絕 就是治療恨 他的自修自悟 自己政府 他不管 這個眾生的現象 世間的旗號 但是 小聖 修行人啊 他有沒有 這個固化眾生呢 他還是固化眾生 只要眾生有意 眾生需要他 眾生來要求他 他就會去幫助眾生 那如果說 眾生沒有要求他 沒有來請他 他就不會幫助眾生 所以這個叫小聖 那菩薩不一樣啊 菩薩呢 他可以做眾生的不請之勇 來當助眾生 來當助眾生 看到你受苦了 他主動來幫助你 看到你什麼需求 菩薩主動來幫助你 所以要修六度心 不知慈戒 忍辱 精進禪定 智慧 或者說稱菩薩 這個是 菩薩法界 那所以說 我們道場 一進來 我們就被 灌輸的 這種菩薩法界 這樣的一個修學的目標 我們就是要去 渡人 成全人 要發這個精進心 要有這個故事的心 忍辱心 然後呢 你要透過火灰禮節 你要有這個 這個 禪定的功夫 透過這種 清淨的修行 然後呢 正德的 覺悟的智慧 所以我們走的是 大聖的修行路線 那因為呢 在道場 我強調渡人 一直到現在的現象 當老全人被控制後 還是 以這個目標為主 渡人辦法為主 所以呢 造成現在道場有一種現象 以渡人 來看這個 你這個修行的境界 你修辦的成果 或者是看這個 這個 廟裡面的 的這些道心 到底 有沒有很多 來看這個道場有沒有很新生 那這個跟菩薩法界 已經呢 相差甚遠 那菩薩法界呢 他是 秉著一股 慈悲救世的心 那他秉著這個心呢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個 覺悟的修行人 他要 這個代表名師啊 來這個 施法 來度德 所以呢 他要把道德 落實在人間 他要把這個 佛的教化 推動到 道人世間 那所以如果說 當初在 這個渡人辦活動 結果呢 你渡的人都沒有成全 你辦的活動呢 也沒有 啟發大眾的 獨體心呢 那麼 在 做的這些事情 都成了 一種 福報的修為 沒有辦法 內政到 功德上去 那麼我們知道 只有功德才帶得走 福報是帶不走 福報就是世間人的 世間的享受 世間的滿足 但是呢 決定我們是 我們可以遭受了死的 只有光德 所以六種壇經裡面 他講到了 此事福不能救 吳祖大師 告訴他的圖眾 此事福不能救 此事是什麼事呢 了生此出三戒 要跳脫 要跳脫 這個輪迴的這個 權職 這件事情 這件事 生死大子 福不能就 福呀 就是福報 福報沒有辦法 當作你這件事情 那麼那個獨仲呢 如果孩子 著重在修復 獨仲是呢 內在的 德性的養成 那內在德性的養成 要透過 戒律 要 透過一種 禪定的功夫 你才能夠生發那個智慧 你沒有智慧你怎麼用度化創生呢 你自己都不清楚了 你怎麼要替私不得呢 沒有辦法 你講的都是表面的知己 那些花花草草啊 沒有辦法深入到核心 深入到根本 那麼 請不由 尤尾名詩 傳授你這個 一直超生的大道嗎 你都在 辦這些表面的功夫 結果的 新興的功夫呢 通通沒有用到 通通沒有落實 那所以 現在的現象 有一點 這個不重視內生 只重視外網 但是外網如果沒有內生的功夫啊 來做支撐啊 這個外網的 這個事業 很快就會枯萎 就好像插在花品裡面的花一樣 那是沒有根本 那個花呢 早晚都要枯萎掉 擦的好看啊 擦的好看啊 沒有多久就要枯萎了 那麼這個擦的好看的 的上面 在那些表面上 做功夫啊 結果呢 核心一點都沒有用到 那麼你 你修道又是為了什麼呢 我們說啊 我們說啊 不要只看著鬧 不要只跟著 搞這些 外在的 事項 要真正的 落實到 這個 內在的道德 要把這個道啊 朗線出來 要回歸自然的 這樣的一個儀歸啊 那麼我們人 自然的儀歸 就是倫理道德 就是三綱五常五倫八德 那麼回歸自然的生活就是回歸到 這個倫理道德的生活 我們如果說 連這種 回歸自然的 這種生活都沒有辦法做到 你怎麼可以說是修行呢 更不用說要基督啊 在佛教正身呢 就是這個 死法界中 菩薩法界 那菩薩法界呢 在更高層就是佛法界 那但是在佛教的說法 這個佛法界 它還不是最高的法界 因為死法界裡面的佛法界 它是屬於 別教的佛 別教的佛 應該說是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那麼藏教的佛跟通教的佛 在這個 大 大成的 這種 分法裡面 它還是 這個 出著以上的菩薩而已 所以這個佛還不是圓滿的佛 那麼什麼是圓滿的佛 只有跳多 十法界 那才可是 可以說 我會歸到 佛的本來面目 一針法界 那一針法界 所說的這個境界 就有一點像我們 道場所說的 裡邊的境界 那所以 在我們 了解之後 我們發覺到說 在古訊裡面記載的 穿先衣 這個穿先血 蹭心龍發財分 這個不是一針法界 這個還是在 這個 淨土的境界裡面 那當然淨土也有分 等級之分 只有 回歸到 長期光土 那才可以 成為 禮天的境界 那這個禮天的境界 對於 眾生的分心來講 因為 太過懸遠 太過高超了 以眾生的根性 他沒有辦法 一下子 修行 然後 就直直超到 長期光土 禮分的境界 所以 必須 透過了 這個建制的 修行 所以我們在 道場裡面 先報告說 我們 我們是回到 彌勒佛的境界 回到彌勒的內院 當我們回到彌勒的內院之後 我們是一個 不對反的境界 這個不對反的境界 可以跟著彌勒佛 再來 平受煥教 再來 補度收遠 所以當我們下一次 能夠 修到不對反的境界 跟著彌勒佛 一起來補度收遠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我們在那個 階段 好好的在 德性上效功夫 心性上效功夫 這個才能夠 衛正道 這個 長疾功夫 和佛的境界 我們說禮天的境界 所以那個時候收遠 是要收自己的遠 不是去收別人的遠 那佛不是獨成了 所以要成就 大家一起成就 這個才是一種 佛的一個本懷 那所以 他說名詞對於司法界 是通達無外的 對於這些司法界的現象呢 都認識得很清楚 他才能夠 帶領我們 出理司法界 然後 回歸道理生法界 所以 民詩呢 要達到這樣的境界 所以 如果說 他對於這些 這些境界 沒有辦法了解 沒有這些 自在 神通 沒有這些 智慧 多種的話 他沒有辦法 代理我們 離開司法界 再來他講 一位民詩 要能不心向天堂 不厭惡地獄 不因見佛 胡小兒心生安息 不厭惡地獄重生 民詩是沒有好壞散惡的 民詩是沒有好壞散惡的 一個佛 他的心人 是平等的 所以我們 這個世間講 世間話 彥女在講 正子為神 平等做佛 只有達到那個平等的心 他才能夠見到本來面目 他能夠內政到 這個圓滿的自信 所以呢 他不會 有所謂的 天堂地獄之錯 你看第一章我們不是 要做到地獄的眾生 可是他到了地獄 根本沒有看到地獄 因為他所看的地獄 不是地獄 而是一個進步 他要把那裡的眾生 入化成 正才的面目 所以 民詩對於眾生 他是沒有 善惡相 沒有好壞相 根本沒有所謂的 神通顯化 也沒有 入不了的眾生 所以民詩 完全沒有對待 沒有分別 沒有對待沒有分別 就是 一生雜絕的現象 有 有分別 有對待 甚至有知所 有這個妄想 這個都是後天 後天的心意識所造成 親信 親信是沒有 平等心是沒有 分成心也是沒有 所以民詩的心呢 是達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他說呢 民詩要能夠長陰長近 絕情圓滿 一切呢 圓通無外 那所以民詩 他對於事件的道理 他不會依 依著事件的境界 環境的變化 而產生變化 但是呢 他是呢 不變水遠 他的心呢 如如不動 可是呢 面對於這個 世間的萬富萬象 他水遠於這些眾生的 的要求 他根本這個境界環境在變化 但是呢 他的內心如如不動 可是呢 他怎麼講 怎麼說 都是對的 講壞了也是對的 講錯了也是對的 說不好的話 說惡眼相像的話 也是對的 因為呢 他已經 像孔雅夫子說的 從心所欲不與絕 他覺醒圓滿 他已經絕症解脫智慧 所以呢 他行出來的事情 講出來的話 這些言語造作 都是善的 都是圓滿的 他為了教後重生呢 他的視線 那一個向 所以 我們看到 官聖必君 常常有人會 問候選 你覺得官公這個人怎麼樣 他對於官聖必君 有所不滿 對於他三國的那一段並不瞭解 官聖必君呢 為什麼會釋憲三國的 那些 這個 人世間 沒有辦法理解的那一面 譬如說他 他這個 刀 譬如說他殺人 甚至呢 他沒有吃素 這些人 是眾生沒有辦法了解 但是呢 細舊 這個長陰長近 覺醒圓滿的道理 我們知道 官聖必君 他本來就未證成果了 那他所以呢 來到三國 他演那一幕 他是為了 要教化 那個時段的眾生 所以呢 釋憲將軍向 將這個 佛呼叉的 聖賢的道理 做出來給大家看 那他殺人 殺人是 表演給你們看 他不知數 不知數也是表演給你們看 那他在當時那個 環境 他必須這麼做 他釋憲那個將軍的相 他就是要這麼做 那常常就有人問說 那這個不知數 不知數到底要怎麼講 哪有一個佛呼叉不知數的人 其實我們想想看 釋迦摩尼佛有沒有知數 釋迦摩尼佛有沒有知數 釋迦摩尼佛 也沒有知數啊 現在 現在在強調知數的 在台灣的佛教 有在強調知數 台灣的修行人也在強調知數 世間的宗教沒有強調知數 那你說釋迦摩尼佛為什麼沒有知數呢 釋迦摩尼佛 他知道釋迦摩尼佛 他知道釋迦的道理 但是呢 也知道釋迦的環境 那麼 這個 沒有辦法釋迦的環境 那些眾生要不要渡滑 要不要成就他們 也是要成就他們 所以 他有這個方便說 他有這個神言說 有堪言說 你看他如果去脫波 他脫波的對象 如果沒有吃素呢 他會拿一塊排骨給他吃 請問釋迦摩尼佛吃不吃 釋迦摩尼佛還是這樣吃 他不可能把他丟掉了 這個是眾生的恭敬的心來供養他 他也從水源要把他快排骨吃掉 那所以 釋迦摩尼佛 他雖然有說吃素 但是呢 他沒有死在 因為呢他要方便眾生 他也想沾進肉 依照環境的不同 而眾生呢 有所 有所甘願 這個是方便的說法 那所以 我們知道 佛啊 是合情合理的 那民司 是佛 是主司啊 他做事情也是合情合理 那所以說 官聖帝君 他沒有吃素 那他沒有吃素呢 他又可以成為 先佛 成為一代聖人 那所以 我們這裡 就要覺知到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 能夠 了解到自己已經 位正成佛 位正成聖人 那麼你就可以 隨緣自在 做了 殺生也沒有過錯 吃肉也沒有過錯 你殺生吃肉 你為正成佛 你所殺的 所吃的這些眾生 跟著你一起成就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多餓他們 你沒有多餓他們 你怎麼可以成佛呢 你跟他們還有這個因果關係 你怎麼可能可以回天呢 不可能嘛 那所以 官聖帝君為什麼可以回天做佛呢 那是因為 他的這個 覺醒圓滿 那這裡講 長陰長經 為了應 所以他不得光致現這樣 那靜呢 長靜是因為他的內心本來就是 這麼樣的慈悲 這麼樣平等 這麼樣真正 所以他可以元東無安 周遍一切法界 那可以說 官聖帝君 他早就是 佛的這個 化身來 他早 只要為正成佛 那他是留下來這些事件這些效法 就是要教導眾生 你只要好好的做人 好好的把這些倫理道德 把它落實在生活上 那麼你就可以回歸本位 看元廟是已入上陣子班 所以他講歪句 這個 為人忠孝感天地 喜在慈災佛顯靈 這個是 真功使善 專門在那裡 講這個慈災 講這個顯話 你哪有辦法成就呢 這個忠孝 忍耐 這些三高五常五人八德 沒有做到 每天都在講 這個慈悲 講那個顯化的故事 這有什麼用呢 所以在修行路上 要不要讓自己有顯化 盡量不要讓自己有顯化 你看你 你會出了什麼事情 先佛菩薩來感應你 來拯救你 你如果世間知道 會出那樣的事情 你願意那麼出現嗎 你也是不願意啊 你寧可不要先佛菩薩來搭救你 你也不要出那個事情 如果想要這樣 慈悲顯化 只是一時幫助人 修道的信心而已啊 那個不是修道的現象啊 那只是一道的藥 非鐵藥呢 提振人的元氣 提振人的信心啊 那不是藏道啊 所以佛菩薩覺醒圓滿的道理啊 他用了各種不同的法藥 適應和壯身的 這個弊病啊 來對正式藥 那所以說我們自己要了解 這個明吃的藥 不一定適合每一個眾生 那他現在你剛才和我講 他要四千拔門 那麼你到底修哪個拔門好了 門門都好 門門都是無上套 那但是呢 這種現象呢 在現在的世間啊 又顯得太過 扑朔迷禮了 你說門門都好 門門都是無上套 那我還是不知道到底什麼樣 法門對我最好 所以啊 明吃告訴我們 你就不要選 什麼法門了 儒家收眼就對了 你就認清這個目標那就對了 你看 儒家收眼 儒家在 在所有的宗教裡面 是沒有人 有意義的 你說這個 孝孫父母 難道你基督教不孝孫父母嗎 你這個回教的不要孝孫父母嗎 存知正道 難道你信其他宗教就可以不用存知正道嗎 這就是說你不是宗教徒 你難道不需要講宗誠嗎 你不需要講信義嗎 這個都是說不通的 所以呢 儒家人是 這個天下的準則 天下人只要是做人的準則 那就是儒家的道理 那所以 現在講 這個 儒家收眼 真的是 對字末世 末考的眾生 有的良藥 現在 你去 這個 趕經拜餐 你去參加法會 你去朝三會 會禮 這些呢 各宗各派的 這些修行方法 五花八門 都在 都很熱鬧 你趕上去了 好像自己有在修行 結果呢 內在的功夫一點都沒有像 那民事告訴我們 內在的功夫 就是 倫理道德 就是三官五常五輪高準 五輪八德 你把這個 做好 你任君這個目標 好好去做 好好劃功夫 這樣就對了 這個就是民事的教法 所以你看 民事啊 他是 硬實硬運的 因為這個現代的 時代的需要 而出現 那他的醫的時代 降生的這個 這個必定 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法門 報仇我們 那這個法門 最輕鬆 最簡便 最直接 所以 魯家深遠 認金目標 這個 這個就是 師尊 民事 他教了我們 我們跟著做 那就對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講到 我們講到 仲師尊 我們說 人人宏大火 非道宏人 所以修道 要 任理事修 而不是任人來修 也不是 依感情而修 要依理智而修 那所以 民事一再強調 一再提醒我們 要讓大家 在於 這個幕後 的修行 不至於 失去方向 修道 不是跟個本輪師 也不是跟 品保師修 而是呢 要任理事修 那這是 佛科老師 跟我們講過的話 那所以 任理事修 這是一個 修道人 最為重要的 一個境界 那什麼叫理呢 誰有依 本心本性 而流露的 那個才是真理 也就要我們那個本性 是純然至善 依照這個純然至善 來修行的 那這樣的 才叫做任理 我們人 生活在天地之中 那麼人的理是什麼 人的理就是 信理 道降在人的身上 依信理的方式 讓人 讓人生活在這個自然之中 那麼人的自然的這個法則 就是三綱五常 就是三綱五常 五輪八格 所以人如果能夠 在這個三綱五常五輪八格之中 好好地來修行 好好地來修行 好好地來實踐 那就是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 沒有不得到養生之道的 所以這個叫 任理實修的真意 那麼 講告眾師尊 師尊 他主要強調我們的 也是這個 那所以這理實修 就是 讓我們 真思壯大 那因為道真 所以呢 師又罪 透過民事 告訴我們這樣的道理 讓我們可以 開拉我們的本性 了解到我們那個圓滿具足的 光影絕體 這個是民事 他降世在人世間 最重要的目的 我們上次講到 技工合佛 技工老師 他 在民國八十五年 新店先合佛 所開示的這篇 這個廟訓 裡面是 講到 你當民事的標準是什麼 那我們講個四點 接下來還有兩點 他說了 民事要能 無緣大職 同體大悲 度化重生 悲怨無窮 那麼無緣大職 同體大悲 這是一個普查 以上的這個修行人 貪空要具備的一個 得目 那麼對於重生 無緣大職 同體大悲 這是一個抉擇 無緣大職 的一個認知 為什麼說無緣大職 因為 不需要條件 不需要因緣 不需要講究任何的關係 你對於一個政策 你都會撐起 這樣的一個大 大職心 這樣的一個 悲捨心 那同體大悲呢 實際上就是清楚 我跟眾生就是一體的 這是無緣大職 同體大悲的爭議 阿羅漢 能夠了解到這樣的一個道理 是非常非常的深奧 在佛家只有菩薩以上 阿羅漢以上 這樣的一個出世間的性能 能夠了解到 這種道理 但是呢 阿羅漢了解了 他卻不一定做得出來 那只有菩薩 了解了 他也做得到 所以 所以 菩薩 才是我們現在 一貫道的修行人 他所要效法的目標 所要學習的對象 那老師呢 那老師呢 他常常要求我們 我們呢 在人世間 在這個世間法裡面 至少要做到一名君子 我們說 菩薩 他的位階 就好像 這個儒家的 賢人一樣 那聖人就是婆婆 那因為這個儒家是在世間的 所以呢 他在世間的這個最低的 的這種標準 是希望我們做到君子 君子是等同阿羅漢的標準 阿羅漢是出世間聖人的最低位階 那所以我們的心境 起碼要打到這樣子 但是阿羅漢跟君子 最大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君子 他也要 負起教化送身的責任 因為他是出世間的 阿羅漢可以不用出世間 那所以呢 一個君子 他常常要去補天地的不足 雖然他所作所為 沒有辦法建盛得這麼圓滿 但是呢 至少 至少 他的起心動力 是善的 常常的一天地之心 發出 以這種 這個民私的這樣的一個 光明覺知 來 跟眾生一起生活 一起生活 那所以 無廉大師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就是一個 佛菩薩的境界 所以我們要知道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個 我跟 所有的一切中生 那種一體的 那種 角色 所謂生命共同體 沒有任何分別 不對待與妄想 那所以說 我們今天 有什麼困難 來求佛菩薩 幫忙 佛菩薩是沒有附帶任何 調遷 要來幫助我們 我們總是在求 佛菩薩總是在意 那為什麼有的人求 沒有得到佛菩薩的感應呢 這個要很清楚 並不是佛菩薩不慈悲 沒有來感應我 而是呢 自己有障礙 自己的障礙 把佛菩薩的這個印 把它阻隔掉 那所以呢 自己的障礙是什麼 就是 累劫累世的 這些脾氣 毛病 煩惱 妄想 那所以迷思呢 他一直是 很想要 拉拔徒弟 一直希望呢 徒弟有所長進 徒弟呢 有所覺悟 可是徒友們呢 沒有辦法體悟到迷失的心 所以 一錯我再錯 不斷地在墮落 只有三步時 回到道場 感受一下這個道場的氣氛 接受一下 先佛的這種法位滋味 他才可以侯委提起一下這種 光明的覺知 我知道 然後呢 又繼續的 修行 繼續的奮鬥 可是沒有多久 又開始多了 又開始 煩惱妄想 這個是眾生 面對這樣的眾生 佛菩薩 民師 不怨其反 不斷地視線 不斷地用各種方法 要來救度這些眾生 所以他這裡講 民事要能無緣大直 從體大悲的固化眾生 這個是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什麼叫沒有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本來就是 先佛的心 本來就是民事的願 所以救度眾生 沒有在問為什麼 他是我這個 生命共同體的一個部分 如果說怕壞掉了 我自己也好不癢 所以右手幫助左手 抓一抓 抓癢 安撫一下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謝 那不必感謝的道理 是因為本來做一體 沒有什麼好感謝 那腳受傷了 手去跟腳安撫一下 我現在腳感受得好 手不會希望腳趕快壞掉 如果腳太掛了 手也好不到哪裡去了 身體的某一個部位壞掉了 他整個身體 也就不舒服了 生病甚至倒下了 這個是一體的道理 那這個道理呢 因為非常的深入 所以 所以 所有用心修行的人 他才可以了解 當一個踢倒 有這些眾生 發生災難的時候 那個災難 是我身體裡面的一個 部分 發生的病變 那這個病變呢 如果不趕快把它處理好 整個身體 就會 就會病倒 那所以說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每天所在報導的 這些災難 這些 種種的這些事故 他不是跟我們沒有關係 他跟我們有個這個相物依存的關係 所以我要想辦法 去幫助他們 去救助他們 去提醒他們 那是因為 要知道整個宇宙是一體 那整個宇宙是一體 所以某一個地方發生災變 那麼這個一體的裡面 細胞傷身變 馬上變了 所以 必須要把這個病治好 那最好的刀法 就是透過 我們的心境 我們的理本心 我們的真誠心 慈悲心 要愛顧他 愛顧他 就有一天 把他的這個 這個悲憤之氣 這個症狀把他消除掉 不是靠外來的物質救濟 救濟 也不是靠金錢 感受到這樣的一個大乘 無緣大乘 這種同體大悲的這樣的一個心量 你才知道說 為什麼明思 是我們現在人生的一個 依靠 沒有明思我們哪有可能有這種證物呢 我們哪有可能有這些 體認呢 所以 社會上 看到種種 很殘忍的事情發生 很不捨的事情發生 那個呢 都是 我們這個整個社會裡面 一體的這個生命裡面 發生的病變 那我身為一個修道人 那我身為一個修道人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應該趕快撐毀 趕快感恩 趕快修功德來回向給他們 需求呢 我的這一份先見真誠的慈悲 它那個波動 可以呢 化解 他們的那個 那一份怨氣 那一份 這個不安 所以你看 在有一本書 叫做曠野的聲音 那這是一個 代國人 到澳洲 去訪問 看到澳洲當地的土著文 他們所生活的一些過程 所寫的一本心得 那他們所寫的這些心得 讓我們可以說 大開眼界 那其實大開眼界的 這些 這卻到底 在我們的 古蹭先寫裡面 留下來的資料非常多 只是呢 我們不曉得去應用它 譬如說他們那些堵住 那他們呢 可以在 這個荒山以外 在這個荒漠這種生命當中 他可以在 可以在那裡過過 像雨天的 他等於不上衣服 就在雨中這樣 這樣讓他淋 他也不會生病 那他說呢 我們這個文明的人 沒有辦法說 做到這樣子 所以他 他把我們這種文明人 事實上 我們正宗文明人 到底誰比較文明 其實也很難認知 把我們這些都市的人 稱之為變種人 他們自己呢 稱為真人 你看真人 你看真人不是我們道家所說的 這些神仙嗎 那他們這些 這個真人 可以在這個荒曉以後 也不穿衣服 也不用穿房子 可以這樣生活 連山邊的雨 也不會感冒 不會生病 我們都市的人 現代人做不到 那所謂的那個體質 絕對沒有他們那麼好 生病力的那種強韌度 也絕對比不上他們 那他這個作者 剛好從廣告 一個補助 從這個傷奶 掉下來 就腿折斷 腿折斷 他就趕快 馬上送到 屋室外 然後屋室的治療方法 用安撫的 他就把這個用他的手 在他的這個 骨折的地方 那個骨頭 都這樣鋪出來了 鋪過這個皮膚 已經露出來了 他就用安撫的方法 不斷的祈禱 不斷的在念咒語 然後這個安撫 叫他的這個內部的細胞 趕快回到本位 安撫大概 一兩天 這個吐出來的 這個骨頭 竟然自己自動送回去 而且這個受傷的傷口 還阻礙了癒合 也沒有吃藥 也沒有敷 敷什麼藥 就這樣好了 對 一個禮拜之後 他已經能不能走能夠掉了 你看這個 在我們來講 這個叫退役工人 對他們來講 家常變態 哪有什麼退役工人 退役工人也是本來我們就有的 我們今天吃掉的 所以就把它稱為退役工人 那事實上 當我們能夠回歸本位的時候 這些 自在神通的能力 我們哪一樣不拒除能 那他們的這個 生死 也看得很看 他們聽說 有一種生命的這個 開關 他可以隨時回去 回去 回去到圈堂 那他如果說 這個 世間沒有需要他了 他就把他的生命 開關關起來 那他就回天了 你看 這個 生死自災 澳洲的土著 已經 達到這樣的境界 那對於我們來講 這個已經是修行 到一種非常高的成就才會把他這樣 那他們不是 他們呢 吸收平常 這本來就應該 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本來就應該會的事情 那他們的生活 每天都要感恩 每天都要跳舞 每天都要祈禱 這個是他們 生活中的儀式 這種祈禱 這個 唱歌跳 這個是他們在跟天 溝通的 這種時段 那所以修行 要達到像他們這樣的一個 清淨的 真誠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心態 這個是我們 現態的人 要以你為界的地方 他們有沒有說到修行 他們也沒有在修行 他們只是在過日常生活生活 所以可見 日常生活就是當人的修行 那這個 跟儒家講的不是完全一樣嗎 儒家 告訴我們 生活之中 就是修行 修行就在生活之中 我們把三肝五腸五輪八頭 這個人本的鬼犯做好 這個做人的本分做好 這個就是在修行 如果我們也能夠回歸到 這樣的自然生活 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有 相當這樣的能力呢 而是我們也這個生死自在的 自在的 預知實質的 我們也可以瀟灑的 離開啊 當這個社會不需要我的 我就 回天去幫助老師 這個不是很好啊 所以明師他這裡講到 這個無言大福同體大悲啊 度化眾生悲願如窮 度化眾生悲願如窮 可見呢 一個明師啊 他來到人世間 那大家這個典型 這些眾生之後啊 他還要不斷地去典型 遲到了沒有 眾生到他典型 事實上在明師的 心中來講 也沒有所謂的 眾生 因為每一個都是火 只是呢 他暫時迷霧住了 迷惘了 那暫時呢 是個糊塗了 所以呢 明師要去把他點起 要去把他救度出來 悲願如窮 無窮無盡 無窮無盡是因為 重生的煩惱 無窮無盡 只要 還有一絲煩惱 就會障礙降生 這個得度的機緣 所以 明師呢 要去 用各種法要 用各種這個 生象 要去度化他們 這是明師的條件 那還有這個特色要點就是 明師呢要分擔 主主相反的便命 這個先前我們就有講過了 那所謂的明師 那一定是他有生父天命 他才能夠自稱明師的 佛說 只是一種 先國的教話 就不是明師 這個呢 這個從我們的點擊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你在釋迦弘一國在世的時候 同時也是有一尊佛 一個印化在仁次見 男生呢 我們都知道 維某姊 維某姊對身佛 他是次見 在家人的身上 但是呢 只有佛陀的弟子 去拜維某姊的時候 都是 用這種 禮拜佛陀的禮節 來拜這個維某姊 所以可見 雷維某姊也是當時的佛 那雷維某姊 她為什麼沒有 像佛陀一樣呢 來承傳這些道法 因為雷維某姊 她不是明師 所以明師還附在一個 這個組織的團程 天命的任務 那這個天命呢 因為不是 人的智慧可以測量 所以這個是先普的事情 這個是老母的事情 沒有辦法測量 所以老前人常跟我們講 我們就放好我們眼前這一段 我們做好 現前的 事情就好 將來的事情 將來再說 所以 因為老人 他也曾經講過這句話 他說重告有 莫貪想 莫貪怨想到 信仲勿 命未達 難道 解冤 各位 修道人 不要貪怨那種 小道 那些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 雖然 那些是虛花假情 不要不好看所迷入住了 他說信仲勿 念慧傳 難討結約 你這個信理 這個道理 你雖然 錯誤了 可是 沒有貪命名師的傳送 你還是難討結約 沒有貪命名師 你 將眾生的 那個心理性感 那個打開的 那個 拋棺 還是沒有 沒有鑰匙來打開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 捏得到 這個 這種跟 那 那會有貪命名師 他是 相對的這些所有的仙佛來講 是無敵的重要 對於眾生來講 但是 無上的這個尊貴 沒有貪命名師 眾生要得度 真的是 難無凡天 就是人 再多了無人的寫 也沒有辦法 來玩就這個 這個結束 所以他說命未傳 性命難過結緣 你的性命要超上了解 要回歸到本來面目 要這個 達到 長期王土 那種 精神狀態 那種 沒有物質沒有精神的狀態 那種 這個國的本來面目 這個 這個才是 迷思要來強告的主要目的 所以 這幾點 是季工老師 他說出一名的迷思的重要 那麼他講到這裡 我們可以分析到 季工老師他所求的這個迷思的條件 那他不是在 講他自己 他也不是在講某一位先佛 他講的實實在在就是在講我們自己 如果說我們是替老師 替師尊師母 要來度讀 要來傳道的話 我們自己有沒有達到這些 智慧德能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迷思的那一份慈悲 有沒有迷思的那一份 怨力 有沒有迷思的那一種 智慧 還有他的德能 神功賜善 他的向好 有沒有 那麼你如果沒有 雖然 你還是在度化重生 可是呢 你所成就的 當中只是小局限的 甚至你的自己 都成就不了 那麼如果一誤了就全部都誤 所以呢 這個真的是替 替師傳道 替師悟德的人 他是一誤是全部悟德 他要有這個具體而為 的這樣的一個德行 雖然沒有像季功那樣的圓滿 但是呢 我們也要有小季功的模範 所以這裡 剛剛講的迷思的條件 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自己要開發 內在的本性 內在的那一份智慧 以及德能 這樣你才有辦法 生甘天命 來普渡 山草 我們幫助 思尊思能 來普渡收緣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呢 所以他這些條件 是在講我們自己 不是都把這些責任 通通 歸給 民視 這個我們要認清楚 所以講到這裡 我們知道 對於真實總道的一個重要性 民視對我們 這個樣的 這個不可思議的 影響 還有那份 真實非的偉大 那這麼樣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是怎麼樣 如何 來依止到他的門下 好好的 來到達他呢 那這裡 在這裡講到 春思重道 是修行的權力 一個修行人 首要的條件 就是 春思重道 那我們說到 修行 是為了 這個了生死 出善戒 是為了這個 幫助師尊師母 補渡人事件 所以修行 除了 你要有 在家的 在家的 這樣的一個 道德典範之外 你還要有 出世間的 這樣的一個 智慧德能 所以講到出世間的修行 我們要講到 師道 那師道呢 是幫助我們 脫離 六道輪迴的 一個主要的 因素 那對於 師道如果不正中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 還能夠叫修行人 會 尊師 成為修行 那首要的 因素 所以一個 修行人 如果他沒有辦法 做到 尊師 是壯道 那麼他 本來 本來有的 這些 神通自在 這些 能力 他就會漸漸失掉 譬如說他本來是 新道清 然後呢 修行到一個境界 有一些 有一些能力 結果呢 就壯高 生出瓦漫性 不再認為 迷思的重要 你認為自己是最重要 自己就是迷思 那這樣的修行人 他就是 自覺根本 他的這些 智慧可能 甚至向好 就會慢慢改變 他的命運 也會慢慢改變 那他呢 那他呢 拯救了要自覺於 這個 覺悟之路 必定會退 那如果說 那如果說 剛剛學到的人 又不知道 尊師重道 那一定呢 沒有辦法 跟蹤故事 沒有辦法 看起到那個道理 所以可見呢 尊師重道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個 根本界 根本的就是 就好像我們說 這個水塔裡面啊 結果沒有水進來了 你空有一個水塔在那裏 這裏水塔水用完了 就沒有了 你的水塔 是很厲害 無窮無盡了 結果呢 你把 你把那個 接收的水管給斷絕了 這個就是斷絕於 天恩師父的 這個途徑 結果呢 你那個能源浩解的 自己 也就墮落 什麼都沒有 再來就說 尊師重道 是一體了面 尊師的人一定重道 那重道的人一定尊師 那師呢 是道的代表 所以呢 人的修道 就是要尊師 好好的修 就是好 就是實實在在的進 所以真正的要道道師人 那就是好好的修行 我們之前講的 儒教修行道道 成就自己的德性 只有讓自己的德性成就 才是真正的道達師人 所以老天人他這裡講 是真正的道德性 只有自愛才能夠愛人 自利才能夠利人 所以呢 人們自己對於我們的自信 敬奏他 關懷他 我們以後才有能力去關懷別人 去照顧別人 所以他這句話 尊師會為道 事實上 尊師尊德 不是對於 對面那個 不是技工 那個形象 而是我們內在的性格 內在那份性格 只有自尊自重 那個道德 這樣的一個 不可思議的這種行為 哪有辦法 讓人家感受得到 所以老全人他呼籲我們 生理這個末世啊 我們這些平俗智人啊 憑什麼可以得到 那憑什麼可以違憑 如果沒有名詞的話 沒有這個道道的話 我們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都不尊敬 所以 修洗 從根本修 這個根本 是我們內在那份 是會得了 從內在去挖掘 了解到 我們那個圓滿 這麼樣的不可限量的自我 根本都是一體的 那一種品性 這個就是 尊師重道的道理 就是感恩 那中施重道 就是感恩 這所有的果然 感恩 是無所不盡的 然後屈里約無不盡 我們因路 發自以內在的真誠 所以我們感恩 在生活之中 因為得到各種的資料 所以我們感恩 在生命的過程裡面 我們因為得到太多的助言 我們才 還有今天的人 所以我們感恩 時時在在 時時刻刻 事事目面 我們總共有感恩 會回到你的人 會回到你的人 污溺你的人 障礙你的人 都是要成就 我們自己的得良 這些人 我們總共有感恩 那一份感恩 是只有 把我們的那一份 長腦袋翔 能夠無名 把它轉過來 一日之間把它轉過來 我們才有辦法 如此的感受到 那一份 恩 恩的偉大 恩的重要 那種吞恩施德 所加持在自己身上的 那一份不可限量 那一份慈悲 所以生活在感恩之中 這件事情 我們大坊 口頭上 大家都是在講 要把它落實在生活上 只有透過 我們如此的修行 把每一個人當作自我的恩師 來感恩他 所以 在 佛教的華人經 它裡面提到了 提到了 這個 詩道裡面 最高的修行 就是 吳思道 那怎麼又吳思道呢 為什麼會沒有老師的呢 吳思道 他的一個內涵 就是告訴我們 對任何事物 任何人 通通要感恩 他都是我的老師 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這個就是吳思道 所以老師不是 濟公那個形象 這個我們已經強調 很清楚了 要 也讓大家來很清楚 這個觀念 老師不是那個 濟公的形象 老師是我們內戰的那份性的 那麼老師 也沒有將道傳給我們 道是我們本來具足的 我們本來就圓滿了 那麼本來具足本來就圓滿了 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求道呢 所以可見 濟公老師 他所給我們的 只是一條路 一條回歸之路 讓我們了解到 我們本來的那份次在圓滿 那所以濟人老師不是那個悲觀的形象 那個老師呢 有可能是存在 這個 所有的事物當中 就好像剛才他所講的 道在哪裡 道在這個 鍋瓦之上 道在泥土之上 道在這個 糞便之上 小便之上 道無所不在 那麼民師無所不在 那民師呢 不是教 教導我們開悟的 所有人呢 對於這些 無不敬 隨時都在感恩 那因為隨時感恩所以啊 我們隨時要不斷地去 回饋 不斷地去幫助他 幫助各種事物 所以啊自利利人 那也只有 真正地看到自己內戰的那份 圓滿的本性 你才有辦法真的是做到自利利人 你利益自己 成就光明的本性 利益眾生 成就光明的本性 你自己都沒有辦法成就人 你怎麼樣去利益眾生呢 所以這個是尊師正道 這個師道裡面最極致的一種修法 無師道 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細微的 經歷 我們可以去參考 黃眼睛的 這個講述 我們點到這裡 讓大家呢 有一個人認知啊 尊師正道的這個重要性 那是不是說 尊師正道是修行 同工與否 的重要關鍵 一個修行人 一個修行人 他在修行的路上 到底 算 有沒有算成功呢 當一個修行人 代貢論定的時候 人家對他的評教 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總是風說風有禮 國說風有禮 可是呢 歷史只有定論 但是我們講到這裡 人們必須告訴各位前嫌 這個呢 只是一般世間人 對於 往生的人 所做的這個評價 跟論斷 也就是說這個是世間的說法 那在真理 修行的層面 對於這樣的說法 我們是很難接受的 我們叫公說風有禮 婆說風有禮 歷史只有公斷呢 一個修行人 如果沒有讓自己 沒有讓自己解脫的話 那麼 他就是 沒有辦法對眾生交代 也就是說他的修行 是沒有成功的 因為他根本自己不曉得要去哪裡 對於生死的事情 還無所知 就是 認為死後的這種形跡顯化 所謂生軟如眠 都不停是下過輔透 這個是對世間人 一般的修行人來講 如果能是等到 這個時候 才能印證 這個大道的重貴 讓我們生前求這個道貪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 在死之前 然後就 就來給他就好了 就來求他就好了 這個是 但是 這個常理來講是應該這樣 當然你會說 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東西 但是呢 一個修行人 就是要修到 什麼時候知道自己要回去 啊怎麼回去 就是要修到這樣啊 如果你都不能夠修到生死自在的話 那麼你不是對不起天恩嗎 對不起私德嗎 你枉費了這個大道 得這種寶貝啊 那所以修行的成功與佛 關照我們自己的證物跟解脫 那自己的證物跟解脫呢 是在死之間就要成就了 而不是死後成就了 才是死後成就的 這個人 都還不能夠算是 他在那邊的解脫成就 死後被封為神 被封為大心 這個呢實在是 世間人的標誌來講 這個是靠不住的 靠不住的道理也是因為 我們生前都沒有看到 生前靠不住 他到底修得多好 做得多好 結果呢死後做大先 所以老是說 活火是再次就要放了 再次就要生活火 而不是死後才對人家成活火 老是生前 人家就送他活火 他自己就清楚 自己在幹什麼 那他自己要怎麼回去 了然清楚 你跟六祖會呢 要走了 跟大家交他親近處處 叫他的徒弟也不要學士奸人 披麻待笑 在那裡偷偷鬧鬧 都沒有需要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要去哪裡 這個肉體只是穿 穿的衣服而已 他把這個衣服 留在這個人世間 警動後人停掉 讓他自己的身身呢 他的身身無處不在 他回國等位了 那修行要修到這樣子 所以六祖會人巴裡面記載 坦經裡面記載 抗政告人 43位 那我們一代民師呢 一代民師 哪一代民事均傳到 3600聖48000賢 那麼我們是不是 這個3600聖之一啊 48000賢之一啊 這個我們要自己很清楚 啊 所以軍師正道 是必定成果的保證 必定成果 也只有老師的這個指授 民師的意志啊 先口的授記啊 我們將就才有可能成果 沒有這個先口 沒有這個民師的意志 要成果 是難如登天啊 那所以我們 我們知道 在現在所有的修行的現象裡面 自身民宿是很多 但是真正可以幫助 如我們 超多生死 跳脫如迴的 只有一位 所以我們之前叫 此此一家 這個道此此一家 別無分號 那此此一家的道理啊 我們要了解到 我們要了解到 這個就是天命的傳送 這不是自己封的 那現在有這個天命啊 所以他才有辦法 將這個生死的那道傳給我們 所以為什麼說 他講 必定成果 必定成果 是因為 民事已經成果 所以我們也可以達到民事的 合動進去 也可以成果 如果一個國 不是成果的 民事 要來教我們 那麼我們怎麼樣 怎麼樣成果 老是自己都做不到了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這種出生死 這個 跳出三界 這麼樣重大的事情 六萬年來 累積累積的事情 如果沒有靠得一種 這麼大的恩格的力量 我們要再打 那所以 這個 天使教導 相對於 這句話 的反面 欺世滅祖 對方師們 這種事情 是一個修行人 最大的問題 也是一個修行人 他沒有辦法 成就的原因 那麼要怎麼樣做到 這個 尊私創導 要怎麼樣 的人 成就沒有尊私創導 我們已經也講得很清楚 獨教修行動 成就自己的功德 這個就是 成私創導 所以成私創導 不是婆歸的宗教 婆歸 是我們道上統徵的婆歸禮節 這個婆歸禮節 我 是 發誤成 子無禮 所以在這個 成 這些禮 的動作之中 是因為 我們對於 這種天命的 這種傳承 名師的這種 經重 是 出誤自成 這種自成的心 讓我們在學習佛歸禮節的說法 人的心味 在人的身上 變成一種 龜 所以叫佛歸 因為我們要成婆 所以我們要做佛歸 除了學佛歸 這些 講座 學佛的這些言語 我們 還能夠以什麼為意思呢 沒有 所以 所以只有國歸禮節 透過國歸禮節 透過道之道子 我們好好的來學佛 學佛向佛 希望 有一天我們能夠成佛 所以老前人 他常常講 你做生意的人家叫你生人 做功德 人家叫你生人 讀書的人家叫你世人 那你修行的人 人家當然就叫你修行人 修行到一個禁見 人家稱為你君子 稱為你仙人 稱為你聖人 那這個是我們修行 本來就應該達到的這樣的一個禁見 所以透過真是重道 了解到一個修行人 他所應該有的 這些言行舉止 這些起經動念 言語造作 通通都是 從這個 尊師正道裡面 去體制得道 所以可見呢 那個尊師說這個德墨 對我們 現在官套的修行 是非常的重要 那現在道長呢 那現在道長呢 比較沒有這個 先佛來指導 所謂的 開殺 所謂的借竅呢 這個道長越來越少 那麼越來越少呢 也不聽的是壞事 那以前那個人 相信先佛 先佛怎麼想就怎麼做 所以呢 他們就怎麼撐 那現在呢 先佛再波的奇蹟顯化 也只能夠點壞一死的信心而已 回去之後呢 回去之後呢 還是再用脾氣毛病一大堆 沒有辦法轉的話 所以呢 先佛簡佛變成一種 一種放戲 我們的法會呢 最喜歡看先佛放戲 那看完了呢 聽完戲呢 回去一點減點 減跑也沒有 那所以先佛 也不再 也不再借竅了 也不再透過這個形象來講清說法 所以現代人 誰有更加的來依止 迷失的教法 透過先佛所留下來這些精訓 來點顯自己 我們說 修道三不離 不離這個 道長 不離前嫌 不離經訓 在前嫌廠廠廠接近道長 廠廠人跟這些同修道友 馬上的切出琢磨 那廠廠呢 沿途這些經訓 那後學啊 希望能夠 借著這個 在學講精訓 的過程當中啊 來醒醒自己 那所以呢 我的修行是什麼 就是 好好的把這些精訓表達出來 透過自己的 這個 的認知啊 儒教的人 好好的來實踐來修行 來把這個 所證所誤吧 來告訴各位情嫌 但是呢 後學 是透過告訴自己 提醒自己 來跟各位前嫌 來分享 我不是講道理 給大家同 也不是講道理 來淡確大家 而是呢 想給自己去 淡確自己 從這個獎金說法裡面呢 讓自己呢 有所 醒悟 那所謂的台上 這個十分鐘啊 台下十年共 十分鐘的演講 可能是 我們累積了十年的這個功力啊 在台上的表現 這個十分鐘啊 淋漓盡致 那所以 在 不斷的這個練講 講基礎法之中啊 讓自己的這種心性啊 有所憎悟 有所體質啊 這個也是後學的 個人的修行方式 分享給大家 來強調 這個尊師正道 的一個重要性 那我們知道 這個倫理裡面的言回啊 一向就是尊師正道 他的言回在 文語裡面啊 他的表現呢 也不算是 很有特色 不算是很積極啊 但是呢 老師卻常常怕犯法 老師 這個對他的這個評價 是相當的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是呢 這個 這個言回的修行啊 他是真正的落實 老師的教法 在倫理的記載 公子說 無語回言啊 終日不回如語 罪而喜其失啊 意足以發 文也不語 那從這句話呢 可以看到孔老夫子 對於這種言回的 這種同價 他知道圓口開起來了 都這樣靜靜的 都不講了 喔 終日不回如語 終日不回 就是說老師的話呢 他都說 是是是 好好好 喔 老師講的話 反正就是一直點頭 一直說是 到底他有沒有懂啊 不知道 到底他是不是 真的了解了 不知道 所以呢 這個判起來啊 這樣 這樣該再等等的 但是呢 這個不在課堂上的時候 佩兒喜其失啊 意足以大 可能他回到他自己的 生活的時候 自己去檢點 他個人的行為 一直引發 也就是老師的話呢 對他呢 就有一定的程度的影響 能夠來引發他 在於這個精神領域上 對於人生的看法上呢 有一個很清楚的認知 那所以 把老師的畫面充分發揮 同時認為 這個學生 原來不是 不是 不是於知啊 在 論語裡面記載 原回有這個文藝之子的偏知 這個是指貢 來評價他的師兄 原回 認為他文藝之子 他自己 文藝之二之三而已 那童子也說 那童子也說 惟也非作我也 於無眼無所不悅 那所以這句話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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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同志宗子,仲师尊,上一位讲道言为的布施 那么我们可以了解,有个人他天生就懂得修行的道理,就懂得尊师重道 所以老师一指点,他就可以自然的上手 那对于心性,对于圣贤的教法,能够自然上手的 这一定是他累劫累势所修下来的上跟福德 那圆贤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老师对他非常的赞认 这个圆贤对于老师的教法,亦步亦趋啊,真正的落实到这个生活之中啊 所以,常常有人说,圆贤在世间,有没有多话众生呢? 不要说多话众生啊,有没有叫话或一个众生呢? 在这个理事上啊,这个事项上啊,我们好像看不到任何的记载 但是这个事项上也许,这个也许是有的 那成天贤的视线啊,让我们知道,一个人啊,他只要啊,把自己的脑、病、习气修正过来 恢复到老师所教的那个至上的境界,那他这个人就可以争生争先 他就可以回天 所以原委,虽然说资料上没有记载,他有度化过一位众生 在世的可能没有,但是他精神的影响呢,却度化了很多很多的众生 那可以说,他的三根福德啊,非常的深厚 那么我们人,没有办法像赢回这样子 毕竟呢,人非生出来就能救世圣贤 所以啊,有可能,刚开始在修学的路上,他并没有具足尊师重道的那种完整的人格 但是呢,那没关系,怎样呢,能够秉持的这个尊师重道的原则 不断的去反显去修正去学习 透过老师在旁的指点,那渐渐的呢,也能够达到尊师重道的一个标准 最终呢,让自己呢,成就盛行 所以原委,不二过,不二过又给我们最好的实现 原委得一善全全福音,这就是最好的修行 你看不二过,不二过就是真正的忏悔 所谓忏悔,就是你,你的习近毛病 你对于这件事情,错误的事情,犯过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做错 我不会再犯同样的后果,这个是真正的忏悔 那所以,为什么永远的加持会这么大呢? 因为他真正的忏悔 那我们现在修行路上,或者是修行的法门,常常有忏悔这个书文 忏悔的衣柜,忏悔的这些法规的形式 那有没有用呢? 是不是忏了这些,我们的夜长就消除了 我们从此呢,就可以海阔天空了? 事实上呢,也不进来是这样子 有时候呢,甚至完全没有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呢,我们没有做到真正的忏悔 真正的忏悔是,你这同样的错误又不再犯 在佛前立下壮志,给自己呢,打下契约,永远不再犯这个过错 这个才是真忏悔 这个忏悔,就从信和流露出力量 那个力量呢,把自己推上居悟之路 所以延悔的事件呢,他可以说,让人呢,非常的感动 那他的这个教法,是无形的教法 真正的修行人呢,体悟到他这个教法 要如教修师,修行共鸣 然后呢,让自己,踏上圣贤之路 而言为啊,得一善,圈圈福音 这一善呢,是,所谓的,烂善 任何一个善 那任何一个善呢,就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所以体悟到,人世间所要面对的各种是,理因果 然后从内心来发出,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善的 他从这个,民师所叫做的,这个人心纯然至善的那一面去出发 所以看什么都是善的 那么全权福音呢,把这个善呢,持续的保持下去 所以后来,言为成就,一代圣人 这个是我们不得不说清楚讲明白的 那相对于言为的这个传绩啊 我们也可以参考,学会出版的四倍中 还有那个如语里面的记者 那么我们知道,民师已经给我们指点出那一条光影的大报 我们说民师一点,那民师一点在哪里呢? 民师一点,不在外,不在内,就在那个生命的当下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是这时此刻 当我们掌握到那一阵如如不中的到底 我们发挥救济,我们呢,这个好好的来参考 把民师的那一点,发放广告 那么我们自己,也可以像民师一样的 智慧不能向往,光光俱走 所以民师常常强调,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家 主人住在家里面 那主人呢,不要常常乱跑 常常乱跑的,不忘思掉的家 所以说我们都有一个老家 我们老家是我们本来住的地方 那因为呢,我们常常呢,出外乱跑 这个乱跑,跑太久了 忘了回家 甚至呢,要回家也不晓得回家的路 所以,老师告诉我们,主人要常常在家 二六时钟呢,要守住 守住 不要了,四处乱跑 主人如果四处乱跑,这个房子没有人分离 他就会打回家 他就会呢,受到各种侵蚀 房子呢,渐渐轻腿 那渐渐轻腿,表示呢,这个肉体呢,渐渐回復 受到各种无常的打击 那么这个受体呢,就不清安 就不自在 就会痛苦 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众生的土很多 那么病苦呢,是很影响很大的 一个现象 那苦 我们曾经用很多的蝙蝠 来解释,众生的保护的根源 苦的根源呢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忘记的真主人 真主人没有在扶持 所以,第一个反应的现象 就是身体,不清安,不自在 这个,杂病重生了 那所以呢,在道场,我们也听到很多修道人 他也是很用心的修道人 可是呢,却是有病在身 有的人甚至呢,病到人连走出去的力量都没有 那么后学也受到这个病苦啊,折磨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体悟 那渐渐的,得到全各的指引,才了解到 这个病苦,是一种现象 也就是说,道是我们 我们要懂得让主人在家 主人做主 其他的这个世神啊,他是客人 他是这个身体的这个外人 那外人呢,是不可以做主的 我们要常常让主人在家 让主人呢,进入自然的生活 那进入自然的生活,跟大自然的融合一体 这个古方子呢,渐渐就达到一个自然的运作 那就健康起来 那我们曾经也强调过 我们的真主人,就是我们的性体 真主人呢,一定是跟大自然合成一体的 是大自然的一个部门 是生命共同种 那么这个真主人,现在呢,住在这个落底上 他一样呢,要依循大自然的法则 来过生活 那么人的自然法则 就是遵守 道德伦理的标准 好,道长 我们的师尊,师母不断的强调 老前人特别强调 人道 守三宗 守五常 把三宗五常的到底做好 就是回归自然之道 回归自然之道 那么真主人呢 住在这个房子 就很心安自在 就不会得病 外面的世界的现象呢 在透有这个真主人 慈悲真诚的流露 慢慢的去度化 慢慢的去绑化 慢慢去绑化他 那所以,民事一点在哪里? 民事一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只是我们忘记了 那民事一点,当然也不是我们求来的 也不是民事给我们的 而是呢 一直都存在在这里 在这里 那只有呢 体悟道道道 这种 大道的人啊 才有办法了解 真正的民事一点 他的妙用 他的不可思议啊 所以 人怎么会有脾气毛病啊 那脾气毛病 需不需要去改正他呢 真正的说起来 脾气毛病是不用去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我们心的变化 那心会变化呢 是因为我们的性 我们那个真主人 没有在家 真主人没有主持用事啊 所以呢 让这些外人 让这些这个 五一六成啊 大家做脾气毛病就一大堆 脾气毛病呢 一大堆 事实上呢 也是因为 我们的心 这个变化不安所造成的 如果 敢得让真主人在家 让这个灵性啊 回归到这个 光明至善的问题啊 那主人呢 常常守住 那一点灵台啊 那么 脾气毛病自然就 不改而改啊 就好像太阳出来了 黑暗就不见了 那么主人在家了 当然这些 六贼啊 自然就跑掉了 所以让灵性呢 发放光芒 让主人呢 不要了四处人跑 这个是 我们常常要保守的 这样的一个大体 所以我们说 整个天地是一个大宇宙 我们这个身体呢 就是一个小宇宙 一个无极啊 那这个无极里面 有一个生生不灭 有一个能够变化万千 的一个主人 那这个主人呢 要守住这个道路 保认住那个光明的觉知啊 那他说 他在这个宇宙的变化 他依然不宜这个分口 虽然呢 这个大环境 我们整个人生的运渡呢 有各种的障碍阻拦 感到妄想 只要我们懂得用真主人做事 真主人的这个灵性之光 来渐渐地感化这些众生 所以为什么说 反恼及菩提 我们不可以把反恼去掉 因为反恼去掉了 你连菩提也去掉了 菩提跟反恼 事实上呢 是一体两面 他如果这个 自信献权了 他就是菩提 自信不献权了 他就是反恼 好像镜子一样的 镜子呢 你来什么就叫什么 所以如果 让我们的身处人 常常视线 那么黑暗的一面 反恼一面 就自然就 弹出了 又化出了 就可以得到 清安得到自宅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也要时时迫迫的 多六时钟 不离这个分头 那么思想 言语 照说 通通不离这个问题 你就会感觉到 那个到底的妙用 所以 让主人当家 客人呢 随着主人 的命令 来做事 绝对不能够让客人 来 侠天子一路 命述 后 这个是老师的比喻 侠天子就是我们 当家做主的主人 等着这个道体 那这个当家的主人 不在了 之间间承认到 就搞坏了 整个小宇宙的一个思想 那所以呢 身体哪有不定的道理呢 家庭哪有不论 社会哪有太平的日子呢 这个就是 所以 夏天子一定诸侯 那如果 我们常常 能够知道 我们内在 一个主人 他常常 这个 这个 保认在那里 那么你要 试着去把他 找出来 哦 把他这个 发掘出来 让他出来 当家做主 真正呢 真正呢 做到 得意上的全全福音 那 那所以说 我们世间的现象 已经是 可以说 亂到呢 一定不知道 怎样的亂 天下其亂 那这个亂呢 那这个亂呢 不在于电报马亂 不在于战争的这种亂 所以 现在的战争 也是 一触即发 但是 因为 只要一发生战争 整个世界就会毁灭 所以呢 大家 不敢插动战争 那么我们修道人 也要呢 时时 来警醒 世间人 来做出各种示范 来呼吁 这个世间的战争不要 不要发动 那这个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 可是呢 社会的战争却很多 家庭的战争很多 包括我们内在身心的战争 却是多得不胜战争 不胜战争 你在社会的战争 是忍在乱 现在社会的战争 比古时代的那么量 是不晓得多好几百倍 好几千倍 我们打开电视 翻到报纸 每天所报导的 都是 骚杀掳掠 都是呢 各种 灾难 停船 那么受到灾难的这些家属 互通喊地的那种画面 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每天都是这样子 我们修道人 我们儒家的修持人 以这个安定天下 以追求大等世界为理想 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抚平社会上的这种争乱 抚平各个家庭的那种争乱 这个呢 在于人心的变化 因为社会是以人为单位 家庭呢 是以夫妻为单位 所以抓到根本呢 我们就知道 要从如何下枕 那根本 就是人的心 人心的变化 如果能够掌握得住 那么人心把它享福 把它安抚 那家庭呢 那家庭呢 就可以出现和谐的状态 社会呢 也出现公民的契机 那人心的享福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 你要让真主人醒过来 真主人是一直在那里 但是真主人没有作用 我们要让真主人醒过来 让我们的这个人 当家来做主 那所以如果说 能够让自己的心 转烦恼为鼓笛 让自己的心人 随时流露出 那份清静慈悲自成的力量 就有办法度化我们内在的众生 内在的这些 烦恼妄想 人民的众生啊 透过清静心 透过慈悲心 透过平等 自成 这样的这个度化 浪漫的 也能够觉醒过来 那所以 累劫累势的脾气毛病很多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一下子转过来 没有办法像六指会员一样 一下子就顿悟了 但是呢 每天听 听受 这些尖叫的叫法 听受这些前辈的指引 我们希望呢 自己能够 渐渐的大上 这个光明的道路 那所以说 哪一天 我们了解了 我们开始在实践了 我们开始让跟所有人做出了 在于我们身上第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肉体的变化 肉体不再那么痛苦了 不再那么烦恼了 不再那么不安了 甚至呢 我们的外貌 所谓向好的部分 外貌是第一个表现出来的 你看起来就是这么安详 这么拥勇 这么智障 这个是呢 我们内在的主人 真正的在启用 真正的当家做主人 从脸上是最直接可以表现出来的 那你如果说 哎我的脸上 我还是看不出来 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你要跟你的去年的你相比 你去年的脾气 脑病 烦恼妄想 跟今年比怎么样 如果今年的烦恼妄想 没有像去年那么多了 那一份执着也没有像去年那么多了 那么表示呢 你的修行渐渐的 有着对方向 那么跟积极的 你要跟三个月的你相比 三个月的我 对这件事情 还没有办法看过方向 那这个月的人 我已经可以看过方向 真主人的当家 多了一份这个权威啊 那么 我们内在的众生呢 就可以度化 度化一些 那表现在外的 这个想法 自然呢 就更自在 更合想 那所以美丑 不是在于 这个皮像上的长相 哦 你看我们现在社会上 新闻上所看到的 那些模特 那些隐性 他们透过 各种 各种保障的搭档 来 想要拥有自己的 皮像的美好 但是呢 内心有没有这么好的美好 我们都会自然 但是一个修行人 内在美好 皮像上的这种 这种 的长相啊 自然 可以让人感受到 那些美好 所以 美丑 是相对的概念 啊 一个人 他想要在美 内心 内心 却很好 我们也不认为他很美 所以 当你的内心呢 那一份光明觉知 已经显露出来了 你也不会认为你自己很美 你也不会认为自己很丑 因为 你已经没有美丑的对待 你已经超越这些 这些现象界 那可以超越 自然就可以不老 那我可不可以不死呢 当然可以不死 因为灵性呢 本来就不生不灭 可以不死 是因为 我知道 我离开这个 肉体的衣服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 我是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正入到 那个季节 这个是不死 我死了之后 还要通过 别人的超度 然后才有办法 往生 那这样呢 佛教不死 不死 这样呢 功夫境界还找不到 我们再 再次 再次就要知道 修到了 生死益主 欲知实质 这个才是休闲的功夫 这个才是真正不死的境界 所以 房子 房子 是我们 在世 所表现出来的 这个样子 所谓这个 灵性 用肉体的方式 来总现 这个是不得已的面貌 那么 当家的主人 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你必须把这个房子整理好 老师常常比喻 住在里面的是主人 那顾在门口的那个是狗 狗不是主人 真正主人 是要住家的 那个才是主人 顾家的 那个是狗 那么我们要做主人 还要做狗 所以你灵性不当家 那么 你的这个 光你的觉知 你的那份狐狸心 不做主 你要让五一六层做主 让这些人 单身吃爱做主 那么 你不是 把口中看成主人了吗 民间层乱道了吗 杂念强生 结果呢 里面的众生 都度化不了了 那你里面的众生 都度化不了了 你说你的安道 哦 你要开荒 你要四处去度化众生 把你的都度化得了了 这个要很清楚 我们要很明白啊 当你打了旗子 说要去国外开荒 那么你有没有达到 不生不死的境界 如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那么你起码要能够让自己不会老 要让自己呢 真正的把这个房子 整理得很好 固着的很好 那你这个人出去 才能够代表道 你真的有主人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道场 道 道要在这个场里面 这个运行不转 运行流通 这个流转不洗 这样的场 才是有道的场 才是真正的人天护法 护死的一个道场 那么如果说 这个场没有道 道的再怎么样复一趟 它还是一般的建筑 它还是一种 皮像的美好而已 所以真的要有魔堂 该道场 不晓得内在的道场 也要死死去 去固守 道场里面的那个生活 你要去理尽它 你要去消化它 攻击它 让它们可以常常 道场法轮 这样才有用 结果 当家人 都不断的在盖道场 在盖道场 要盖金人不断的捐献 但是盖错了道场 就是人事纷纷不断 活动盖了一大堆 结果 内在的重生 一个也没有毒 美其民都在盖道 盖道没有人 我要去做上司而已 我要去做尹保师 要去护士大厂 这个都要盖道 可是内在的重生 我们自己都度化不了 我们说 不要说自己的体系干 我们看看我们的家里 家里是不是一团和气 这些族人 是不是都已经度化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都有保姿 真的做到正极承认 这个才是真正的半道 所以修道不要落入有违法 道不是用讲的 也不是用讨论的 道是用物的 道是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从而下走 我们道之充实就讲得很清楚 每一句话都是我们要遵守的条规 我们要建真地 我们要理神明 我们要笑话我们正师尊 这些每一个德行 都可以让我们做为为天的依据 只要我们一个德目做得圆满 那么其他所有的德目就圆满了 那我们这里强调尊师尊重道 尊师尊重道的重要性 我们把尊师尊重道做得灵异尽致 做到一百分 那么你回跟做我的其他 其他的德目也同样说明 通通圆满 所以这个是老师 在佛统里面 来告诫我们的这些道理 那现在老师不借巧了 超过三才来开沙批训 开沙批训 那些训可不可靠呢 我们也不知道 老全能在世的时候 也常常有提到 老全能回天赋后 那么天命还有没有在呢 那要不要这些先佛来拍杀批训这些训文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也 忍得知见 没有办法理解 如果没有办法理解 我们就遵照 遵照大德者的说法 遵照老全能的说法 老全能叫我们常常看古训 我们就常常看古训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现在这些训文呢 不晓得是不是真理 不晓得是不是符合 我们的这个修行 所以呢 我们就遵照老全能的说法 这样就好了 就多看古训 那在之前 老师赐给我们 这九爪清淡 那这个九爪清淡 那这个九爪清淡呢 要我们常常来服用 这个九爪清淡有点像 佛陀当时 要捏板之前 道歉 他的土重 的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 师父不在 佛陀不在 那么这些土重 要依和而修 啊 以神的为信啊 所以 先佛陀讲到 这个九爪清淡 这个可以 让大家 作为修行的意思 他讲到三不离 三不倒 三不忘 三不离 我们之前有讲到 不离道长 不离前嫌 不离精训 那这个是三不离 那他有讲到三不离 三不倒 三不倒是什么 不被同病了倒 不被民力拷倒 不被人事拷倒 就是三不倒 那么三不倒 他讲到不被同病了倒 贫穷 热克 这个病苦 所打倒 那贫穷跟疾病啊 这个不是一般人 可以掌握的 也就是说这些贫穷疾病 要来打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几乎是束手无策 那么我们刚才也有提到 这个不病不死的方法 事实上就是这个观念 那个贫 贫的概念是什么 贫也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也就是说 你感觉很贫 可是呢 你自己内心不贫 敬我们 则不贫 吃我们则不负 那些贫穷 那些贫穷 不是外在的物质 的多果 而是呢 我们内在精神的分合 我们因为国力上来全人福音 所以呢 我们每天都充满在这种 法喜道乐之中 所谓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呼 那么那种欲言呢 是一种法喜 所以延回为什么 对老师这么肯定 它就是学而实习之 把这个学习呢 学到了 成为自己的行性 成为自己的习惯 所以习惯之外呢 会流露出来的都是圣贤 圣贤的动作 圣贤的言由 我们起心当年呢 都是圣贤 都是圣贤在做 在想 所以你怎么会有贫苦呢 没有贫苦 圣贤与天地为一体 圣贤富裕 富裕得很 那真正的有钱人 却觉得自己很穷 因为总觉得自己的钱还不够 想方设法要赚更多的钱 这是真正的贫 所以 所以 对修行人来讲 并不是一个修行的一种影响 而是呢 内在精神受苦 那才是真正的贫义 那病呢 病我们 刚才特别强调 当然病有很多很多种原因 那病的都有这种现象 除了说大环境整个社会局势所影响的 除了说整个生理状态所影响的 还包括被冤亲债主所影响的 但是呢 这些种的打者 都不离一个现象 那就是你真心的用事 也就是说 冤亲债主要来 抬报 冤冤相报 那么他要报的时候呢 你要用真实的功德回向给他 你要好好的跟他唱会 跟他做合同 那么 在依照道师宗旨 儒教修行共养 儒法修行共养 好好的来供养冤亲赛主 那么我们现在的众生 有百分之九十的疾病 都是冤亲赛主 那冤亲赛主 可以好好的过分 那么我做功德给你 我分其副卡帮你 有一天还是可以帮得完 只要呢 好好够通了 他就会离开了 那你的病就卷上了 但是有一种病是非常难治的 那就是业障病 业障病除了冤亲赛主乱病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自己的脾气担扰所累积的业障病 所以比如说这个人 喜欢胡适来想 想东想西 心情就像一只 端不住的猴子一样 到处来上 那这组人常常往外飘移 那这个人呢 心心不定 当然了 累积久了 就会成为 精神病 或者是说痴呆症 那这些病是自己的业障所造的 那这个病很难治疗 必须透过 这个冥师的词典 透过修行的方法 一点一滴的来打他表存 所以 不离道场 不离情嫌 不离经训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老师不在了 他教给我们这些方法 我们按时服药 那就可以把这些病病 给他治疗 那他都得被名利考考 名利呢 是现代人 规之不去 的一个欲望 那么我们修行 从世间人 的这个名利 调多 来到道场 结果呢 还是被道场的名利所处 那么 这样修行有什么用呢 我们是要断名利 而不是转换对象 我们从世间人 转到 道场的人 结果呢 结果呢 名利都还是一样 不是转对象而已嘛 名利都没有断啊 那老师告诉我们 是要 要名利啊 名文利啊 这些人 是 这个修道人的大忌 可是修道人 很多修道人 却特别喜欢这个 在道场有名 在道场掌权 在道场得利 那个利也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利 那个利呢 有可能是 他在这个 人生受灾上 所获得的 就是对方的利益 那如果说在道场 求名文利益的话 那就被名利扣倒了 但这个 对于一个 这个资深的道君来讲 更加在胜中 资深的道君呢 他越资深 越没有道场安心名利 所以这个呢 所以这个呢 是 真正的考考究起来 很多的地方 那第三个 不为人事考考 人事 就是这些人事团体 为了应付这些人事团体 你必须呢 去逢明他 去敷衍他 那或者是说 你必须说出一些 你不想说的话 你必须做出一些 违背良心道德的事情 这个呢 是被人事考倒 那被人事赶倒 靠倒的 真主人 不在家 这个是六贼作主 六贼作主 烦恼重生 欲望不止 当然就是代表了 人的沦迹 也没有办法止息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 脱离六大沦迹之宝 没有办法 你没有把民怒断掉 你没有把这些 这个人情断掉 没有办法 你没有把民怒断掉 你没有把这些 要做他像孔子所说的 同心所欲不与举 那是已经 真的 真主人当家了然清楚 主教的修行 不离开人事件 人道要把他圆满 人道圆满 是依照这个真主人做的 他才是真的圆满 那不是说叫你去做一些 统筝 敷衍的 这些表象 才会圆满 要依良心做主 良心做主 良心对得起良心 除了无惠于天地 那么这个 才是 不对人思考到 那这个真的是 很难的一种修行 所以人道难修 是难修在这里 那么我们一个人 从出生 到现在的过程 我们所落到的这些 人事 这些大环性的影响 太多很多 如果一个 一个修行人 没有 拿住这个真心 拿住这个 良知 作为一规的话 那么我们很容易 对这些事件的当局 被这些事件的当局 给流转掉了 那么我们现在又没有明师 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持点 所以呢 我们依照明师的教导 明师所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这些圣训 好好地去参戌他 然后复制实践 这样呢 还是等同明师在旁边一样 所以 他叫我们随时 服药佛 把这个药呢 来调用 那他讲到三不忘 三不理 三不倒 三不忘 那第一个呢 不忘佛心 不忘金线 不忘月立 愿立 就算不忘 那不忘佛心 佛心就是 思心 老师的心 我们要以 思心为己心 以思智为己智 那老师的心呢 是 度化世间一切的众生 将众生呢 代理为 老教 礼天 我们帮助众生 帮助这个老师 帮助众生 让他们也回归到老教 这个就是佛的发行 所以 诸佛是现在人间 总是 要开释 误入 众生 让他们 有这个佛的 这种之界 然后呢 进入到佛的 一条大道上 终究呢 回归本来念念 这个是佛心 所以佛所出他的心呢 他都是 清净的 他都是平等的 他都是真神的 都是慈悲的 这个就是性格 那么人的性格呢 跟佛的性格 完全一模一样 没有差别 可是佛可以圆满流落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圆满流落这些性格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真主人没有做 我们常常不在家 不在家 吹去外面呢 这样打个摩语 都逛西逛的 结果呢 忘了我们有这个家 忘了这个真主人 所以六谁做主人 这样自然的就 必定重生了 他说重生重生 是杂念 杂念重生 重的杂念重生 所以如果自己的内在的 内在的那个重生没有办法度化 你的佛心也没有办法现前 你的那个清净平等的这种觉悟 也很难浪现 所以要我们迟迟不干的提醒自己 老师所传走给我们的三百心法 要常常去参悟 参悟呢 让自己的核心呢 源源不绝地朗现出来的 若是在这个人之间 其心动念呢 都是人复杂的那种意念 这个形式呢 也是偶普他的形式 那这个就是独妄婆心 所以我们这里要讲调 不是开荒 出谷开荒 不是你去参加这些活动 不是你去指挥交通 这个就是婆心 是你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 你老死不忘记 真主人当家做主 你随时流入的清净平等 慈悲自成那个心 那这个心呢 那这个心呢 用在每一个事物上呢 让整个磁场感受到圆满的波动 这个是婆心 那不忘金线 这些人往金线 就是我们沉闯的这条 大道 那像是我们讲到 道只此一家 别无分毫 这个一家是一啊 那个一是什么 一就是 这个 施施 密附本心 那个心 佛所合想 本体那个体 那老师告诉我们 当家的真主人 要你来能够真主人认识 那这个就是老师所交给我们 老师这么教 我们这么做 我们把老师的道法 把它闯开来 让众生勾引高度 这个是不忘金线 所以老师的 老师的这个天命 是老母赋予的 是上天赋予他的 而不是 这个祖师师相授受的 绝对不是这样 那么所以说 能从这个老人 从老祖师 祖师到老前人 这个金线 我们不能够忘记 这个就是我们的市场 好 这是我们足足相传的 行脉血统 那这个 叫我们不能够忘根 不能够忘根 一个忘根的人 他就什么工业也成就不了 那么没有办法叫做这个金线 当然就没有办法回天 所以我们 把说是重道 丢了这么多天赋在讲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一条金线 千万不能够断去 不能够忘记 不能够忘记 使用我们的 找老师 成传自 老祖师 祖师呢 成传自然 那么他把我们 本来 就已经拥有的 那一份佛心到底 传给我们 我们今天 能够印证到这个佛心到底 我们就可以了生死出三戒 回归本来的面目 回到老 老家 来参拜老母娘 那老母娘也不是一个人 老母娘也不是一个人 老母娘我们要知道 老母娘就是一个那种不生不死的状态 就是那个辱辱不得有人体 那个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那是一个到底 那这个到底呢 只有进入到那个到底的人 走上这个回到到底之路的人 才可以慢慢绝守得到 所以那份精神 健全的可贵 是多么样的宝贵 所以我们怎么 什么都会不知道感恩能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要去报答他 那这个金线呢 又扩集到五量五边的 的境界 因为呢 因为呢 明师的发行是五量五边 他都对于万吃万物 都要当工 要够挖 当工要把他带挖铁 带回铁了 那对于这个 这个挖 禁虚工便打铁的存在 这个是明师的这种叫化 那所以我们的心呢 也是要像明师一样 我们也要让自己 拿到这样的境界 我才可以做到 帮助明师 来补助众生 来收缘 这样子 所以不忘基建的道理 就是叫我们要 实时帮人 实时回馈 再来就是不忘愿力 就是我们的本性本愿 你看这个字 跟我们平常写的字 那个愿也不一样 原来的愿 下面有一个新字 这个是我们的愿 那这个愿呢 那这个愿呢 是出于本性本性的流露 所以才叫这个愿 那我们世间所讲的这个愿呢 是一种理想一种目标 影响目标呢 有可能达不到 可是呢 本性所流露出来的愿呢 是一定可以达得到 所以不忘愿力 本能力的愿 一定要达到这个愿 所以要达到这个愿 你才有办法 达到绝入 我会对到本来的面目 那本来的心 成为我们的愿 所以本来的心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我会乏而如是 所以你要问为什么 乏而如是 所以不忘愿力 就是不忘我们的 我们的出大心 那我们修道 都立了十条大愿 开法会立了两条大愿 六条大愿 这个都是我们根本的愿 那我们现在的 现在除了这些愿之外 我们还要把 道枝、庄子、佛归礼节 好好的来落实 好好的来推行 道枝、庄子、佛归礼节 是所指的两个人 所以是不可以通费的 只要能够落实道枝宗旨 让每一个人都实践了道枝宗旨的教导 那么这个事件 将就会达到世界大愿的一个情节 我们期待的 路不时宜、夜不避户 这样的一个人间的进度 会在我们的首尊男神 会在我们这一代把它建立起来 那所以这一切呢 我们都是发出于那个先进的本体 了解到民事一职 本来更重要性 我们所处当的这些责任跟子民 觉得就已经是本来的本来的理想 也就是说我本来就应该怎么做 那么这个本来的力量 就是无权无边 就可以达到继权和法界的力量 那是我们老师常常教我们 多磕头啊 多磕头 向我赞尾 向蓝人感恩 多赞尾多感恩 那我们的力量呢 才可以无权无限的发挥 那今天宗旨主人到这里 大家好 老师宗旨讲到第七句 信同有 信是人一生的根本 所以他只说 人无信不利 那在虎藏之刀之中 信是属于中央物极土 那个土的位置 所以中央物极土 从其他的次端 人意理智 所以人意理智 所以人意理智 的养群啊 都需要靠 信的这个基本要素 所以信这个德目啊 所以信这个德目啊 在于人一生处事上 是非常重要 那尤其我们 我们在社会之中 在这个修行的道场里面 只要我们出了这个家呢 信的这个德目 就要坚持 坚持住 那这个信呢 它有很深的 的意涵 我们会慢慢解释 我们这一句讲到信朋友 我们也要定义一下 那什么叫朋友 在理智里面 它讲说 同思约同 正道也 同志约有 义和也 那可见呢 这个朋友啊 他的定义呢 是不太一样的 他说同思约同 那同思呢 就是同门师兄弟 那同门师兄弟里面 带着同样的一个老师 在同样的一个老师的门下呢 在修学 那这样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教头 那因为呢 这个 拜师学道 拜师学艺 等等呢 这样的一个因素呢 是我们讲到师道的关系 学生跟老师是属于师道 所以说 同思约同正道也 所以 这个师兄弟之间啊 是因为做道 是因为要学道 他们理想目标呢 是在于这个道 那这个道呢 当然 古十二的学子 读的是 这个四出五经 或者是说 这些 五经 五经的这个经义啊 那么 他们的目标 就是学圣学贤 圣贤的一个行义啊 就是道 所以 这些 徒弟们的 正道 就是了 尊师 那 彭氏曰彭啊 在彭氏 彭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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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一个伙伴就叫有 所以有的地历显然是比较广 男分子也比较少 义和也 但是呢 这个 他这里讲到 虽然说有的关系是比较广和复杂 可是这里面基于一种 朋友跟朋友之间的那种 道义 这个道义呢 是人跟人之间啊 必须要坚守合一个德门 所以说 朋友是五轮之中的一轮 所以信朋友不但是五常之德 也是五轮的一轮 所以说我们 我们把朋友的定义啊 把他拍照了 我们现在说的同事同学 我们说的同行 同财 同志 甚至甚至在道场我们说同修等等啊 我们这种当中啊 跟朋友相处的时间很多 只要我们出了这个家门啊 我们所遇到的对象 都可以算是我们的朋友 都可以算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呢 朋友是这么样的 广而多 所以人呢 不能够脱离朋友 就好像呢 一个个人也不能够脱离社会 所以从小到大 我们除了父母 除了兄弟姐妹 这些 亲戚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朋友 这个人家说啊 在家处处好 出外挑战的男人 那出门再来 就是需要靠朋友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同友替你解决 受到委屈了 受到不便了 朋友可以帮你 打气 身边的朋友可以 帮你照顾 那你失忆了 朋友可以帮你安慰 所以朋友的 这种关系啊 的作用啊 就好像汪洋中的风暴 沙漠中的 绿洲 黑暗里面的阳光一样 在我们的 这个生活上啊 时时刻刻啊 都是需要小朋友 不可以 失去朋友之道 那当然朋友 有分为 所谓的义友 有所谓的损友 那这个观念 我们还会讲到 在朋友的交往当中啊 我们一定要 选择义友 而远离损友 彼此之间呢 事实的 劝赏归过 已有福人 这样呢 不但建立了 个人 生命上的尊严 也想该 分厚 真正正道的 所人生啊 所以 很知心的朋友 其实呢 是 很重要的 那 自信的朋友 我们都认为 不容易找 其实只要呢 我们愿意呢 用性的态度 用诚信的原则 来对待朋友 朋友就在我们身边 他愿意主动 出生出友谊的手 真心对难跟响 当自己对朋友 付出性感 他也会同样的 回应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是 本人跟朋友之间 一个重要的关系 那我们想 信朋友 信人 一定是先从自己信起 所谓 信自 信他 古代的教我们 信自己 然后呢 才能够信他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是说 你自己要能够相信 你自己是一个正能君子 你是一个好人善人 那你相信你自己的 你对待别人 你一定也用同样的标准 同样的这个作为 来判断你的朋友 那所以 你会相信朋友 你会跟朋友呢 真诚对待 甚至呢 用这个生命相交 这是一个自信 的人啊 他才能够信人 的一个原则 所以身为一名君子 面对自己的言情举止 一定十分有自信 我们上次也讲到 自立才能避人 自爱才能够害人 正取都能够成人 那么自信才能够信人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自己平日的 带人里程 求学 很中 那个警员最行 我的行我的眼 都是正当 不畏循师贪穷 没有妄想邪念 也不畏能贪腐个人的享受 为人处事上的 都能够 真信待人 所以说 这个真诚 的心啊 诚信的心啊 就能够感动别人 感动天地 那因为自信的人 信念存真 他的言行存肯 没有要想着面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 他也常常获得别人的认同 所以自信的人呢 他洗个话如今 不轻易口口 那话作本很稳重 不畏呢 看到口就低频着了 不形言张语 不谈人的是非啊 凡说的人 都是实实在在的言语 凡出口的人 都是能够 为对方所信任 也就是说 讲出的话 就能够为对方所取信 所以自信的人修容 他的耳朵能够静听 能够提听 能够的会听 没有所谓的谐听 耳朵只听该听的 不该听的 他就拒绝他 他也听不到 所以他对了自然光明 磊落 而且他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 自信的人呢 善恶分明 必有所断 有断 这种依据 一定是发自信的 不能够的 不能够的 信心俱足了 料事如神 那他的 因为 信是人的性格 所以 自然留下信德 就是一种圣贤 的言行 所以一般人常常以为 亲眼目主的 不会有错 可是呢 我们亲眼目主的 常常有素肉的地方 但是自信的人 判断事情 都有根据 不为了乱下定言 所以 他就没有错了 那他为什么有办法做到这样呢 这个是靠平日的修为 经验 跟这种 观察 内省的培养 他能够眼明心悉 能够看出 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才得到大家的 认识 跟敬佩 所以一个自信的人 绝对不会自信 一般人以为 不欺不乏的 他人 这样就信了 其实啊 真正的 不自欺 也是一种 信的行为 如果是自欺呢 也是一种无信的行为 所以 欺人者 一定为人所恶 自欺者 更为人所恶 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有信德 都有良知本性 这个本性不媚 良心自在 这个灵台呢 这个光明认识 内 因为不愧对自己 外 不愧对别人 光明正大 毫无虚假 这样表现出来是信而自成 所以可以善恶自胖 所以 自信的人一定积极处置 当他面对不如意的 这种困境的说法 他事业受困 人际关系失和 或者是感情受挫 前途受阻 他如果怨天尤人 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 反而从任了自己没有信息 结果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呢 自信的遇到失败 他都会化悲动为力量 变这个失意为积极 而且要求自己不断的改变现状 以求改进 给自己轻松一下 甚至自嘲一下 然后微笑的面对前途 这是一种不自欺 自信的一种品格 所以可见呢 这个信在我们的身上 是多么的重要 他能够把人义理智信德 跟这个信德 连带的去弄 那所以呢 是五常的根本 信至于人义理智 就好像 土对于金木水火一样 那我们能够斩养安屋 我们关入呢 终究又回到这个土 我们说大地 所以这个土呢 寒涨万宝 然后土是鬼信 人义理智信 人义理智信呢 这个其他前事项 都要用信 来成就它 比如说 有人没有信 这个是假的 有义没有信 有理没有信 有智没有信 这个呢 这个呢 都是呢 虚理 哦 这个呢 都是偽智 这个都是无信的行为 所以信仿乌事件呢 是一切五常的基础 也是呢 唯一人处事的原则 人如果没有信 人如果没有信 这是盘子说的 大山无理 小车无误 哦 没有人走心 这个车怎么能够走人 人如果守信 没有坚持 那么也好像呢 一条船啊 没有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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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目行行 它怎么可以登场平安呢 所以信啊 这个信心啊 是我们内在的魔杖 只要人心中有信仰 就会产生信心 有了信心 就有取之不尽 怨之不解的能源 所以这样的人缘 不是在外面上 外在物质 即使在工作啊 也是有告解的一点啊 因此呢 解决真正的能源啊 就是开发这个自信的能源 反求诸己 像内在那个性格 来开产 内在的财宝 才是无限无量的 所以老师告诉我们 向内寻找 这个向内寻找 也是明智一指的重要性啊 可见信心跟人生啊 关系是非常密切 我们的这个生活之中啊 你跟信 连在一起的就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要有信念 我们要幸福 信任 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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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现在我们信奉卡 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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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此一波以為信 讓大家相信 所謂在這個東谷同傳 用這個一波來做信 那這個皇帝啊 用這個玉璽以為信 只要把這個印章戴下去 這個就是皇帝對百姓的承諾 這就一定要做到 所以展均如戲眼 所以這個君子 以信義為信 以德為信 這個是基本的修養 做人要熟信用 做人做事要有信心 所以能夠信者不允 做事情才能夠成功 有信心才能夠遠離一切的對立 是非得失 這些妄念 都達到平等自在的境界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一句話 那他說呢 信為道與功德 掌揚一切出上根 掌揚一切出上根 我能 如果有人用注意信天命 信明師 信道道 那麼相信呢 你會自動自發的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去疗你的怨 去行苦度重生的責任 然後最終能夠贈得你該贈的果位 所以信心啊 是失敗十個宗旨 的一種各種 當人遇到各種 這個障礙線前 在茫茫的黑路之中啊 能夠照亮天土了 就是你的信心 所以世間的財寶 要用信心來取得 那麼內在的財寶 也是要用信心來取得 遼過的湘海 要用信心的船 來去渡過 封鎖的果實 要用信心的根來成長 無盡的包藏 要從信心的門進入 有信心就有希望 有信心就有意願 信心是道德的根源 是智慧的幫人 信心的門裡面 含長的無限的包藏 所以人生最大的敵人 不在外 而在內 就是自己 自己的虎以不定 缺乏信心 就是失敗的主要因素 有信心的 不但能夠成就 這個世間的工業 也能夠養成 出世間的道業 可以說 然後信心就是最好的保障 所以對待這個人 對待朋友 要誠信 所以我們也請追求一個完美的朋友 不如和朋友 相互激勵 彼此提升 所以這個真心對待 不求回報 不照顧 不照顧 對不對 要有耐心 不看表面 不陷害朋友 困難自在呢 就可以見得到 朋友自在的那個分爭情 那不在朋友呢 是主動光懷 安慰他 鼓勵他 分享心情 包容堅 那邊呢 不是呢 做嘲笑 比較 排斥批評 這些動作 所以其實長朋友的優點 言己 匡人 所謂言以利己 匡以待人 多體量對方的困難 對方有錯 也能夠匡容 讓我們都自尊尊忍 避免自大 驕傲 避免 這個 控制 避免說自己想要管別人 要避免仔細念 你才能夠 跟朋友之間 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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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世間 對不對 都想要 管控別人 我想要管你別人 我想要掌控一切 這個 都是 斷包我們的心 這樣的人 在朋友之中 很容易 得罪朋友 除非 他有相對很多心 或者 他這種 除了想要掌控 戰友的心 終究毀壞自己的 內德 那所以對待朋友 要能夠 撕心 才能解禁 有話說出來 不要人 記錯 保護的是彼此 身分性 要互相的提携 將各種批評 道遠的話 偷偷拿到保守 從自我的心中 那一份土壤之中 拿到保守 到下自私自利 這些是自以為是的空間 學會了 做別人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想要有這樣的朋友 你自己要先做好朋友 這是提升朋友 跟朋友之間的關係 所以 用誠信 來建立起來 哪一個人沒有掌信用 講到 人家不會相信他 那麼他為人 就不可能被人看重 甚至他的意思 也難以成就 所以 對朋友 絕對主要保護大不死 講一些人 不可以講話 不可以自欺欺人 我們在道場所碰到的 同修 事實上 就是屬於 信同友這一條 在道之宗旨裡面 告訴我們 信同友 就是同修之間 要懂得互相諒解 互相信任 修行就是調整自己的心 使之不要迷心 那麼 如果說自己的信心都保護住了 那你怎麼可能得到別人的信用跟經驗呢 所以信實 從信 從正的做人 是一個 修行人的一個基礎 那 以前 有 柏里跟俗齊 這個例子 那他們兩個呢 是代表清高的形象 那他們呢 就是對於 這個 他的 人民 因為他們是一代的 一代的這個 疏忽 那對於他的子民呢 要有誠信 所以到他的國家呢 不見了 因為我們知道 國語俗起是商草的人 他是做完 之後的 那他的這個國家不見了 他的國家變成 桌草的土地 所以他為了 這個 信守國家的這樣的一個信念 堅持做這個商國的人 所以他寧可 離開這個土地 那他怎麼離得開呢 全天在摩住桌草的土地 他怎麼離得開呢 所以他躲避到商裡面 不接受外面的這個飲食 就是 吃商裡面的 就這種 過食啊 結果呢 貧困幾乎 最終一死 那德語俗起的二死啊 他是一種 事間的表率 是盛情的德性 他是 驕傲的 做一個 崇信 的一個典範 那古代 你看 秦始皇 富有推薦 但是呢 他無從 無信 對於百姓呢 不講信用 而且呢 對於百姓呢 當的這個剝削 民不聊生 萬民 破壞 所以 沒有辦法得到 人民的尊信 後來呢 他的這個王朝 當晚就被推翻了 所以 依實可去的 誠信不可思的 一死就是 穿一吃飯 你可以減少 可以沒有 可是一個人的誠信啊 不可以失去 會誠取信啊 回到一個誠字啊 才能夠取得 別人的敬然 跟信任 所以修行人 非常謹慎 絕對呢 不可以失去誠信 否則呢 你就是自欺欺人 你欺騙別人 其實就是欺騙自己 那欺騙別人啊 可以碰人一兩次 但是最久呢 人家也會看出你的伎仰 任憑你再多花點槍 人家也不會再相信你了 這個是 這個欺騙自己的心啊 那現在我們的社會 因為欺騙的案子很多 那欺騙的動機呢 主要就是為了炸彩 那炸彩的人 他可以 騙一兩次 但是呢 他可以騙多久呢 有可能一直被 一直這樣騙下去嗎 不可能 因為呢 這個世間呢 是有一個道義存在的 朋友跟朋友之間 也是有道義存在的 人跟天之間那種道義啊 所以和天的人 就會活得很爽之下 每天的人 就會受到天人的懲罰 這個就是 我們所有的英國的現象 那他今天照片的錢財 他能夠活到這個錢 想要到這個錢 其實 也是他的國報 他命爭裡 有這些錢 但是呢 他這個錢 比他命爭裡面還要少 少了十分之一 少到剩下十分之一耶 例如說他的一千人 結果他用詐騙的方法 得到一百萬 那他以為 用詐騙的方法 很好 拿到錢 所以不斷去詐騙 不知道的 他命中是有一千萬的 結果只得到五百萬 那他如果福報沒有了 福報沒有了 福報沒有了 當場就被抬到 當場就被塞穿了 籃籃容易 受到剛的火報 楊世間的火報受到 於世間的火報也不會到過 還是要繼續受 所以 自欺欺忍的人 是很愚痴的人 真的是很愚痴 所以我們這個信 古人說 人言為信 人講的話 就是信這個字 信這個作用 所以人本身的話 就是代表信用 那人呢 是萬物之理 除了說行為 表現出感情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用言語來溝通 所以人有言語 是一種 這種 高階的動物 高靈體的動物 然後啊 因為是數字文字 所以文字語言 所謂人際 溝通之間 很重要的一個媒體 所以國人造勢啊 所以國人造勢啊 如果人講出來的話 就是信 那事實上呢 也是在於 不斷的地上 人講話 成長 你講出語句的話 就是要入死對線 那麼這如果 能夠言論有些 親管好友 他的同修 同彩之間啊 都會樂於跟他交往 那自己呢 當然就會 成就自己 那種成功的機會 也會形成一種良好 互動的社會方式 所以呢 不能夠 離群所居啊 一切都需要 互助合作 互助合作之間 你跟人的信用 就非常重要 你講信用 別人就信用 好 誠信相對 禁業樂群 那麼人際關係 當然就會服藥至上 那麼西方的文化 剛問為口說無題 所以呢 要這個白紙黑字 寫清楚 人呢 這個約定啊 都要有字為證 那現在是很信 傳到 我們 中國人的社會 中華民主這個社會 結果呢 也必須這樣子 以前的那一陣 自然的約定 已經失掉了 失去了我們的性格 所以 人跟人之間呢 這個 不和 同學跟同學之間不和 男士跟同事之間也不和 男士跟同事之間也不和 大家彼此互鬥 大家彼此呢 爭求個人的利益 失去了那一份 天然性德的那種交流 所以 人言為信 現在 變成一種口號 都要 當奈隆 這些 有心人士來 會 同樣當 那 我們到這時候 特別把信朋友 講出來 所以講信用的人 言出必行 如果 如果 如果是一時 做不到 那 我們要做事 當 的處理 所以講信用的人 言出必行 爺爺的柳信他不會忘語 不會忘語就是不講誇大的話不會說謊 他不會奇語 不會奇語 不花眼瞧語 不會找藉口 不會講那些有的沒有的虛兒跟死的話 不養蛇就是不會像是非 不會賣天賦屠宣 傳是非他人隱私 變成像大喇叭一樣到處圈養 那這個在我們現在的社會是非常的普遍 人體的報導 以揭發人的隱私為樂 民眾之間也以打聽這樣的事情為生活的樂趣 所以變成人跟人之間互相猜忌 互相的不信任 互相的厭惡 所以這個嘴巴 是造成了很大的口業 那有自信的人 有信心的人 信派的人 他不臥口 不臥口就是不會講這些嘲笑的話 堅鬆刻薄的話 肉鬧 批評的話 埋怨的話 甚至呢 講這些黃色的笑話 所以這個十善念裡面呢 講到這個深口義的口 是歸見的非常的仔細 這個細目呢 非常的細 要可以知道說我們人啊 這個嘴巴一講出口 他所影響的這個力量很大 我本身講 一眼足以先方 一眼足以上方 這嘴巴的這個運用的技巧 很重要 所以在一款呢 裡面 這個四科十者 那麼德性科六為第一 再來就是言語科 再來就是正四科 再來才是文學科 所以孔子這樣的分法 是有次第的 所以我們做是以格勤為第一 再來是言語 那言語裡面呢 孔老夫子 兩位最代表性的學生 子貢跟宰我 這兩個都口才非常好 那麼他們兩個人 是惡聖人的教法 所以呢 兩個人尊師正道 吻仰聖教 都還不是這個出言為信 人也為信的這樣的一個流露 但是一般人呢 我們現在想口才好 口才好 不見得是他性格的流露 有時候呢 只是為了敷衍 只是為了打聽 或者是說 只是為了誇大 那這樣呢 人言不是為信 成就了一個 人的那種 鬼道的一種前途 所以一個人成敗的根源 源於我們內心的 從性 如果我們講話的信用都做不到 那麼很難想像 還有什麼事情能夠做得到 孔子說 人而無信不知許可 沒有信用的人 我們不曉得 剛喊一個誠就是什麼 這樣講不誠無誤 這個誠呢 講到人也為信 那麼人也不為信的話 無誤 無誤是什麼 沒有 沒有對方 沒有對方就會做出 沒有誠信的工作 沒有禮貌的工作 沒有把對方看在眼裡 沒有把這些落似萬物的 發自內在的 這種誠信來對待他 那麼你想想看 一個不成的 一個不成的人 沒有誤 那他怎麼會成就一切呢 當當世間如無誤 所以缺乏真誠的心 缺乏他有的信義 那麼他的事業 很難成就 我們知道 語言是心靈外在的表現 讓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層面 影響聲援 所以 文理裡面曾子晨提到 他在 動容貌 私欲 遠到慢 所以 這個容貌的表現 是要穩重 要這個 重結 一個人 他的這個容貌 常常表現出和眼月色 表現出那種 內政渊榮 那一份穩重 的那種容貌 那麼就會遠 道亂 怠慢 遠離大漢大漢 那麼這個人 就會得到人家的存在 那整個 這個 世間 整個在場的這樣的一個氣氛 也會得到和諧 所謂以和為貴 那麼這個和 是他自己 內在的誠信 所得到的 那所以我們在場話的時候 人貌跟語言 怎麼樣的感覺 也是關係重要 因為 它代表著我們的性 我們 人子 這些言語異言 對方 能夠 後期說話的人 的內心事情 從你的人貌 跟你講出來的話 了解到 你這個人 的起心動靈 所以他會做出適當的反應 那這個反應 有時候可能是很 很暴力的 他說要遠離暴命 一定要發自真誠 所以言語一定要謹慎 那首先的這個 故事裡面 在我們中國非常非常的多 管理人之間所信用 這個是很多的故事 那我們訴訟當一個 記雜大件 那記雜大件 我們是常常聽說 那常常聽說 它裡面的主要的一個 內涵 所謂的意思的故事內容 我們就藉著這個機會 好好的 我們了解一下 那記長是一個 中朝 春秋時代的 武國的國軍 武國的國軍 當了一個公子 那這個記長 有一次呢 出使魯國的時候 經過許國 結果呢 就去拜會許軍 這個許軍啊 一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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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長 就被他的那個氣質 被他的這個涵養 所打斷 內心呢 對這個記長呢 非常地對付 所以對他非常親切 那記長 那時候呢 這個 這個 被 被許軍啊 這樣 默默默的注釋者 他的那個 這個 光雄合體的一種 光雄種 結果呢 許軍 就 看到他 這個 背了一把 寶劍 那他這個 寶劍啊 可能也不是普通的寶劍 這個許軍啊 因為看到 記長這個人的行為 那同時呢 也對了他 所佩戴的寶劍啊 起了一個 很大的想法 那劍呢 古時候 是一種裝飾 也是一種禮儀啊 也是一種禮儀啊 所以 無論是這個 世代風 那個是將相 台廠身邊 都要配一把寶劍 以前不能夠配劍入宮 在那個時代 並不是這樣子 那記長 這一柄 劍啊 鑄造的 很有機構 整個構造啊 很精密 造型呢 很溫厚 還是有導師呢 典雅 都不失莊重 所以呢 只有氣質 這個 這個 記長 這樣有氣質的人 才能夠配合上這把劍 這個徐軍這樣一看 哇 真的 越來越喜歡 其實呢 其實呢 他是喜歡 記長這個氣質 如果一般的 那張這把劍 可能沒有 把劍的那一份 內涵給凸顯出來 所以呢 雖然 徐軍呢 從此呢 也 把對記長那一份敬仰 對於這份 他的這個配件 也帶了相往 那徐軍呢 雖然喜歡 他的劍 可是呢 不好意思說出來 只是呢 任光張來看了 一直在那裡搭上 那其實呢 看在原體呢 內心就想說 徐軍可能會 很喜歡這把劍 那我應該把這把劍 送給他 但是呢 現在還不能想 因為呢 他還要去乳國 作為一個守者 他必須要有愛劍 或者還能夠送給他 等到他去初始乳國晚之外呢 再來把這把劍 敬佩徐軍 那他記長這個想 後來呢 他很就初始到國去了 不曉得說 四四五場 他回到徐國的時候 徐國的國王 就說這個 這個徐軍啊 已經去世了 那結果記長 來到徐軍的這個幕旁邊啊 內心呢 有說不出的 這個悲激跟感傷 感傷 他用著長兩個天空啊 無限的感慨 所以朋友跟朋友之間啊 那份情誼啊 那是用言語無法表達 那他記長跟這個徐軍之間啊 那種朋友的步驟 已經到了互相信的 能夠把自己所所所所所所愛的所擁有的這些物品啊 那送給他都沒關係 所以他就把他掛進來 掛在徐軍那旁邊的那個樹上 那心中就那種面 你雖然已經走 可是呢 我內心啊 內心啊 那個對你的許諾啊 卻常常在 你就說我 已經沒有任何這把劍再送給你 我是希望回頭的 的時候再給你 不曉得說你就是要守著 希望你再天之淫啊 正想著這顆樹搖晃的時候啊 還能夠記得 我配的這把長長的劍呢 放在這裡 向你道別 所以他就把這個劍啊 掛在那個樹上 然後反身離去 那記長呢 這些水場啊 就非常疑惑啊 就問說 徐軍經過的時候啊 你把這把劍掛在這裡 又有什麼用呢 但記長就說啊 雖然他已經走了 但是呢 我的內心曾經對方有這種內部 而且徐軍非常的喜歡這把劍 我心裡想 回來之後 一定要把劍撞給他 這個是君子的誠信 所以我一定要這麼做 大家聽了他的話 都非常的感動 一個君子 講求的 這麼是 是誠信更好義啊 怎麼能夠因為 他的過世啊 和背信朋友 應該有個性的意義呢 放棄原本的出刀呢 所以記長 掛線的故事呢 給人一種 這個信朋友最高的標準 很好的典範 那盛國以來 盛險一再交給我們 希望我們擁有 單外的自寫 那這樣的自寫 往往表現於內心之中 也就是說從性格 流的出來 流的出來 落實在我們的日量巡場裡面 像記長這樣 他並沒有 殞弱 出口殞弱徐軍 可是呢 他因為徐軍的過世 他不違背自己 擁有的承信 所以他把線呢 做到極速 做到圓滿 讓後人呢 對他產生無比的 從性格 很感恩 所以 一個人的言語 是人的那種心聲 我們的心聲 透過言語表達出來 但是有時候 心聲是不需要言語表達的 那言語是內心自情的一種表白 是一種表白 要明晰 理動事 了解 為人真實的那份品格跟操守 就要關注人內心的世界 內心的世界是什麼 就是 我們的性格是否 光明的朗線 我們的心上行人就什麼 心的行為就什麼 那床記長的故事 他的內心想要把劍送給許俊 但是呢 他並沒有言語上的承認 又回望不久 許俊過世了 他仍然接近 內在的那份諾言 不惜社區 這個千金難買的 難買的法道 就把他送給了許軍 掛下他的墓上 墓的樹上 那可見呢 但是 記長的這幾句話是在哪 雖然是兩三句 可是呢 實地有生 心裡有這種精神 床搖亂骨 而不朽 我們就因為這個故事呢 就認識這個人 而這個人呢 就因為他的誠信 沒有爽心 讓人家照顧不理 那所以說 信 對人 跟人 之間 有耐淡的 不可再去 那朋友 是盡得修業的幫你 民主人心裡面 他提到 貧富先交朋友 朋友乃是我 信心內外平等 何妨簡單再尊 那意思是說 跟朋友交往 貴在你誠信 真實的心 不再與貧富貴賤 所以 知心跟互助啊 沒有欺欺跟利害的心啊 即使自己碰到困惡 災難 錯敗 打擊 跟朋友的交往 那份友誼啊 還是以心應心啊 無所欺全 真正能夠長久 所以 古代法的說 永有 文善相告 見善相似也 朋友可以立正 可以勸過 可以折善 所以 故人呢 跟結交 品格不如自己的朋友 結交呢 比自己賢得的人 來做朋友 孔老夫子說 勿有各無其者 那這句話呢 常常有人誤解 認為孔老夫子 是 他有 有比較 有分別 別人 對我了 我就不跟他做朋友 事實上 葡老夫子這句話 是從 信德去 做貫路 也就是說 我的這個進口修院 必須要有一個很好的同修 很好的學前 來指點我 好 來提心我 來帶領我 在我的這個言語造作 我的起心動念之中 不動的 來告解我 這個才是一個 超過自己的朋友 所以他都 不由不由其者 孔老夫子的意思 已經 講得很清楚 德性 在這個品格上 他 他根本沒有對我的進口修業 沒什麼幫助 甚至是九六朋友 所以 孔老夫子 認為這些朋友們 要有極力的 管線 不要人 不要人 跟這些朋友混在一起 免得自己很高興 也 也被污染 甚至 被 責弱 那所以 文善相告 見善相識 這才是 一個 同修之間 所應該有的 這樣的 一個 德差 實際 他講 他三之死 可以公寓 也就是說 這個人 這個優點 這個人的好處 可以 作為我 的 一個 學習的對象 那我是一塊石頭 我希望變成美育的話 就要向他三之死 來學習 所以 尤其 對象 最多 彈性最大 透過交往 波動 看過這種 媒介 朋友 不斷 敦覆了 人們的抗襲世界 也 作成了整個 這種 生活 空間 而且 能夠體力得行 提升理想 完成 我們 對於 生命內在的群潮 這個是 朋友的耐震可貴 所以 了解到 朋友跟朋友之間 那一份 珍貴之處 我們呢 就 不能 不 有朋友 尤其是 修到人 就不能夠缺少朋友 那中心呢 有徒弟 學生 會怕 與人 交友 之後 知道對方 不是 不善 可是呢 想要 絕交 又怕會 傷到對方 不害怕絕交的 又是呢 懷著這種 這種 怨破的心 就是 抱怨 這種 不甘怨的心 來 對方交往 那這跟 怎麼辦呢 如何是好 所以 遵旨就跟他講 這個 不叫做 怨道 也就是說 不是抱怨 不是不甘怨 心如果有怨的話 要和對方交往 這個才叫做 怨破 再來才叫做 抱怨 所以如果 朋友不散 人情意義上 自然會跟他遠離 遠離之後 要見他 也沒怎麼搭過 那麼 你何必跟他絕交呢 你還是 可以繼續跟他交往 而且呢 你還可以用自成的心 來把他不足的部分 來感化他 引導他 這個就是所謂 親者不思其親 固者不思其固的道理 這個是諸子 他教導學生所說的 這一番道 那 所以 可見了 他認為 一個朋友 如果說 他是在 這個 和性上不足 做人上不及格 那麼 你就趕快遠離他 遠離他 遠離他沒有什麼大錯 那麼 你如果說 這個 看他呢 能夠趕快 能夠呢 來引導 你就好好的引導他 讓他 不要人 做人 不要這樣 沒有品格 他能夠引導 那麼 你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你為什麼 還要 跟他 這個斷絕往來呢 所以 你還要 還是要成全他 所以 非到 沒有辦法度過 不要隨便放棄朋友 這個諸子的話 意思是這樣 那 所以說 朋友 乃是五輪生意啊 出外套朋友 所以 結教朋友應該呢 尊厚 有 原來有性為主 所以 自信 自信的 以誠信代人 自然就可以 遊走天下 至天下為一家 哦 俄理裡面 四海之內 接兄弟 這個四海之內 接兄弟 我講得非常好 誰說 我沒有兄弟呢 到處都是我的兄弟 我們把 四海之內的這些 眾生 都裝成自己的兄弟 兄弟是守主 他是我的神 我的主 跟我是一起的 這個意思呢 表達的意義很盛 你看人在 李天 在老母立院 那裡 結果嚇人人間 又來渡化 渡化我們這些 兄弟姐妹 結果 留在人世間 回不了家了 所以老師 這個 老母派名師來 越來叫醒我 已經被叫醒了 你還要趕快把這些兄弟姐妹 都帶回去 那些兄弟姐妹 通通都是佈滿在 整個世界 四海之內 所以四海之內 就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都是我要 帶 渡化 帶回去的 的目標 所以 我們怎麼可以 跟族群 跟國家 分 分別你我 都是一體的 鳥之道士還是那些兄弟 這個道理 我們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 關聖帝君 張飛 張三野 劉備 劉的皇叔 這三個 不同性的朋友 能夠成為兄弟的道理 他是在表演給我們看 你跟不同性的人 都可以變成兄弟了 那何況又同性的人 那不是這個親上更新嗎 不是更加不可分割嗎 那所以 所以 這個朋友跟朋友之間 要互相的 來歸屆勸勉 農耳一起 來成就道理 這個人是 劉光聰 桃允山結役的一個典當 那 大家早安 大家好 當時 講到信朋友 仁義理智信 無一無事 從自信而發 那從自信而發呢 那麼 每一個革命呢 都是自信的代表 所以 所以 我們講到信朋友 信也是 信德 我們自信的流落 我們講 得益善來全權福音 只要我們把一個善 好好的下功夫 好好的 深入 好好的來歷行 那每一個信呢 都能 都能夠 通往 我們的信德 每一個德 都能夠通權德 所以 信 只要通了 那麼 我們也能夠 證悟到 我們的 我們的 自信 所以 人眼為信 表現在 自然的生活 就是 你講出來的話 好 無意不是 誠信的 所以 你要先了解 佛 菩薩 修賢的人論 他們絕對不會講欺騙你 聖聖的話 因為呢 他們 所 流露出來的言語 都是從自信而發 所以自信的話呢 當然是 實在的話 正直的話 所以 新鋼琴 他有講到 如來是 真於者 儒於者 實於者 不義於者 等等呢 那麼可見呢 人講出來的話 都是 光明的覺知 都是自信的流露 所以我們講到 性朋友 你看 朋友 如果 印證到 我們的 自信的話 朋友 其實是 我們的 這個 內在的眾生 外在 我們有朋友 內在的朋友 是什麼 內在的朋友 就是 真主人 旁邊的 這些 四聖 我們說 六四 也有 鼻鼻 蛇聲翼 我們的四肢白亥 我們的五丈六福 這些呢 都是朋友 都是自信上的朋友 那麼自信呢 他本身 他是真主人 所以真主人 一定是講 真實的話 他絕對不會欺騰朋友 所以你看我們整個身體在運作之中 真主人當家做主 那麼其他的身體 其他的這個器官 運作一定是 如此的運作 大家不會彼此互相欺騙 手會欺騙腳嗎 骨位 骨位 骨位欺騙 欺騙這個丈夫嗎 也不會 也不會 大家呢 都如此進行 那是因爲什麼 因爲呢 我們的真主人當家做主 所以信是那個真主 這個人要清楚 也只有從這個 這個信頭出發 了解到我們真主人的那一份 那一份真實的存在 我們的體型當年一言一行 沒有不識性的 除了性智 還要信他 那麼你會講 我們有時候 身體根本不會通知真主人的話 我叫他不要生病 他還是會生病啊 叫他不要去亂來 他還是亂來 叫他不要亂看 他還是亂看 為什麼真主人 沒有辦法去 教育這些 這些朋友啊 這些夥伴呢 那是因爲 你的真主人根本沒有當家用事啊 他沒有在主宰 沒有主宰 所以呢 他表現出來了就是沒有信用 你要誠信 那沒有誠信呢 當然你的這些夥伴 網友 就對你沒有誠信 結果搞瞎搞 結果搞得身體 這樣子 一生的毛病啊 所以真正的自信的流動啊 他的身體無一不是邪調 這個我們要清楚 所以信朋友 真正一個 內在的涵義 是在這裡 真主人 在代表信 朋友呢 代表福祉我的這些夥伴 大家呢 相關於事 大家呢 和平共存 然後呢 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努力 所以我們就活得健康 活得自在 剛才相處呢 也不會有格鬥 也不會有摩擦 整個社會的秩序呢 就是一片的太平相合 這個是信朋友的爭議 這個是信朋友的爭議 所以 我們看看古大的 官人所作的聯繫 他們所留下來的這些點幹 我們之間呢 也可以了解到 他們是真正的做到信朋友 他自己呢 對於自己 的真主人掌控得很好 所以他對自己很了解 他是用誠信來代人 所以別人也用誠信來代他 我們這裡要告 晉草的楊富的故事 歷史上 楊有明的過內的一個故事啊 楊富呢 他是 晉草 西晉 那個時候 也就是說三國的北魏 一直到晉草 那他 是 那個 晉這個南城人 是屬子 那他的祖先呢 都一直都是 當官 所以他是官漢釋教 他的祖先有一個德行 那就是呢 千年 教导子分呢 無欲不是千年 所以這個官呢 做到他的 他這一代啊 已經是 第九代 都是以千年著稱啊 文明於世 那所以 那所以 在楊富 十二歲的時候 他的父親過世 他的祖父呢 繼續的來 可以 扶養他 所以他對他的祖父呢 非常的恭敬 也非常的孝順 不視同 這個父親一般的 的孝順啊 當時啊 當時啊 因為三國還沒有完全的 統一啊 那麼 晉魯帝呢 要攻滅孫奴 就命楊富啊 去率兵 去攻打孫奴 那楊富呢 就率兵 正守在 襄陽這個地方 那他跟 東武的軍對峙啊 這個時候的 東武的軍呢 也出現了一個 名將 那就是呢 陸抗 陸抗 跟陸遜 這對父子 都是 三國上有名的 的一個大將軍 那麼兩個人呢 陸襄對峙啊 結果呢 大將呢 不是以武力來競爭 而是以德喜 來選擇 楊富呢 用德 來 這個 懷有遠近 用懷有的態度呢 希望呢 來取得東武這邊的民心啊 那他跟陸抗 對峙的時候啊 行修德鎮 對 敵國 的人民啊 都是開城附國 而且呢 廣招無國的人啊 能夠來歸復 那麼 這個 這個 對投降的人 想要走 離去的 就讓他自行離去 也不會去管他 那楊富在 郡州啊 他也不相虧講 不提甲咒 一點 威嚴的樣子都沒有 所以他的四位呢 也不過是 十幾個人 在輪流 交替 他不 很少讓四位 什麼事情都吃起來 他維持到一個 他主婦所留下來 這樣的一個 形象 一個清廉 愛民的 形象 那每次呢 當他的這個部隊啊 在跟武衛交替的時候啊 在戰鬥之中 他前來武衛去 用偷襲的 用計謀的方式 來戰勝會方 如果說 部首將 將軍裡面啊 有人提議說 用欺詐的手段 來取勝公武啊 楊富呢 也不好意思拒絕 也不能說不對 所以呢 就把他 送給他這個 美好的酒 用這個醇酒啊 讓他 喝到這盲碼 使這個將軍呢 不能夠再說話 那他不說話了 當然就 就不會用這種手段 那有一次呢 他從他的部下 在這個敵國的邊境 交到兩個小孩子 一會兒之下呢 知道是 張吳他變成的將領 的孩子 然後呢 立刻他也把他送回去了 後來呢 這個 武衛這邊的將領啊 就自己來投降 這兩個小孩子的父母 的這個父親啊 十分感激他啊 在部隊來投降楊務 那有一次呢 楊樂軍隊啊 經過武國的境內 要收割這個 稻谷 作為軍糧 那麼就把這個 收割的稻谷 他的這個 錢 錢術啊 那一放多少錢 然後就拿這個布匹作為底啊 那如果說武國 他的將士 有 有 射殺到野獸 可是野獸 爬到 靖國的土地 被士兵抓到了 那麼 楊負呢 也就命士兵 把他送回去 這個是 武國人打到的 不是我們打到的 那所以他的這個行為 讓武國的人啊 心悅忠福 武國人都稱楊負為楊登 不敢出他名字 所以 當時啊 跟楊負對峙的這個主菜 陸抗 也非常的被阻 那陸抗呢 他也是以德性俗稱 所以呢 他也沒有用什麼技巧 炸謀 來迎娶對方 這兩個人呢 就以德性 來 來 來對抗 以德相稱啊 你看 這樣的將領啊 可以說 很少聽到 那聽說有一次啊 這個陸抗 他生病啊 那兩個人就 他也打聽啊 說他到底生了什麼病 就 命人把這個藥 藥草 送去給他 希望他也趕快把病癌好 那陸抗呢 收到了 養護的這個藥啊 他也沒有管理 就安心的把他服 服用下去 那最後的人 勸他說 哎呀不可以服啊 那個是敵方 將你送的藥 你怎麼可以服啊 陸抗就說啊 世間 沒有被毒殺的 羊手指 羊手指就是養護啊 毒殺人的人 是不是 羊手指眾人 陸抗媽常常 就陪這個部主說啊 這個 羊恨 尊修仁德 可是我 尊情報應 這樣下去呢 不用 戰爭啊 人心自然會歸向羊父 所以我到時候一定會打輸 那後來呢 羊父 八十五歲 五十八歲的時候 去世 當時中國人 在平均壽命 都四十五六十歲 那羊父呢 五十八歲去世 那麼 當地的人 聽說羊父去世了 沒有哀嚎痛哭的 大家呢 停止營業 什麼事情都不做了 都在街頭巷尾 在那裡 在那裡 阿桃大哭 哭聲香氣啊 連這個 五國這邊的士兵啊 聽到了 也為之 哭泣 那因為他一生呢 用仁德感召人心啊 所以連敵土的這個部隊啊 對他的死啊 都 非常的傷心難過 那麼在鄉陽的百姓 鄉陽縣 南宴商這裡啊 建立一個石碑 來紀念羊父 那逢年過節啊 只要有人經過這個石碑 看到這個石碑上的名字啊 寫著羊父 那個大家呢 都停留在這裡 思念羊父 那家人分門 沒有調原類 甚至有人 來到這裡 好好報告 所以這個叫做 墮淚飛虎 這都在這一世的歷史 流明啊 有記載在 有記載在這個 這個禁止裡面啊 那所以一個 陽目的一個 視線啊 這真的是 人眼為信的一個典範 那所以我們知道 人眼為信 古人造字啊 把人 所視線的這個話 好 那就是 一種 一種信服的表聲 那這個信服的表聲呢 那就是一 就是一種 這個聖賢的 的言語 的動作 那所以 沒有不講信用的 現在的信用啊 已經 到了谷底了 所以 人跟人之間呢 要用法律來約定 做信義 要有誠信原則 那朋友之間呢 要講信義 這變成呢 是一種 規定的條文 那我們知道 法律是 人間啊 最後的一個手段 用法律來規範人世間的行為 這已經形成一個 一種強制性的手段 那這種強制性的手段呢 不是人性所發 人性所發的 絕對是自自然然 那所以 這個已經 不是信的了 所以我們看到 古代的這些例子 讓我們收益 信 的一個可貴 那我們這裡又看到 蘇東坡 跟這個 佛應 兩個人的故事 我們聽過 蘇東坡跟佛應的故事也不少 也通常有道 那這一段故事呢 是比較少清道 那 因為 有一次呢 蘇東坡 他去遊山朝聖 那麼 聽說南京呢 西俠山 有一村非常莊嚴樹木 的一個佛像 所以很嚮擾 他就去拜訪佛應產師 希望佛應產師能夠 一起跟他去 那佛應產師呢 看到這麼神心呢 就答應蘇東坡 那好 我們一起去 這個西俠山 去朝聖 結果他們兩個人 一路上呢 翻山越嶺 好不容易排到的山頂 蘇東坡的目睹到最終佛像 心裡感覺到 非常的仰望 但是呢 要產生疑惑 什麼疑惑呢 為什麼呢 這座佛像 會打到這麼高的上來 是什麼 怎麼搬上來的 那時候就跟他講 這座佛像是最希特的 他不用別人搬 也不用人家去雕割 自然就在這裡 所以這座呢 叫做非來佛 什麼啊 那師公佛當時反應很快 就 就說 那既然飛來了 為什麼還不飛去呢 佛應馬上跟他講 哎呀 一段不如一盡 這個我說得好 一段不如一盡 這個理念 很有殘疾 那師公佛馬上問呢 既然之者安慈 那他講一段不如一盡 所以呢 就安慈在這裡 那師公佛又馬上問呢 那又怎麼樣建在這裡呢 佛應說 既然之者安慈 就是公子講的這句話 那兩個人 又來到七峽山的天俗寺 孫光波看到這個寺寺 東奔光世音菩薩 光世音菩薩拿著佛宗 然後呢 孫光波覺得很浪漫 就問佛應 光世音菩薩既然已經是佛了 為什麼要拿這個念書啊 佛應就說啊 你拿著念書 也不過是不能要念佛號啊 那師公佛會問 念什麼佛號呢 佛應說 當然念官世音菩薩的佛號啊 那這時候師公佛會更加浪漫了 那他自己就是觀音啊 為什麼要念官世音菩薩的佛號呢 佛應說啊 求人不如求己嘛 這個人真的是禪為無窮嘛 說得好 求人不如求己 所以觀世音菩薩也是求己 所以我們知道求己是求什麼 求我們的自信 人的自信人是圓滿具足 人的自信人是如入不動 所以他說一動不如一進 求人不如求己 一切人都在自信中成就 所以非愛佛 如果 當世音菩薩來念出 這些人都是表法的象徵 如果 無私從自信裡面去探討 去參選的話 我們怎麼懂得 內在那個圓滿光明 那個如如不倒的本體 是這麼樣的偉大 這麼樣的光明 所以蘇東坡那何一呢 兩個人在相交的這個過程 這個蘇東坡的慢慢啟發 他對於這個產體的這種功效 對於人生的體悟呢 當然就更加深刻 那在中國 當然蘇東坡的名氣是很大 但是呢他的成就呢 卻不如佛育 當然這個文章啊 氣勢宏偉啊 獨顧千古 形成 這種唐宋的時期啊 一個大文豪 那所以 讀到他的這個文學創作 在整個中國文學 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角色 但是文學的創造 如果你有從自信裡面發覺到 那一份自然 那一份圓滿 那一份多元的這個自信 那他怎麼有辦法 寫出這一篇文章呢 人家說文以在道 文以在道 文章是表現出那個道 道的味道出來 那如果沒有道呢 你都沒有文章呢 你就沒有味道 所以道呢 是那個根本 文章呢 是那個 那個表現的方法 那所以 本身如果對於自信的參求 沒有很深入的了解 那他所寫出來的文章 也只是封許的文章 如果對道呢 有很深刻的體悟啊 那他寫出來的文章 就是一種生命的文章 生命的文章呢 就會讓人家百看不應 就要讓人家不斷的去完美它 所以說多的文章呢 已經有漸漸達到這樣的境界 但是呢 對於這個 盛行的經典 對於盛行的經典 我們才是覺得盛行的經典 更加的 我們內在去參選 更加的讓人有所感受 所以 所以 這兩宿東 德文章 很氣勢彷彷 很宏偉 很壯光 而且呢 文采很好 但是總不如經典 所以 這麼樣的 讓人在思念完美 那麼 可見 他的一個成就 佛印 給他啟發的 很多 那如果 沒有佛印的這樣的一個 起印啊 蘇東坡也許就沒有這樣的認知了 沒有這樣的體悟了 那時候用到 佛印跟蘇東坡的故事 要了解到 一個良識亦有的重要性 我們選擇朋友 如果沒有選擇一個 能夠指引我的 能夠呢 帶引我的走向 人生大二文 那麼這個朋友呢 對於我的生命 幫助的就很少 有限 那麼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良識亦友 像佛印這樣的良識亦友 對於我們生命 甚至我們生活上的 這樣的一個去除 我們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信朋友 信朋友要講到這裡 我們怎麼要找到這樣的良識亦友 其實都看在你個人的 的 內在的修為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能夠 以 誠信 為根本 我們流露出 我們內在的那種 內在性的 跟人相處 以自信做主 跟整個 整個 內在的上身 合圓 合約的相處 那這樣呢 我們就能夠找到內政良識亦友 只要你有誠信 只要你有誠信 自然就會有誠信的人 來跟你做朋友 那這樣的朋友 也許就會 啟發你 那所以這個 我們的性朋友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德性 如果想想看 我們自己 要證悟內在本心的那一份 光明的 的本體 那如果沒有這些 朋友的相處 你會這麼容易就證悟到嗎 你看我們的真主人 雖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面上有個真主人 是那個 性體 流露出自然的本性 就是一種 倫理道德 但是呢 我們如果說 譬如說我們眼睛不聽話 耳朵不聽話 我們的這個六四 不聽話 他們對那裡虎口敲口 結果我們這個身主人 我們也沒有辦法 真正的自由的 表現出來 我們這個 本體的這種 流露 沒有辦法 這個完全的發揮 除了一分沉浸 隔一分利益 我們沒有辦法 達到十分的沉浸 就沒有辦法達到十分的利益 所以這個誠信呢 是 是自己的證明 結果我們沒有辦法證明 就是因為這些 會有在的朋友 生命裡 都會擔擾你 障礙你 你喜歡看好看的 吃好吃的 聽好聽的 你也喜歡去走那個 風花雪月的 一個遊樂場所 結果呢 你的真主人 就說才這樣 你那個信呢 就沒有辦法流露 所以是朋友講到這裡 我們就應該知道 事實上就是在 要先自信才有辦法信的 所以說 張子說 張子說 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已 君子 但已欠 小人 甘已絕 已無故 已何者 則無故已離 所以 張子講的這句話 他說到 一個君子的言行 我們知道 一個君子的標準 他是要做到 他的起心動念 都要是善的 所以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他跟人家交往 一定也是以善意交往 跟人家交往 那麼君子的交往 就好像那個水一樣 很平淡很平淡 很平淡的事情 他沒有特別的 用一種 這個 賄賂的 鮭魚的 場面的方式 來跟人家交往 所以才說君子 是叫淡若水 所以我們這句話 的重點是 點到君子 也只有君子 他是先 先對於自己的性格很了解 所以他對於人的行為 也就是 講到 這個 性 君子之家淡若水 這句話 真的是 一種很好的修養 那他相對的 他就是小人之家 甘若禮 這個甘若禮 你就是一種很純的美酒 那小人的交往 就好像 又甘甜又很純的一個美酒一樣 那這種 甘甜的這種美酒 味道很濃烈 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接觸大的人都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絕品加釀 他跟小人的這個交往 就好像 每次都用這個絕品加釀 來 招待人家一樣 那你會說 那這很好啊 這有什麼錯嗎 那麼 這個 這個 雙子 他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們在道家 在整個真果的思想上 他從來就是 來解釋儒家的 對於儒家的一些 言語 把導演另外一個層面 來解釋 並且 用另外這個層面 來教化眾生 所以他講的話 我們都要好好地來體悟 才會了解 道家 他們的這個言語模式 那他說 小人吃 膠肝肉餅 我們人跟人之間 哪有辦法每天 都吃這種 絕品的醬料呢 你口渴的時候 你會以絕品的醬料 來當作你的飲料嗎 我們平常所需要的這個水分 會用這種很甘甜的飲料 來當作我們的飲食嗎 這個是不可能 可能平常飲食之中最好的就是水 所以當我們平常的這個飲料 能夠取 能夠呢 以超越所有的飲料 那當作水分的飲料 也都是從水來 所以這個 在說明啊 平常就是道 那麼平常就在用的 當然就是一種 道的一種流程 那小人跟小人之間交往 或者是跟小人對人交往 用這種絕品加那樣 一死的打倒對方 可是呢 這個是付出代價的 因為絕品加那樣不是隨時就回去的 所以呢 他用了 他用他的代價 來貢獻給你 那他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這個就是要討論的地方 所以小人他們一定常有背後的東西 那他跟別人相往都是為了可靠意義 所以呢 所以呢 才會 好像呢 絕品加量一樣呢 這麼要用豐厚的味道 來跟人家相往 交往 所以 君子跟小人最大的差別也就是在這裡 也就是在這裡 君子平常心是道 小人呢 就是 威與奉仇是道 這個人反道而行 那他會用君子 他會用君子當以親 這個君子啊 用平常的道理 用平常的視線 用最平常的這樣的一個流落 來跟朋友交往 那這個平常的這種視線啊 就是最好的交往 就是一種最新的一種表現 那相對於小人呢 甘以絕 絕是什麼呢 絕就是崛起 斷絕 小人呢 用這個 甘美後味 來跟你 來跟你 做斷絕式的交往 那斷絕式的交往 當然就是 我只跟你做這一次的朋友 因為利益相合 所以呢 我必須奉上這個美好的佳養 或者是說 送上這個 金銀珠寶 但是下一次絕對不會這樣 下一次就要跟你賺錢 所以小人甘以絕 他說 你無故以合者 則無故以理 無緣無故合起來了 沒有什麼理由 那就跟你變成很像好的朋友 那這個人一定是無緣無故 你們就會分離 因為自不同到不合嘛 你們一時利益 利益相交的朋友 一定是呢 分離了 最最為的派送 那所以 跟朋友交往 要用君子存心 所以我們這個自信的本體 跟我們的這個五臟六腑 跟我們的這個 五官六四 來交往 也是呢君子存心 而希望呢 大家呢 大家都彼此安住自己的本位 真主人呢 控制好這個六個門 控制好這些 四肢百害 然後呢自在的運作 這個是君子 的一個性 所以小人 以利益相交 沒有所謂的字 什麼大 沒有 也談不上什麼朋友 那所以我們這裡用 左洋之交 那左洋之交的這個故事呢 也許我們有聽過 也許我們有聽過 也許沒有聽過 但是這個故事呢 相當的精彩 它跟這個管包之交 跟桃園結役 都有役曲同風之妙 那左 左洋 左邊的左 這個是左洋 洋呢是牛洋的洋 他叫楊巧安 左洋老這個人 是一個賢士 很賢冷的一個讀書人 那他呢 父母雙老 勉勵 這個奮發向學 後來呢 就會養成了祭祀之才 聽說在這個 楚國 楚元王 要詐募賢士 所以他就呢 想要去楚國 一展長才 那當時的年代呢 是戰果之起 所以這個 楚元王呢 諾人好義 騙求賢士 他想要去楚國 投奔祖國 結果呢 來到半渡了 一個山上 一個山上 這個 這個 楚國 就在一個 破屋裡面 看到有 有燈光 也就像這 這裡是有一戶人家住在這裡 那因為 半夜呢 喔 因為這個 細語紛飛啊 所以他希望能夠來借助 這一戶人家 他就去敲門請問啊 他就去敲門請問啊 竹蘭呢 是一個主身 也是讀書人 這個人就是楊小愛 那他就表明來意啊 那楊小愛當然很樂意 來歡迎這樣的人 來借助 結果兩個人呢 就敲敲 敲敲 敲敲 胸中的學問 喔 將個人的 理想志向呢 在 在那天晚上啊 啊 來互相的切磋 結果在一展之下呢 那兩人才知道說 兩人的趣味相同 而且呢 所學呢也相同 兩個人都希望呢 能夠有一展藏起來的機會 所以 關了兩個人呢 覺得說非常投緣 希望呢能夠自己 彼此啊 來接拜 所謂的 異性欽然 那所佛寶因為比較大 所以所佛寶就做哥哥 楊小愛就做弟弟 那兩個人 隔天早上 就一趕前往 楚國的方向 那我希望呢 能夠得到楚國的 楚元王的作用 結果走了 走了很多天啊 那他們也不曉得 這個 這個楚 楚國啊 到底還有多遠 那他們的能力也有限 走到大陸了 已經是這個 那個飲食絕倆 短產都花費光了 也不曉得怎麼辦 半夜呢 就住在那個古墓裡面 衣服當寶 寒風後骨 兩個人呢 這個 畏懼在一起啊 相當的欺苦的樣子 後來那天 他們呢 避在這個古墓 沒想到那一天晚上 非常的寒冷 那下雪 風雪很大 不到的下 下了那個左伯桃 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 那左伯桃的 他的身體比較長 所以呢 遇到這樣寒風 刺骨的夜晚 就在外面啊 沒有東西可以吃了 他真的是已經受不了了 沒有辦法再蹭下去了 所以他就跟羊腳來講 他說小弟啊 我想呢 這個 古墓之內 百餘裡 都沒有人家 所以我們現在 也不可能出外求救 我們的糧食也不夠了 衣服也當寶 如果說我們兩個人的糧食呢 都給一個人吃得忘 那麼你還可以 借了這個糧食 同租成為 真正的去 到達楚國 但是呢 如果我們兩個人 一起快出糧食 一起出發的話 兩個人可能都會餓死 那所以呢 我建議 我的糧食給你 你趕快 保帶了這個糧食 你趕快 前往左伯去 那這個 羊腳來 一聽這個大哥說的話 當然是無法接受 所以呢 就拒絕 拒絕左伯老的 這樣的建議 結果呢 這個風雪 越下越大 兩個人呢 就將 將身體也縮在一起 那左伯老 就會建議 養小孩啊 弟弟啊 你看 我們這樣 再說在這裡 結果都是 結果會怎樣 你也想得到 結果就是兩個人都死在這裡啊 結果就是兩個人都死在這裡啊 那我們的這個 志向 我們的理想 都要 埋在這個風雪之內的 你願意看到這種情況嗎 趁著你現在呢 還有力氣 你把你們兩個人 梁子帶著趕快出去 趕快逃離這個風雪 往左伯去 你如果說 能夠見到楚王 得到楚王的剩用 你還可以回頭來救我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這個 那這個 兩腳哀 現在一聽啊 覺得也很有道理 畢竟呢 在這裡孤等 只有死路一條 於是呢 兩腳哀 只好 拿著兩個人的 這個糧食 其實呢 也是 半季半寶 那 那趁著 哀著這個韓門啊 趕快 前往楚國去 那這個前往楚國 當然需要一些 接見的 一些禮數啊 就 更到 更到那個 當地 道夫的 這個宴請 以及 終於見到了 國王 那從遠往看到 楊腳哀的表現啊 十分的 十分的好 哦 他是可以說 讀書的人的 領患啊 就忠於他 拜偉宗戴夫 哦 四 黃金白鳥 這個 彩斷白皮啊 結果呢 這個接受國王的 風刺之後啊 他就不敢接受 距離 後 距離在國王面前啊 痛不流涕 那國王就問他 說 我是你這些 為什麼你還 痛不流涕呢 這個楊腳哀啊 才跟他講 他還有一個大哥 這個楚歌號 還躲在風雪的古墓裡面 他的學問道德文章都丟好 他因為呢 要我一個人趕快來 來求見楚王 所以他還躲在那裡 愛惡受控希望楚王能夠帶一些人跟我去鼓墓去導我的大哥救出來 這個楚王一片非常的感傷也非常的感動 就趕快 這個特寸楊小孩你可以離開觀眾帶一些士兵趕快到現場去救楚歌號 後來就去那個山中 古墓裡面找到了左伯豪 可是找到了 是左伯豪的士兵 左伯豪已經斷死在古墓裡面了 但讓左伯豪非常的傷心非常的難過 他的大哥竟然為他寧願死在這個風雪之中 那他現在得到公民富貴 他的大哥已經死了 那他這個公民富貴 對他來講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他一直在古墓之中流連不去 他就請這些士兵先回去 自己呢 要好好地扣上他的大哥 並且陪伴他的大哥 就陪伴一段時間了 那他就在當地這個古墓旁邊 做了一個很分風的墳墓 埋上了他的大哥 並且陪伴在他旁邊 那有一天啊 那有一天啊 在夜晚睡覺的時候 進來左伯豪來託夢 託夢說什麼呢 他說呢 非常感謝弟弟 給他 張光的後葬 這份行儀啊 他非常的感激 可是沒想到啊 做了這個墓地啊 旁邊有一個將軍 這個將軍呢 他就是金科 兩個墓地啊 是相通的 那金科呢 非常勇猛 他旁邊又有一些武士啊 所以常常欺負他 也就是說 左伯豪常常被金科欺負 所以 每天呢 他會嚇得 都不會咬 每天都溫暴睡 應該怎麼辦啊 那這個楊小孩隔天進來 這個感覺到這個夢想太奇怪了 結果呢 他就趕快去查 查看看 其他 旁邊有沒有 什麼夢 結果一查才知道啊 原來有金科的墓在這裡 我們知道金科是誰啊 金科就是荷荷有名的 刺殺秦王的金科啊 刺殺秦王你看 他雖然沒有成功啊 可是他一個人戴著刀 上這個秦坑 要去刺殺秦王 而且在那個宮廷裡面啊 也就一場追殺的戲嘛 這個如果不是普通人啊 那是沒有辦法做的 可見呢 這金科非常 非常沉著 而且呢 非常勇猛 那他死了 站在這裡 竟然跟左國島也是 消滅在一起啊 那這次 資訊運指問題不得了啊 那怎麼辦呢 這個 那一天的晚上啊 就是他查看之後 那一天的晚上 左國島就來了 因為向南小孩哭泣啊 說啊 金科的水桑很多啊 這些水桑啊 都是當地的人 憲管的 貢獻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這個水桑啊 都欺負他 叫他趕快離開 不得住在這裡 所以呢 他也沒有辦法 在這裡啊 安眠啊 這個 這個 楊小孩啊 一聽到他的大哥 又是這樣的故事 楊小孩也沒有辦法 不曉得怎麼辦 那時候我老是跟他講 不然你 更少人哦 多裝 裝一些假人 做一些假人 然後 低上彩音 手持刀劍 這個 反正 人在我的 目前 就當 當作是我的 這個 冤人 那 兩小孩 隔天呢 也是這麼做 就照他這麼做 結果呢 這個人呢 這一天晚上 可以說 風雨降下 好像呢 有兩軍在 對戰 這個 楊小孩啊 這個 在夢中 就突然又看到 左伯島來啊 跟他哭訴的時候啊 根本不是金哥的對手 而且金哥的手下 還有一個高劍禮啊 他 他自己的這個 屍體啊 不久就不要逐出目的啊 希望 希望楊小孩 他這個 好弟弟啊 趕快把他 遷移 他處 免得 受到 厚案 哦 這個楊小孩 一通 這個怎麼會有重事情 啊 怎麼會有重事情 太可思議了 人死了就死了 竟然還會因為墓地 而發生爭吵 但是呢 楊小孩呢 他 對於這個大哥呢 相當的敬重 也非常的懷念 他寧可到他大哥那裡 去呢 一看究竟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所以啊 他決定 去陪他大哥 怎麼去呢 當然就是 以死謝罪啊 也不是說謝罪啊 就是以死相陪 相陪 他去跟楚王 他寫一封信啊 去跟楚王告別 就是要死子啊 希望來世再做不夠 那他這個死之後啊 他就 交代 旁邊這些生前 在世的這些人啊 跟他 把楚國好 的思久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 他寧可做地下的鬼 他也要幫助楚國好 打敗 金柯這個牆壺 走 你看楊小孩呢 他要下去幫助楚國好 這個是很神奇的故事齁 這個人 他只要先禮就好了啊 他為什麼要 要死去陪伴他 去對他強敵呢 當然這裡面呢 含有一個 信朋友裡面 很強的一個意念 齁 就 就是於 對他這個結代的大哥 他是於 出自於一股 耗人正氣 保護他大哥 因為他大哥為他而死啊 他當然要好 而我為他大哥啊 那他那一天呢 這個兩腳還下仗的那一天 兩軍天 他說你大作 雷雨交加 喊殺連天啊 可以說兩軍交戰啊 病病病病 到底剛剛什麼事情啊 當地的人啊 都覺得 昨天晚上太可怕了 晚上的時候大家都不敢出來 雷雨變交加 喊殺連天啊 所以當地的人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官人庇護啊 胡桃 胡桃 就睡覺了 隔天一大早醒來啊 趕快去看 查看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啊 你看到金庫的夢啊 這個 正滅如髮啊 白骨散於夢前 金庫的夢 被 被震碎了 他的這個骨頭啊 散 散 散在他的這個 這個 墓前啊 墓 墓前啊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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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那個傷口 都被連根拔起 幾個 所以在 Cinco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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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內的ществ 曾經 痰 當中也能汙染起火,燒成一片膠地 哇,鄉裡面的人就大驚啊 這個字怎麼回事啊 然後趕快到這個楚葛桃養小孩的夢去看 哇,完好如智 趕快去拜祭這個楚葛桃跟養小孩 然後趕上報楚王 楚王聽到的這件事情 改念他們兄弟的意氣 這個董友之意 用命這個公園趕快到墓寢見廟 並且加分左揚兩個人為曹蓋夫 這個廟是為綜藝之詞 從此仰腳哀,捨命全腳的故事 留想到現在 各位,這個不是民間故事喔 這個真的是正史裡面有記載的 楊甲愛當所佛島的故事 這樣的故事真的是 他今天地氣鬼神 我們很難得聽到說有人這樣做的 那朋友呢,交到這樣性命相交的 這個真的非常難得 楊甲愛竟然是一個獨處人 那他還有辦法對抗荊柯這種強敵 我們已經不要說荊柯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們就說這件事情 荊柯要把楚國好趕走 那麼可見荊柯呢 在這件事情上 他就是扮演壞人的角色 那楊甲愛呢 他不忍 他的大哥在這裡一直受欺負 所以他寧可去幫他殺哥 那楊甲愛也是獨處人 他怎麼有力量去幫助 幫助大哥去對抗荊柯呢 因為對抗他之間高劍離 這些武士呢 我在想 當時楊甲愛 一定是憑著一股自主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呢 就是所謂的耗人正氣 這個耗人正氣呢 結果讓他 什麼都不怕 他連死兒都不怕 而且是真正的死兒 真正死到帝國去 所以他還有什麼好怕 所以我們台灣話 有一句話說 不怕死會最大 不怕死的 這個楊甲愛當時的那股正氣 已經超越生死 所以真的是信朋友信道的一個最終極的 的一個地步 所以他的一個耗人正氣 打敗金科的這些武士 這些士兵 成就了他的一個頭型 所以我們講來舍命全宵的故事啊 流傳到現在 跟桃園三血液一樣 令人熱誠不已 這個是 仁義保天地 所以我們中國裡面 中國的歷史裡面 有很多文友相交的故事啊 那種信命都不顧了 這個是故事很多 我們再說一個 張千載跟文天祥的故事 那文天祥也是 政績號人 也是呢 國務生死的這樣一個爭執 這個我們都知道 那張千載 號一個是文天祥的朋友 文天祥在顯貴的時候 他病門隱居不出 不跟他交往 因為呢 怕說呢 自己 跟這個全部交往 所以 引人側目 會讓人家 覺得說他有氣圖 所以他對文天祥 都是 隱居起來 地門不見 一直到後來文天祥 冤敗之後 被腰到集中 被聯朝的這個軍隊 押走 那張千載 都會去看他 並且對他說 文宣相 將被押送到燕京 必當水王 就是說我一定會隨你 幫你護身到燕京 那護身當然是暗中護身 於是就暗中跟文天祥的求捨 一趟來看燕京 並且在監牢附近 來照顧他 實際上關注他 就文天祥被關了三年 三年之中 他每天一死無缺 就是這個 張千載 張一二照顧他 那有一次文天祥就對他講 我可能將死 不會被處死 我絕對不投降 我此之後 請江偉的首席 藏在那櫃裡面 帶回到我們的家鄉安葬 張千載 張千載 張一二就答應他 後來文天祥被斬殺之後 張千載 張千載 就在這個 文天祥的這些部隊裡面 文天祥的士兵都長了俘虜 他就在這些俘虜之中 找到文天祥的夫人 歐陽氏 他說已經 回到了文天祥的屍海 並且已經將到火化 放在這個木櫃中 他將要背上這個 背上這個 骨灰往南方的故鄉安葬 還沒有到的時候 他的兒子 在故鄉之中 就夢見 父親對他講 我已經創意 為什麼這樣歸來 講到道之中子 眾師村 這一段新聞 師道 跟孝道 都是同樣的重要 甚至呢 師道的重要性 可能還要 比孝道還要更深 更更廣 我們要知道 老師 所能夠給我們的 就是法生會命 這個法生會命 是無窮無盡 無量無邊的 是真正 那種 無限寬廣的 自信本體 自信本體 才是我們本來的命幕 所以我們透過教育 透過師的傳承 所要達到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 面目 我們說 反回赤子 我們說子與至善 這個呢 都是師道可以給我們的 所以老師教學生 他一定 要教他們 適應他們每一個人的根據 每一個人的秉性不同 給予適當的法要 給予適當的這個途徑 那麼同地呢 只要能夠遵守 老師的教導 一步一步的來實踐 那麼一定呢 能夠 達到自己 想要追求的那個目標 那最終目標呢 當然就是回歸本來的面目 那麼所以我們世間講 有重演的學生 沒有重演的老師 這個是指世間的學問來說 那麼超世間的學問 對於超生了死 對於超反入勝 就是要得一個生命的學問 我們所要 所要跟從的 跟隨的 就是 一個民師 所以民師 的重要性 它是超越 各種角色 所以我們這裡講眾師尊 那事實上我們說的師尊 就是指民事 那這是一個 修行人 他真正的 想要 修行 他想要成為 這個 世間的典範 想要 達到尊救的目標 一定要依止一位 真正的民師 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學 要做 天人的導師 要學到呢 能夠教導 世間一切的眾生 能夠 然後呢 能夠成為他們的模範 來帶領他們 這個才是學 最重要的目的 你 行為示範 你在世間所表達出來的 所表現出來的一言一行 都是世間的 想要學習的 這個目標 所以 一個學生 帶在民事的門下 再來修行 他一定要以這樣的目標 來做為標準 所以 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他不只是要一個人獨成 他要養師尊的教法 傳承呢 這個 自古相傳的這樣的一個聖理大道 所謂自古佛佛回傳本體 實施密布本心 這個是六種佛農他所講的 法者以心傳心 皆令自悟自解 那麼老師引進門 修行在個人 老師呢 把你引導到 這個修行的這個路上 但是呢那個登高的動作 那個達到目標 指於自善 的那個動作 你必須自己去走 老師不可能幫著 揹著你走 這個呢是一個修學人 所以 最必須要清楚的 所以在我們的道場 我們有事情 要求老師 遇到境界線前 遇到因果千斬的時候 都在求老師 是 世君的窮太多太多了 那因為世君的苦 也是太多太多了 那修行人 他們有沒有 跟世君人一樣 受到各種的 業階 業階 因果的千殘 呢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那修行人也是一樣 特別是現君的修行人 那他不用披加沙 不用抵光土 也不用住身上 他就跟人群 他就跟人群 在一起 他就在這個市集裡面 偷光養晦 然後將這個老師 所傳授的這個道 好好的來付諸實踐 好好的修煉 修煉到火候成熟了 那他自然 就能夠跟老師互相感通 他的求自然而然 發自於本體 想要什麼就求到什麼 那麼這個也不是老師給他了 而是那一份自信的流露 讓他自己 有這個福報獻情 有這個能力獻情 有這個得相獻情 所以這個我們要了解 那小者回傳本體 老師跟 老師跟祖師所傳下來的這個 這個道脈 它是一條金線 它是一個天命的傳承 那麼講到這個 我們必須要清楚 我們今天所學的這個道 是不是有天命的傳承 有沒有這個心理真傳 有沒有天命的真傳 這個是我們必須現在的學人 要了解清楚 所修學的這條路 是不是做對路 所謂 所謂 獨破千金萬點 不如明思一點 那麼獨破千金萬點 這個是透過世間的教學 師間的學問 要來找到 這個 這個聖佛的這種道體 那麼獨破千金萬點 你絕對是找不到 先佛的道體 這個 這個本性本性 所以再來講 師師密附本心 師師密附本心 祖師跟祖師所傳授的 那它一定是指指人心 它一定是點出 我們本來具足 本來親信 本來不重要 能生亂法的那個自信 那麼這個自信呢 到我們現在的末代 時期 眾生的根性 我們沒有辦法 自行體悟出來 因為我們的 累劫累次的千殘掛 還太多了 我們的這個脾氣 煩惱 這個秉性呢 太過深重了 所以 如果有人說 他自己呢 看書 然後看到有所體悟 然後呢 自己稱為 自己什麼 什麼先佛來轉世 這個都是邪師所法 所以我們知道 在六祖會等裡面 六祖談經它記載 威英亡國以後 他自己自污自己的 這個都是邪魔歪道 在佛家裡面 侯毅大師曾經說 中國自南盛以後 就沒有真正的比丘 所以 真正的修行人 南盛以後就找不到 那可見呢 整個時代的趨勢 再來告訴我們這一件事情 眾生如果沒有接受民事的叫法 那我們沒有辦法 見到本來的面目 甚至呢不曉得怎麼樣踏上 這種公民的絕路 聖賢之圖 那會說 選擇民事 是修行的 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抉擇 那民事教導我們呢 他一定教我們一門深入 常識熏秀 他知道眾生的根性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會教給他適當的法門 那麼你就在這個法門呢 好好的來下功夫 好好的來修學 那麼一理通百理通 一理側百理側 當我們在某一個修行路上 已經通達了 那麼其他的道理就通達了 好這個就是一門深入 常識熏秀的作用 那麼眾生也只有透過這個一門深入 他才有辦法 在修行的路上 感覺到那一份的到位法喜 所以法喜 不是來自於外面的鼓勵 不至於來自於道場的這些活動 法喜是從刺性流露出來的 那一份 以心應心的感受 那那個感受呢 是因為 無比的樂壽 來自於這個天恩師德的那一份 那一份水乳交往的感動 那所以在民師 的面前 我們毫無能力 我們只能夠說 依照民師 的指導 民師說什麼 在他的面前 我們只能說是的 跟著民師的路好好的走 一步一驅的走 這個呢 就是現代眾生 所可以依止的修行 這個持續啊 那所以說 這個三字經有一句話他講 教不言 師之度 那教不言 這個老師的教導 不夠嚴格 他的主體重點是在這裡 那師之度呢 就是老師不負責任 老師不夠盡責 所以他沒有把學生教好 所以教不言師之度 那這個沒有把學生教好 老師的過錯 老師要負擔責任 老師要負擔贏 那這是 這是一般 凡夫俗子的老師 一般科學技術的老師 他才會這樣子 真正的民師呢 是不會這樣子 我們說師言而後道尊 師一定是相當的嚴格 當然嚴這個字 我們可以從很多不懂的念向來解讀 那麼主題呢 重點是在那個 師的那個嚴格 嚴格的這個 規定啊 嚴格的指引啊 他是為了教導學生 能夠正確地走上 覺悟解脫的路 那因為眾生呢 在六大輪迴裡面 不曉得輪迴太久了 不曉得輪迴累積累次了 那所以呢 他所累積的這些習性毛病啊 已經成了他 他的這個思量之見 那他的之見呢 他認為這樣子 他認為這樣是對的 是好的 結果呢在民師的眼中 這根本是錯誤的 這根本是錯誤的 所以思量之見呢 變成眾生最大的障礙 我們修心人最大的這個 阻難啊 就是我們的思想 所以 西方的哲學家 他講我思故我在 那這句話呢 看起來是很有道理啊 但是呢 仔細想一想 我思故我在 我因為有思想 所以我是存在的 那麼這個 這句話的現象呢 就是在誤導 誤導人們 也就是說 我怎麼可能會存在呢 我怎麼會有思想呢 如果說我們是 回到本來面目的 那一份的 這個無量無邊啊 那麼我不是沒有思想 那根本就沒有我 我是跟虛光法界融成一體的 我是不生不滅的 我是沒有起心動滅的 那連起心動滅都沒有了 怎麼可能會有我思呢 更不可能有我在吧 那所以我們曾經講過 一念不絕 唯有無明啊 那這個無明的產生啊 是在這個一念之間 那這 第一念跟第二念啊 又不一樣 那這個眾生呢 因為每一念的不一樣啊 形成了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整個生命的模式 那他都某一個 某一個現象界感應的 他就一直存留在這個現象界 這個道理呢 這個道理呢 是非常深的 但是在《華人經》裡面 佛狗為我們 講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呢 如果沒有說明思 來指引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這麼思維 這麼思 這麼細微 這麼精確的一個道理啊 這麼精確的一個道理啊 那麼一念跟一念之間 是沒有連接關係的 正是呢 每一個念頭 都是那個不覺所產生的 那麼呢 因為有太多的不覺 產生在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思想裡面 每個不覺 這個聯繫起來 就形成像一部大 一部大電影一樣 那這個電影呢 不斷地再演下去 所以 這個《華人經》它裡面講到 這個 我們說一念不覺 人的一秒鐘有多少念啊 一剎那之間 有幾兆的念頭 傳染我們的思海裡面 思想裡面 這樣 飛笑而過 所以 念念相續 那這個念 為什麼會產生呢 也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一念不覺呢 真的呢 這個就是民事要告訴我們的 因為我們本來的本體 是沒有一念不覺 現在一念不覺 是自然而然 你有這個見解現行 有這個起心悼念 所以一念不覺 是突然產生的 啊這個念念相續呢 一直這樣傳染下去 就越來 這個念頭呢 就越來越多 形成我們生命的劇本 就一直演下去 所以要回到這個一念不覺之前 的那個狀態 才是本來的真我 那這件事情呢 只有佛啊 只有民事才能夠講得清楚 所以民事教導我們 回到本來的念目 就是要 讓自己的念頭 要達到親近 要達到這個平等 要達到這個平等 要達到覺悟的狀態 要達到真誠 達到慈悲 你只有透過這些修為 才能夠讓自己慢慢達到那個覺受 所以佛陀曾經講 這個 以戒為師 以苦為師 以絕為師 那麼戒呢 當然就是透過 修行的戒律 生活的這些規範 然後呢 來約束自己 不要讓自己的 身心言行 甚至戒心正面 太過於超越 超越了這個 人的這種範圍 超越了我們這個世間的規矩 或者是做修行人的規矩 這個儒家講 要守禮 所以禮的奮祭 就是 在講 戒的道理 所以這個 同好夫子 要言為夫子 克己復禮 那麼克己 己就是自己的那一份起心動念 那規矩呢 就是回到本來的標準 這個禮呢 是聖賢 先佛 他們所要遵循的這個言行 他們會做的言行 所以恢復到那個言行 就是回歸到本來的面目 那所以克己呢 克己就是修行的功夫 通常夫子叫他要克己 克己的意思呢 出錢的解釋 就是克服自己 我們自己有太多的 這個 煩惱妄想 有太多的起心動念 所以在這個起心動念之間 我們至少要讓這個起心動念 都是 發夫與至善 當我們的起心動念 能夠達到一個 一個善的標準 那麼我們的道體 就漸漸地 呈現一種 朗然的狀態 那這樣的狀態呢 是幫助我們回歸本來面目 很重要的一個依據 所以明師 教導我們 明師的教法 學生們 這些圖文們 只有照著明師的教法來做 那才是真正的眾師尊 所以師尊 因為呢 道尊 所以師的師就尊 那師的尊貴呢 就是他可以 把道的那一份 無言無行的那種樣子 能夠做出來給我們看 能夠講出來給我們看 所以明這個徒弟啊 只有儒教修行動養 依著老師的這個教會來修行 用這樣的儒教的修行 來供養老師 來成就自己的德行 也只有讓自己的德行成就了 那麼我們今天才有辦法 講到眾師尊 不然你要怎麼眾師尊呢 這個師尊教我們的方法 我們都不做了 或者是說達不到標準了 那麼你憑什麼 說你是眾師尊的 甚至你怎麼樣去 開導別人 度化別人 所以儒單講 正己而後成仁 那如果說沒有正己的話 你要怎麼成仁呢 你沒有辦法成仁 你要怎麼樣回歸一半來面目呢 所以聖人不是獨成的 聖人一定是的 跟著眾生一起成仁 佛也不是獨成的 那所以說 對於老式的供養 就是實實在在的用修行 來 來供養老式 那麼我們今天說修行 到底什麼樣的修行 才能夠說是 如此的修行呢 老式 常常教我們 要遵守這個道之宗旨 要遵守佛歸禮節 所以我們剛才講以戒為師 那個道之宗旨跟佛歸禮節 是我們修行人 最所要遵守的這兩條 兩條道路 好像車的兩個輪子一樣 只有這兩個輪子 能夠同時運作 這台法車才有辦法 向前行 所以以戒為師 以苦為師 那苦是什麼呢 苦是 待眾生受苦 那修行人呢 自己不應該覺得苦 那修行人 你看延為居落下 一單食一條飲 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凱其樂 延為的那種苦 世間人認為是大苦 但是延為不認為是苦 回也不凱其樂 它落在其中 那那種樂呢 是一種到位達喜的樂 是真的在 如實修行 如實共享之中 來跟天心 跟師心 互相交流 所震盪出來的那份達喜團 那這樣的樂呢 這不是一般的快樂 也沒有辦法提供給人 也沒有辦法 把它分享給別人 只有自己的 每一個人從內在去尋找 從內在去發覺那一份自信的分離 你才有辦法了解到 那個大惡法喜之樂 嚴尾之樂 那所以說 這個成就自己的德行 才是真正的來供養老師 那麼我們現在還要以決定為生 不要把這個 道場的這個度人的樹木 把道場的這個大小 把重生的多少 當作是你修行的目標 當作是修行的衣櫃 這個是相當的大錯誤 因為 修行不在外 修行在內 在師尊師母那個年代 我們還有聽說過 這個半道成道 那麼因為當時的人心 是非常的善良 他們聽了這個道 就如實地修行 如實地去做 所以呢 仙佛說開旺參高 渡人半道 那他就 叫了仙佛的話 就開始去 修道半道 一心不餓 那個一心不餓 才是針對著等一等的心 他沒有把重生當成是重生 他真的把它當成是一體的 那麼一體的話 自己要回去 這些一體的當然就要回去 沒有說頭要回去 手腳還留在世間的 沒有這個道理 那所以說他們修行呢 可以很快的進入到底 所以很快的這個回歸本位 那所以我們看以前的人的 他們的成就的這個事蹟 我們看的都非常感人 非常的令人動容 那是真的是一念自成 一念自成所發出來的心 那所以呢 他們在半道修道 開放唱道的過程 他們是覺悟的狀態 不正現在半道正什麼時候半 不正此生半更大何時 那麼老師還在注釋的時候 這個天命呢還在運轉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來好好地 來修道半道 讓自己呢 進入覺悟 進入解脫 那麼老師不在了 天命不在了 你還有可能覺悟解脫嗎 這麼我們都是可小而至的 所以你看以前跟著孔老夫子的 四位十者七者賢 通通都成就了 跟著這個佛陀的十大弟子 五百頭漢 通通都成就了 跟著這個耶穌基督 這個穆罕默德 這些人都成就了 跟著祖師六祖未能 這些代代的祖師 都成就了 不論我們現在也沒有祖師呢 我們現在的這個民師 既跟佛佛遇會不少 那就是我們的天命民事 那只有依賴這個天命民事的力量 我們才有辦法 來修行走到圓滿的境界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 以覺為師 老師教我們要覺悟 覺悟什麼呢 覺悟這個世間 是一個短暫的存在 生命只是暫時的現象 這個肉體是有生老病死 會毀壞的 世間也是不可住有 種種虛幻的組合的 這樣的一個空間 我們不可以打他 當作是真的 那可是我們要怎麼跳出來 跳出來就是 遵照老師的做法 老師教我們依照道之宗旨 依照佛輝理解 我們就跟著老師的教法 這樣好好做 老師教我們一門深入 常識虛修 我們就在我們這一門裡面 好好的來研讀 好好的來 來這個悟通 這樣你才有辦法 真正的叫做 儒教修行供養 如實的 跟著老師的教法 來供養老師 這個才是最大的供養 最好的供養 佛家稱為法供養 你乾淨乾淨他講到 用自這個 所有世界 起到 這些黃金流理 用這些最貴重的 這個牌物 來供養老師 還不如一個 四巨祭的供養 四巨祭的供養 就是你能夠按照 佛家所所所講的話 然後呢 照著佛的這個畫門來做 這個就是最好的法供養 那所以呢 讓自己達到 這個 心境平等 覺悟的狀態 真誠慈悲的狀態 那用這樣的來修道道 那才是真正的重視尊 所以我能講 這個 佛光禪師 這裡的一句話 他說呢 不逢出世民事 往復大乘打藥 我說一個修行人 他沒有遇到 一個明師出世 即使他在大乘教裡面 用功修行 他也沒有辦法 來達到這個超生鳥屍 這樣多六道輪尾 那六道輪尾都差不多了 我更不用說十八戒 所以明師的重要性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明師 是真正的指引我們 可以超生鳥層的這樣的一個老師 所以為什麼說 這個獨破千千萬點 不如明師一點 因為老靈師呢 他教給我們的 他傳授給我們的 那是道 那不是教 那道跟教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道跟教最大的不同 就是道可以幫助我們超生鳥屍 教呢 能夠幫助我們成就世界的福報 那就是這樣子 那最大的差別 所以明師所傳的 也只有這個道 那麼透過各種的教法 來證入這個道 這是每個人的跟氣不一樣 所以我們大橋一門深入 一門深入也是教 但是透過這個一門深入的教 你能夠印證到道 那就對了 那所以印證這個道 是自古以來 修行的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道是那個本體 是我們跟這個天地幻路 跟整個時空宇宙 互為一體的 這樣的那個 孤孤不動的自信 那因為那個境界 太過遙遠 太過高潮了 一般的眾生呢 是很難體會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 往內參求 往內去 去尋找 老師傳授給我們 三寶心法 那麼如果說 現在的人 不曉得什麼叫三寶心法 那就非常可惜 那只有透過民視的這個三寶心法 我們不斷的去向內參求 我們才有真正印證到的一天 那時候應證到 不是靠著奇蹟顯化 不是靠著你這個獎金說法 也不是靠著你去這個渡人半島 而是靠著你那份內在的那個頓悟 只有頓悟了 只有這個了悟了 那個道體跟我原來是一體的 不到我跟道理是一體的 我跟這個十把劍也是一體的 我跟這些眾生們也是一體的 整個宇宙時光就是只有我一個人 這場大道的行程就是為了我這一個人 那別人是誰呢 別人是成就你的 別人是為了配合你的 你才是整個系的主角 所以學生只有我一個 了解到這樣子 你才知道這個自己是有這麼樣的獨一無二 那麼這個獨一無二為什麼 有這麼多這麼好的因緣要來成就我呢 因為我還在你 其他的人通通都開悟了 其他的眾生呢都是在覺悟的狀態 只有我還是你 那只有我通了我才有辦法跟這些眾生 跟這個時空宇宙合為一體 進入到他們的那個大本體裡面 那麼我就可以不生不死了 那所以呢 你看 這個 冤親在主是誰 冤親在主就是我自己 這些三者大地是誰 三者大地就是我自己 這些花草動植物是誰 就是我自己 這些都是表演給自己看的 我自己去死約生 我自己在學 那當然我們自己能夠體悟到了 原來我跟他們都是一體的 你的那一陣 這個無緣大師 就是同體大悲的那個自信很流露 你就會感受得出來 你就會流露得出來 那所以這個修行 要相當的這個深入 要相當的見性 你 破一棒無名了 正一分 一分的法征 所以道呢 道只有一家 沒有分號 沒有兩家 如果另外哪一個人還有說他另外這裡有道 那就是左道旁門 這個是德海老人話講 道只有一家 就主主相傳的這一家 所以我們認定了這個主主相傳的這個道 好好的來修正物證 了解道我們的自信 是這麼樣的獨一無二 那麼 那就是 那就是走上這個正確的道 所以他曾經講 他說曾三年次分修煉 鼎如千孔是虛煉 曾子的三情 顏蜜的四物 那個是曾修煉 鼎如千孔這些 抽坎舔儀這些 通通都是虛煉 這是悲哀老人 那麼你看 曾三言是曾子的三情 無日三情無勝 這個是真實貴婦 這個我們要知道 因為我們人 我們現在是人的樣子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巨界 那是我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樣子 那在這個之中我們曾經做過 不懂樣子的眾生 那又做過不懂的各種樣子 所以我們累積了很多的襲擊 毛病跟煩惱 還有很多的固件 那所以這次為人 可以 得到迷思 可以得到真道 你要從這個曾子 的三情 延悔的事物 來下感覆 魯家搜援 他說 末後搜援魯家館 提末跟錯是偉天 那所以 修行 修行 要開始的第一步 要爭取成能的第一步 就是從人道做起 人道就是他講 主是良的 真三言字 延悔的事物 真子的三情 這個都是很基本的功夫 每天時時要翻行過去 每天時時要告訴自己 要引你為戒的地方 所以戒甚恐懼 為什麼說如靈生冤如理過兵 因為一下子我們可能 就出了太多的錯 而這個錯是連續的 所以盤錯滿盤皆輸 這個錯是連續下的 所以妄打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的道理 是因果是相序的像 這個因 又會變成果 果又會變成因 所以它會相序的像 會造成 我們受到這個 果到現前的時候 我們會 被禁戒所轉 被禁戒所轉 我們修行的功夫可能就忘卸掉 流字掉 那他在這裏 北海老人告訴我們 末後收元儒家館 你就是從儒家好好的下功夫 那所以 後學為什麼發心 要在這個關聖帝君的經典 好好的專修專橫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關聖帝君是獨家的修行 關聖帝君自己講 關聖帝君自己講 吾氏染春秋又關孔夢 所以關聖帝君是以春秋孔夢 為學學的對象 那他所講的經典當然也是 這個獨家的思想 所以你看這個關聖帝君的經典 都非常的淺白 都非常的淺耀 淺白淺耀的道理 是呼應這個末法時代的創生 那關聖帝君現在組長的 這個中天欲往大地 三天的一個主宅 那他要教化眾生 以他為代表 那當他教化眾生當然 知道眾生的根起 所以呢 他就傳下最簡要最淺顯的這個道理 給現在的眾生 你跟我們現在的人 都沒有耐心 當你叫他再去學這個大經大論 我們講到這個大藏經 佛教的 都不畏乎這些大經大論 金剛經 六祖丹經 楞岩經 馬華經 華人經 現在的眾生 你叫他再去學這個 來考慮政務 這個是太難的 太難太難 講到儒家的 也不畏乎四書五經 十三經 那這些大經大論呢 現在有哪些人 可以呢 安分手起的 來一步一腳印的來學 八卦修行人自己 都很難找到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才知道 先佛的慈肥 先佛的用心 關聖丹君 幫助這個名師 來度化這些眾生 他用什麼八卦 用這個最淺顯的方法 所以他教的這經典 如理如黨 氣力氣機 氣力呢 就是現在的眾生 他所需要的道理 不需要場邊大論 最好是那個 心得環小的 最好就一句話就好了 那種的 那八卦第一經典 就符合這個需求 那氣機呢 就是興奮眾生的根氣 他的需要 現在整個大環境的氣氛 他所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講到氣理氣機 這個氣機的部分 也是現在的眾生 最想要聽 最喜歡聽 最能夠接受的道理 所以 先佛慈悲啊 是相當的用心啊 講到這個氣理氣機啊 當然就是現在眾生 最服務而最需要的 所以如果說 只是氣理而不氣機的話 那麼變成了 這個空談 這個 玄演之論 學者專家之論 對眾生呢 沒有幫助 因為他們聽不下去 你沒有說 你講的很有道理 可是我做不到 可是呢 我聽不下去 那你講的這些道理 那你講的這些道理 也 也沒有辦法引起共鳴 這個講的跟美講之一樣 那如果氣機不氣理呢 氣機不氣理啊 這個是 這個 現在眾生的現象 眾生喜歡呢 這個草草丹啊 喜歡這個 這個一窩風 這是氣機啊 所以呢 現在演唱會最多人 有什麼活動的 這個最多人 講這個笑話 看這個影片 這個最多人 但是呢 如果都是沉迷在這裡 眾生根本不懂得 什麼叫做聖人的教法 所以呢 佛所講 氣機不氣理啊 這是魔說 所以你看演唱會 你看這些 這個大活動 對於教化眾生的意義啊 完全是沒有 甚至呢 讓眾生更加墮落 所以官聖基君他氣機的道理呢 他就是 支持人心 他就是呢 簡明二耀 就告訴你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裡面呢 有理論 有辦法 還有表演給你看 沒有一個經典是這樣子的 很難得啊 佛心裡面只有華元晶 還有這樣子啊 那 官聖基君裡面 討厭於正經 他 有理論 有商法 還有外在表演 表演之後呢 他這個正道給你看 你跟著他表演你就正道了 那麼 爵士正經呢 他講因果 講這些善惡的道理 簡明二耀 讓大家呢 有所警惡 這個是官聖帝君 的一個教法 也是現代儒家 最最殊勝的教法 所以他講 幕後儒家 幕後收眼儒家館 題目認錯是偉天 題目不要認錯 這是重點 修行的題目如果認錯了 那就是下一次輪迴了 你修的只是人天福道 那人天福道好不好呢 人天福道事實上來講 並不是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得到這種福道之後 你會迷惡 你會迷惘 你會更加墮落 那更加墮落 你就不了解 你以前 用心 用功的地方 那些功夫 他們都忘掉了 又都認錯題目 題目是什麼 題目就是儒家授緣 儒家在講什麼 儒家在講中校協議 講孝親孫師 只有講這個 才是符合現在眾生的根器 那現在眾生呢 最需要的也是這個 現在呢 社會太緩了 這個世界亂 那這個亂呢 比 古時候以來 這個戰爭的亂 還要亂 為什麼還要亂呢 因為呢 古時候的戰爭呢 都還有一段時期 那賓拉馬亂呢 這段時期過了就是太平天年了 那現在亂呢是 每一個人都亂 社區亂 人心亂 我們出門生活啊 都是身處在這個尾亂之中啊 可是我們說隔壁出現一個壞人 我們不曉得 我們的街道上藏了一個恐怖分子 隨時呢 要來這個 傷害我們 甚至連在家裡 這個炸彩的電話 廣告的電話也是騷擾不斷 很多人就這樣被騙了 即使家人跟家人之間 也是會互相傷害 為了利益呢 大家呢 彼此互相攻擊 所以恐怖分子在哪裡啊 都不是在國外啊 也不是外男的種族啊 恐怖分子就在我們的旁邊啊 那麼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生活的氛圍啊 我們怎麼能夠不提心吊膽 我們怎麼能夠不小心謹慎 那麼化解這些恐怖危機 的一個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要先正直 你要先客氣負離 只有自己做好了 自己證物了 自己修整了 你才有能力去改變這一切的環境 你才有能力去改變這一切的環境 自己成佛了 才有能力去轉變這個世界 的總聖 跟著你成佛 所以 魯家他講 天不遠 地不遠 那麼天地的大德 他時時刻刻的來教化眾生 來化育眾生 但是眾生呢 不曉得這個道理 大戰日常生活 可是呢 眾生日用而不知 所以呢 天不遠地不遠 要透過聖人來講 那聖人是誰 聖人就是明師 那明師交往我們 他也有肉體的限制 他也有時空的限制 所以不得不遠 他透過這些弟子 來傳道來傳訪 所以我們是明師的代表 我們是小計畫 我們要把這種 明師的教法 把它弘揚到大街小下去 那所以呢 天不遠地不遠 要透過聖人 透過聖人之土 來教化 那我們是聖人之土 我們是 自認為呢 有使命 要來教化這些眾生 所以呢 我們自己呢 要把自己修好 老師給我們的標準 是最起碼我們要說到君子 魯家中的君子 他才是一個教化眾生的一個基礎 光光達到這個善人 還不夠 可是我們在這個社會上 聽到善人是很多 聽到被稱為君子的卻很少 不要再說在社會上 不要再說在社會上 在道場上 我們聽到這個人被稱為君子的 被形容是君子的 這個就非常少 所以 我們頓要戒慎恐懼 要好好修行 讓自己覺悟 好好的儒教修行動養 用清淨心 用平等心 覺悟的心 真誠慈悲的心 來 布施 布施 財事 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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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畏事 來頓兩些眾生 讓這些眾生 得到民事的教法 讓他們跟自己一樣 覺悟到這種 民事的客規 民事的不可思議 所以 題目不能認錯 認錯題目 往用功夫 所以為什麼不愛老人 他講 頂如牽谷是虛眼 抽喊天理 萬用功夫 這個大家 不是在講頂如牽鼎嗎 不是當運周天嗎 練 練 練氣 還虛嗎 他說這個就是錯用功夫 自從 有一個 有一個人 他寫這個 參謊器 博養 博養寫這個 參謊器 就開始有這些 頂如牽鼎 練 練 練器還虛 等等的這些功夫 發出來 那麼他說 這個博養 有沒有人給他拜 現在有沒有給他立廟 沒有一個人給他立廟 沒有一個人給他拜 所以 這個 要看清楚 在休閒度上 只有政治正見 只有 正命正法 只有 這個 民事的一旨 才是我們 歸尋的 這個重點 那民事所教的 也是 教我們 從人道做起 人道做起 把這個 這個 人心啊 扶正了 社會就正了 把這個三綱武裝 導正了 這個恐怖分子 好像沒有了 整個世界呢 也就和平了 所以我們講這些 抄紀錄裡的事情呢 我們講這些 抄出這個事件的事情呢 我們講這些 對葬身而言呢 實在講 非常的遙遠 佛家的 佛家的 更是說 就不管是件事了 直接呢 往生西 往起了世界 這個世界 沒有什麼好留戀 這個是 進口中的說法 但是呢 這個世間呢 這麼樣讓 大家都去西方 極樂世界 這個世界 要怎麼樣 來把它導正呢 只有真正 真正的修行人 我不入地獄 才一入地獄的 這樣的修行人 那這樣的修行人 就是儒家的修行人 儒家管制事件的事情 好好的把人事件的事情做好 你就成佛做主了 這個就是老師教給我們 我們只要好好的 好好的遵照老師的做法 我們也是 盛行的品味 至於以後的事情 以後的事情 以後的人管 我們不管 我們不要管太多 為老先人教我們 一人辦一段 我們把我們這一段辦好 其他的事情 自然有 以後的這個人 會來處理 這個就是 我們講到鄭師尊 我要強調的這些理念 今天時間到了 就講到這裡 謝謝 講到道之尊子 眾師尊 老前人 他曾經講 天命名師 不可思議 要多參悟 這句話 可以讓我們清楚地了解 這個不可思議 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 那麼我們人 最不可思議的 就是那個心性的變化 心呢 無打作夢 那性呢 又叛起不到 那所以呢 這個不可思議 只有天命名師 才能夠了解 那麼天命名師呢 才有辦法 讓我們呢 這個 回頭過來 所謂回頭事案 才讓我們從 迷霧的夢中 清醒過來 從這個 染曹的事件裡面 跳脫出來 這件事情啊 只有天命名師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做到 那一般的師父啊 是沒有辦法了解的 那所以我們 上一次講 要這個認對題目 題目認錯 那就是 空歡喜場 也就是說在人世間啊 跟著大家這樣熱熱鬧鬧 拿著香到處亂拜啊 結果呢 在拜什麼不曉得 道場的合適 道場的活動 辦的一大堆 在拜什麼 也不曉得 所以台語講 兩兄對白 那兩兄對白 沒有意義 沒有方向 那跟不清楚呢 什麼叫心性 那所以 天命名師 他告訴我們 如何了生死 如何出三界 這件事情呢 是何等的重要 而記得佛當時 在法華經 它裡面講 諸佛菩薩 視線在人間 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呢 要 開示誤入 眾生啊 這個進入佛的 之間裡面 讓眾生呢 了解到佛的 這個想法 佛的認知 還有呢 佛指引的方向 生死大事了 所以大事因緣啊 就是 在講這件事情 那所以天命名師 不可思議 也是在告訴我們 這件事情 所以說 修道辦道 要視察自己 老前人 特別告訴我們 一貫大道的聖貴 正在聖命 那麼我們今天修行 能夠依止在 天命名師的門下 來修行 這是何等的 尊貴 何等的榮幸 那麼 我們要了解 天命名師 天命是什麼 在我們紀國和佛 85年的訓文裡面 他有講到 這個一代名師好當嗎 現在所成為名師啊那麼多 你們分辨得清楚嗎 何謂名師 那麼他其中 他就特別 點到天命這一點 所謂名師啊 就是 要生當祖祖相傳之天命 那麼這個天命啊 是 祖師 傳給祖師的 所以 所以佛佛回傳本體 師師密復本心啊 祖師跟祖師之間呢 一定是互相印證 互相了解 那麼上一代祖師的 這個秘義 那心法是什麼 這一代的人 清楚了 就接續祖師的命 繼續傳承 所以祖師啊 是代代傳承 那麼向上追溯的 那個極根源的 因為 不可思議 因為無法言說 所以呢 先佛用一個勞母 來作為代表 那麼這個祖祖相傳的 這個祕法 這個紫色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這個下功夫的地方 也就是名師教導我們 得以這個了生死 出三界的一個方法 那麼他這裡有講到 名師的定義 名師是什麼 要怎樣才可以具備名師呢 他第一個他講 名師要能夠明心見性 明心見性呢 如掌中物 寥寥分明 所以他 比喻明心見性這件事情 就好像 你拿一個 水果 在掌中 看得這樣 聊很清楚 他這一點呢 是 大烈的說 要細說 可以說無量無盡 細說 明心見性的 那種清楚的程度 也不是人的知見 所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只能夠透過 這個經典的 傳授 先佛的這個教導 然後自己修行的印證 來瞭解 這個 明心見性 大概是什麼樣子 所以 四江毛利弗 他在開悟的時候 他所講的第一句話 說 眾生 皆有如來 智慧和相 只因妄想執著 而不能正德 所以這個 四江毛利弗就看得很清楚 他已經了解到這個 這個佛 回傳本體的那個本體 也就是說 眾生呢 都有跟他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 如來本性 那這個本性呢 這個本性呢 跟佛是一樣的 不生不滅 不變不一眼 不生不死 不變不一眼 那因為這個境界呢 必須透過修行人 他自己去體證 所以這個四江毛利弗 他把這種現象講出來 讓我們自己去體悟 那麼人 眾生呢 為什麼沒有辦法 清楚了解 佛的知見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妄想執著 而不能夠正德 你看單單這個妄想 就是無你的根本 那眾生為什麼會有妄想呢 所以我們上次講到 一念不絕 所以就產生妄想 那這樣的妄想 這個堅持不斷 然後德又這個分別不斷 所以造成我們現在 智慧 德能 想好 空空 沒有辦法去除 像佛這樣 這麼樣圓滿 這麼樣親近 這麼樣這個 神通變望 這麼樣相好具足 這樣的一個 一個體證 眾生通通迷媚掉了 那所以明知來告訴我們 只有明心欠幸 才有辦法 回到像佛這樣子 回到我們的本來面目 那所以在我們中國 六十五 會等大師 他的開悟 可以說跟佛完全一樣 放下了知見 放下了妄想執著 然後他開悟的時候 所講的話 也跟佛 一模一樣 何其自信 本自親近 本自具足 本不動搖 何其自信呢 能生亂法 這樣的一個見解 那可以說已經是了然清楚了 所以當時武祖 忍合相 半夜叫他拿著衣服趕快走 真正懂得的人 只有這個人 所以能者得知 一般的徒弟 就好像我們剛才講的 雅悠對白 跟著熱鬧 不曉得這個儲傳的秘密 那只有六祖慧能一個人證悟到 那所以明心見慶如掌中悟 那我要知道 佛跟送真是一體 是沒有分別的 那那個一體的 那個一體的這樣的一個感受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覺受呢 所以我們上次也有講到 整個眾生就是只有我含有成佛 整個這個宇宙的現象 都是為了我一個人而視線 如果我們清楚這樣的一個理念 這樣的一個認知 我們就已經開始走向局務之路了 所以我是唯一的眾生 我最缺乏 我最不足 我需要謙卑的來學習 像這個花草樹木學習 像這個所有的一切動物萬物學習 像一切的眾生學習 因為他們都是視線頭的樣子來教導我 當我呢 能夠回歸到本體 我會跟他們同一體 那所以宇宙現象是一種虛幻的現象 是我們的妄想 分別執著所所造成的 那妄想分別執著呢 讓我們一直執迷在六道裡面 沒有辦法 了解到我們能跟那一份親近自在的本體 這個是相當可惜 那麼走來到世間 唯一做的事情 也就是讓我們清楚 他不惜呢 進入我們的這個世界 然後跟我們一起做夢 從夢中呢 把我們叫醒 所以你看到成肉身 他不惜用肉身的形象 來換搞眾生的 進入佛的世界 你了解到這個心性 是這麼樣的 這一件深奧的道理 你看信 信是有種不道的本體 心呢 是那個能是能變的 的知見的意識 那這種意識呢 在佛家裡面 又把它分成八種意識 阿賴女士 莫那士 那這些都是 佛 為了告訴我們 他所用的這個名像 但是呢 我們要了解 這些意識的變化 都是虛幻的 都是幻滅的 這種幻滅的現象呢 我們把它當作是實在的 所以呢 我們到現在呢 都認為說 我們所接觸的一切 那個境界的現象 都是實在的 那所以會有起心正念 會有這些 煩惱讓散的出現 那你真正的能夠放下了 放下了 就跟佛 剩人一樣 所以這個放下 這個是 剩身最難做到的 你放下一根 你就剩了一根 就能夠破一根五米 就能夠正一根法生 所以學道 是功夫看在你放下的多少 不是看在你度人多少 不是看在你這個廟堂有多大 或者是你活動伴侶有多多 這些都是表象的 真正的這個 民心見性 是放下萬壞的這些 五億六成的執著 放下這些貪稱賜愛的 這樣的一個知見 那只有放下才可以 進入到聖人 菩薩佛 這樣的一個知見 那一步一步走向 民心見進 的道府 那所以 民是要叫我們 從這個日常生活修 從人世間的這個 這些倫理道德來修 因為講太玄遠 眾生 沒有辦法做到 也做不來 所以呢 一下子就講這個 頓悟的他們 一下子就講那種 很玄妙的境界 這個是虛幻不常 這個是呢 眾生沒有辦法 這個體極道的事情 因為他們的智慧呢 沒有辦法了解 只能夠憑想像 所以民事將我們 一步一腳印 昨天講的 這個 曾三年事 才是真正的斷念 從三省事物裡面下功夫 那才是真實的絕獸 那所以現在的眾生呢 因為 頑固執著 煩惱妄想 煩惱妄想 所以 剛搶的眾生啊 非常的難以度望 包括我們自己 我們都覺得很難度望 那所以修行功夫要提 放下 我們了解清楚了 我們就要趕快去放下 趕快的 去捨得 只有呢 從放下捨得裡面呢 我們才慢慢清楚 自己的本來面目 是這麼樣的圓滿 自己的自在神通 是這麼樣的具足 那自己的佛性 這麼樣的親近平等 所以他這一點 講明師 他就是能夠明心見性 了了分明 那今天我們 會有這樣的一個 煩惱之間 包括現在的相 處在這個人之間 那原因是為什麼 到底我從哪裡來 那我要到哪裡去呢 我中間的目標又是什麼 這個呢 寥寥分明的明示要告訴我們 要指引我們 要了解 生命的起源 宇宙的起源 我們必須 來看 他這裡解釋的第二點 他說的明師 明師對於實法界 要能彈打無外 明師對於實法界 來去自如 那麼實法界 我們知道 在佛經裡面 對於這個現象 解釋得非常的清楚 六道之外 還有所謂的四聖法界 那六道呢 是一種 生死的輪迴 那麼如果能夠 超出六道輪迴的 就歸入四聖法界 那我們知道六道 天道 人道 阿修羅道 出生道 惡鬼道 地獄道 這個是六道 那麼眾生呢 大部分 都在這個六道輪迴 在這個輪迴裡面 通常呢 只有越輪越長 我們說輪迴不可能 你輪到後來就輪到天堂去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越輪越差 所以呢 三惡道 很容易進去 三善道呢 要保持一定的戒御 跟一定的善行 三惡道 這個三土 你看阿修羅道 是屬於三善道 但是阿修羅道裡面呢 他也有極大的這個鬥爭 動高我慢 我們所謂的 某的境界 那天道比較好 天道呢 都是守 五戒十善 的這樣一個戰勝 他也有辦法勝天道 天道裡面最後的天 飛翔飛翔出天 能夠有八萬大鐵的生命 那一個大鐵呢 是一個 一個 一個太陽系的存住外空 那你看我們這個太陽系 生存 運行 然後呢 這個有生命 然後不斷的輪轉 一直到它毀壞 我們說 這個 好幾十一年 你看太陽系 在天文學家裡面 它就有五十一年的生命 那所以說 一個大鐵 人要經過這個一個大鐵 要經過幾次的輪迴 那這個飛翔飛翔飛翔出天的天人 就經過了八萬次這種太陽系的乘住懷空 你看那個生命有多少 但是呢 佛佛講 天人的生命 結束了之後 它還是要 繼續融迴 所以 這個 生到這個最高天的飛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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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天的天人 它受益盡中之後 就開始墮落 就一定是 落到山頭去 如果他們沒有繼續 再行善 再羞恥的話 那麼肯定是 墮到最 最底段了 所謂阿比地獄 因為他們的福道都想盡了 他們有這麼大的福道 可以享用這麼久 結果不知道修福 不知道行善 不知道這個界定位的功夫 結果呢 就墮落到阿比地獄 這個是天人 那人道 就是守著五戒 守著五戒 殺到淫忘酒 這個是做人基本的戒律 能夠做好這個基本的戒律 那可以轉世為人 可是人又分很多種 有所謂的富貴的人 有所謂的平常人 有下賤的人 老人壞人 健康的不健康的 在人世間 有太多太多人的主要 那都是依照他累絕的修行 累絕的行善的功夫 那只要在人法界 他還是在六道裡面 那麽我們看 那麽我們看那個畜生道 畜生道 就是魚吃 所以魚吃長回重生 那我們看 這電視所報的 國家地理頻道 Discovery頻道 這些 常常在報導大自然的景觀 動物的亂象 那我們看到這動物 互相吞來春去 互相 鬥爭 互相殘殺 在他們的意識裡面 這個是自然的行為 這個是沒有所謂的好壞的分別 可是在我們人看起來 會覺得說這個行為是非常的殘忍 不人道 那他因為就是畜生 他沒有覺知到這樣的智慧 所以呢 這個眾生淪落到畜生之後 要再脫離這個畜生的肉身 是非常困難的 你看獅子 在殺頭癢的時候 在捕獵 水牛 或者是斑馬 這些弱小的動物的時候 他們 有一點點慈悲心 那麼 慈悲心 在他們身上是看不到的 那他們如果有生慈悲心自己就要餓死 那如果說他真的因為慈悲心而餓死 他就可以脫離出生道 但是動物呢 他沒有聽見文法的能力 他沒有反思疾過的能力 所以動物呢 非常難脫身就是這樣 那人道如果不豪羞 動物到畜生道裡面 那就非常的悲慎 所以這個畜生道叫穴土 因為他們的壽命 都要漸血 因為他們的壽命 終了都要漸血 很少看到動物自然死亡 那當然就是 惡鬼道 惡鬼道 就是貪心 貪婪的心 貪婪的心 墮入惡鬼道 所以惡鬼的形象呢 就是永遠都吃不懂 所以才叫惡鬼 那麼一般呢 我們人之後 我們所謂變成鬼神 變成這個靈魂 這個都是 屬於惡鬼道 我們在世間 在電視上所看到的 這些靈魂的感應 或者是顯化的現象 其實都叫惡鬼道 那惡鬼道呢 因為貪婪的心 所以轉生到惡鬼道 所以惡鬼道是刀土 它總是害怕 會被別人所殺 會受刀的這個土路 那在這個惡鬼裡面啊 也有可能 是我們的主線 它一直在惡鬼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冤親在主 那它因為需要 需要功德 所以它會干擾人世間的生活 你不尊敬它呢 它會來干擾你 它會來障礙你 你跟它有各種 這種 現在 現情的關係 它會來干擾你 那它自己呢 需要修到非常難 要拼經文法 非常難 好不容易有一點點的善心呢 好 不久就因為 這個它的肉身啊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滿足 沒有辦法吃飽 所以呢 它會為這個 吃死的事情 而在 煩惱 每天所煩惱的都是呢 吃不飽的問題 那它的欲求呢 也不滿 想要的東西呢 永遠都打不到 永遠都想要追求 這個是惡鬼 那地獄的眾生呢 地獄的眾生完全是受苦 也就是說如果說 眾生呢 造了太多的冤孽 惡業 它必須在地獄裡面呢 受各種刑罰 當刑罰受滿了 它才有辦法脫離地獄道 那我說也是 這個 地獄啊 是承認心 所造成的 我們說 嫉妒 怨恨的心 所以一個人 在這方面 如果帶過強烈 那種大復興帶過強烈 它會墮入地獄道 那要在地獄道裡面受苦 非常的苦 很難翻身 要受到這個 它的刑罰 在佛天的記載 那都不曉得 要算多少錢 這樣的結束呢 人沒有辦法想像 那所以三土的眾生 很苦很苦 那眾生如果不曉得 這個修道 行善的話 過路到三大道 想要翻車的機會 就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是呢 我們剛才講的 都還是在六道裡面 六道裡面呢 是生死不斷的 這個輪迴不止的 只有呢 真正的修界定位的人 真正的民心見性的人 他才有機會跳出這個六道輪迴 誰可以跳出呢 就是四聖法界 神文法界 神文就是阿羅漢 阿羅漢有所謂的四個國 修陀環 阿羅漢 阿羅漢 斯陀環 阿羅漢 只要正道出國以上 那麼他就可以跳出六道輪迴 世間的所謂的聖者 所以能夠跳出六道輪迴 這已經是很不容易的功夫 在世間人來講 這是一個戒律很深 定功很深的人 他才有辦法這樣 所以阿羅漢已經到達 世聖法界的最初階的階段 那所以 人世間呢 要看阿羅漢 事實上不容易看到 我們講 一個君子都不容易看到了 何況說呢 我們要看到聖人賢人 那麼在辱家的君子 就是佛家的阿羅漢 這個是生文法界 那生文法界呢 他是修十二英元法 從這個十二英元裡面呢 他了解到苦空無常的道理 所以努力修這個界定的功夫 都可以跳出六道輪迴 那本場法界呢 還有一個叫援絕法界 援絕法界呢 就是屁斯佛 又高於阿羅漢 那他呢 可以不用經過民事的教導 然後呢 他自己呢 自修自重 自修自重呢 這個 了解到苦空無常的道理 一種很深的 一個修行人 再來我們更說 菩薩法界 菩薩法界就是 修 六度心 這個是我們道場常常講的 六度波羅蜜 菩薩法界 菩薩法界 菩薩的一個果位 他的定功 有可能比不上阿羅漢 但是呢 他的智慧 肯定超過身文 圓絕 這個就是小聖跟大聖最大的區別 那麼小聖呢 就是獨居 就是治療案 他的自修自物 自己政府 他不管這個眾生的現象 世間的疾苦 但是小聖的修行人啊 他有沒有度化眾生呢 他還是度化眾生 只要眾生有疑 眾生需要他 眾生來要求他 他就會去幫助眾生 那如果說 眾生沒有要求他 沒有來請他 他就不會幫助眾生 所以這個是要小聖 那菩薩不一樣呢 菩薩呢 他可以做眾生的不起之有 來幫助眾生 看到你受苦了 他主動來幫助你 看到你什麼需求 菩薩主動來幫助你 所以要修六度心 不思慈戒 忍辱 精進禪定 智慧 或者說真佛樂 這個是菩薩法界 那所以說 我們道場一進來 我們就被灌輸的這種菩薩法界 這樣一個修學的目標 我們就是要去度人 成全人 要發這個精進心 要有這個故事的心 忍辱心 然後呢 你要透過佛規禮節 你要有這個 這個禪定的功夫 透過這種親近的修行 然後呢 正德人 覺悟的智慧 所以我們走的是 大盛的修行路線 那因為呢 在道場 我強調度人 一直到現在的現象 當老前人被控制後 還是 以這個目標為主 渡人半道為主 所以呢 造成現在道場有一種現象 以渡人來看這個 你這個修行的進境 你修他的成果 或者是看這個 這個 這個 廟裡面的 的這些道卿 到底有沒有很多 來看這個道場有沒有很新生 那這個跟菩薩法界 已經相差甚遠 那菩薩法界呢 他是 秉著一股 慈悲救世的心 那他鼎的這個心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個 覺悟的修行人 他用這個代表明師 來這個施法 來不得 所以呢 他要把道德落實在人間 他要把這個佛的教化 推動到道人世間 那所以如果說 專注在這個 這個渡人辦活動 結果呢 你渡的人都沒有成全 你辦的活動呢 也沒有 其他大眾的 菩提心呢 那麼 在做的這些事情 都成了一種 福報的修為 沒有辦法 內政道功格上去 那我們知道 只有功格才帶得走 福報是帶不走的 福報就是世間人的 世間的享受 世間的滿足 但是呢 決定我們是否被超生了死的 只有功德 所以六祖堂經裡面他講到 此事福不能救 吳祖大師告訴他的祖宗 此事福不能救 此事是什麼事呢 要求生死出三界 要跳脫這個輪迴的這個 全職這件事情 所謂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福報沒有辦法幫助你這件事情 那麼那個獨重呢 如果孩子著重在修復 獨重是呢 內在的德性的養成 那內在德性的養成呢 要透過戒律 要透過一種禪定的功夫 你才能夠生他那個智慧 你沒有智慧你怎麼樣度外相生呢 你自己都不清楚了 你怎麼樣替私不得呢 沒有辦法 你講的都是表面的自己 那些花花草草 沒有辦法深入到核心 深入到根本 那麼請不有偽名思 傳授你這個 一直操生的大砲嗎 你都在辦這些表面的功夫 結果呢 心性的功夫呢 通通沒有用到 通通沒有落實 那所以現象 現在的現象呢 有一點這個不重視內生 只重視外網 但是外網如果沒有內生的功夫 來做支撐 這個外網的事業 很快就會枯萎了 就好像插在花亭裡面的花一樣 那是沒有根本 那個花呢 早晚都要枯萎掉 擦得好看啊 沒有多久就要枯萎了 那麼這個擦著好看的 上面 在這些表面上做功夫 結果呢 核心一點都沒有用到 核心一點都沒有用到 那麼你修道又是為了什麼呢 我們說不要只看熱鬧 不要只跟著 搞這些萬在的事項 要真正的落實到這個內在的道德 要把這個道 朗線出來 要回歸自然的這樣的一個依歸 那麼我們人 自然的依歸 就是倫理道德 就是三綱五常五倫八德 那麼回歸自然的生活 就是回歸到這個倫理道德的生活 我們如果說 連這種回歸自然的這種生活都沒有辦法做到 你怎麼可以說是修行呢 更不用說要去孤外生生了 這是這個死法界中 跟菩薩法界 那菩薩法界呢 再更高一層就是佛法界 那但是在佛教的所法 這個佛法界 它還不是最高的法界 因為死法界裡面的佛法界 它是屬於別教的佛 應該說是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那麼放教的佛跟通教的佛 在這個 大成的這種 尊法裡面 它還是 這個出租以上的菩薩而已 所以這個佛呢 還不是圓滿的佛 那麼什麼是圓滿的佛 只有 只有 跳多此法界 那才可思 可以說 迴歸到佛的本來面目 這個一針法界 這個一針法界 那一針法界 所說的這個境界 就有一點像我們 道場所說的裡邊的境界 那所以 在我們了解之後 我們發覺到說 在古訊裡面記載的 穿先衣 這個穿先鞋 蹭輕人 花財分 這個不是一針法界 這個還是在 這個 淨土的境界裡面 那當然淨土也有分 等級之分 只有 回歸到長期光土 那才可以稱為 禮天的境界 那這個禮天的境界 對於眾生的根性來講 因為 太過懸遠 太過高超了 以眾生的根性 他沒有辦法 一下子 修行 然後呢 就直超高 長期光土 禮天的境界 所以呢 必須呢 透過了 這個劍赤的修行 所以我們在 道場裡面 先訪告說 我們 我們是回到 彌勒婆的境界 回到彌勒內院 當我們呢 回到彌勒內院之後呢 我們是一個 不對轉的境界 這個不對轉的境界 可以呢 可以呢 跟著彌勒婆 再來 停車亂叫 再來呢 這個 補度收遠 所以當我們下一次 能夠呢 修到不對轉的境界 跟著彌勒婆一起來 補度收遠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那個階段呢 好好的在 這個 德性上下功夫 心性上下功夫 這個才能夠 衛正到 這個 長期功夫 佛的境界 我們說禮天的境界 那所以那個時候 收遠 是要收自己的遠 不是去收別人的遠 那佛不是獨成了 所以呢 要成就 大家一起成就 這個呢 才是一種 佛的一個本懷 那所以 那所以 他說呢 民司對於司法界 是通打無礙的 對於這些司法界的現象呢 都認識得很清楚 他才能夠 帶領我們 出理司法界 然後 回歸道義聖法界 所以民司呢 要達到這樣的境界 所以 如果說 他對於這些 這些境界 沒有辦法了解 沒有這些 自在 神通 沒有這些 智慧德能的話 他沒有辦法帶領我們 離開司法界 再來他講 一位民司啊 要人不欣向天堂 不厭惡地獄 不因建福福薩而心生安息 不厭惡地獄政 民司是沒有 好壞善惡的 一個佛 他的心呢 是平等的 所以我們 這個世間講 世間話 彥女在講 這個正子為神啊 平等做佛 只有拿到那個平等的心啊 他才能夠見到本來面目 他能夠內建造這個圓滿的自信 所以呢 他不會 有所謂的天堂地獄之處 你看地獄我們不知道 要度化地獄的眾生 可是他看到的地獄呢 根本沒有看到地獄 因為呢 他所看的地獄不是地獄 而是一個進步 他要把那裡的眾生呢 度化成 本來的面目 所以呢 這個民司呢 對於眾生呢 他是沒有 善惡相 沒有好壞相 都沒有所謂的 這個 神通顯化 也沒有 度過了的眾生 所謂民司是完全的 沒有對待沒有分別 沒有對待沒有分別 就是 一生打氣的現象 有分配有對待 甚至有之所 有這個妄想 這個都是後天 後天的這個心意之處造成 心性是沒有 平等心是沒有 分成心也是沒有 所以民司的心呢 是達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他說呢 民司要能夠長陰長近 覺醒圓滿 一切呢 圓通無外 那所以民司 他對於事件的道理 他不會依 依著事件的境界 環境的變化 而產生變化 他這呢 不變得很遠 他的心呢 如如不動 可是呢 他怎麼講 面對於 面對於這個 面對於這個 世間的萬惡亂相 他隨遠於這些眾生的 要求 他跟著這個境界環境在變化 但是呢 他的內心独独不動 可是呢 他怎麼講 怎麼說 都是對的 講太了也是對的 講錯了也是對的 說不好的話 說不夠惡言相向的話 也是對的 因為呢 他已經 像孔達夫子說的 從心所欲不一絕 他覺醒圓滿 他已經絕症解脫智慧 所以呢 他行錯的事情 講出來的話 他知道 這些言語造作 都是善的 都是圓滿的 都是圓滿的 他為了教貨重生呢 他的視線 那一個像 所以 我們看到 官聖帝君 常常有人會 問候選 你覺得 這個人怎麼樣 問這句話 候選就知道 他對於官聖帝君 有所不滿 對於他三國的那一段 並不了解 官聖帝君呢 為什麼會釋憲 三國的 一些 這個 人世間 沒有辦法理解的那一面 譬如說 他這個 高傲 譬如說 他殺人 甚至呢 他沒有吃素 這些人 是眾生沒有辦法了解 但是呢 細舊 這個常陰常見 覺醒圓滿的道理 我們知道 官聖帝君 他本來就位正成佛了 那他所以呢 來到三國 他演那一幕 他是為了 要教化 那個時候的眾生 所以呢 釋憲將軍像 將這個 佛菩薩的 聖帝 的道理 做出來給大家看 那他殺人 殺人是表演給你們看 他不知處 不知處也做表演給你們看 那他在當時那個環境 他必須這麼做 他釋憲那個將軍的像 他就是要這麼做 那麼常常就有人問說 那這個不知處到底要怎麼講 哪有一個佛菩薩不知處的人 其實我們想想看 施迦牟尼佛有沒有吃處 施迦牟尼佛也沒有吃處 董老夫子也沒有吃處 現在 現在在強調吃處的 在台灣的佛教有在強調吃素 台灣的修行人有在強調吃素 世間的宗教沒有強調吃素 那你說釋迦摩尼佛為什麼沒有吃素呢? 釋迦摩尼佛他知道吃素的道理 但是也知道吃素的環境 這個沒有辦法吃素的環境 那些眾生要不要渡化 要不要成就他們 也是要成就他們 所以他有這個鋼變說 他有這個神元說 有堪元說 你看他如果去脫鍋 他脫鍋的對象如果沒有吃素呢 他拿一塊排骨給他吃 請問釋迦摩尼佛吃不吃啊? 釋迦摩尼佛還是這樣吃啊 他不可能把他丟掉了 這個是眾生公盡的心來供養他 他還是隨便要把他的排骨吃掉 所以釋迦摩尼佛他雖然有說吃素 但是他沒有實在 因為他要方便眾生 他也想算進入 依照環境的不同 而眾生有所甘願 這個是方便的說法 那所以我們知道 釋迦是何情何理的 那民司是主司 他要做的事情也是何情何理的 那所以說官政帝君他沒有吃素 那他沒有吃素呢 他又可以成為先佛 成為一代聖人 那所以我們這裡就要覺知到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能夠了解到自己已經為正成佛 為正成聖人了 那麼你就可以隨便自在 殺生也沒有過錯 吃肉也沒有過錯 你殺生吃肉 你為正成佛 你所殺的 你所吃的這些聖人 跟著你一起成就 為什麼 因為你要多餓他們 你沒有多餓他們 你怎麼可以成佛 你跟他們還有這個因果關係 你怎麼可能可以回天呢 不可能嘛 那所以官政帝君為什麼可以回天做佛 那是因為他的確信圓滿 這裡講 長一長進 為了硬 所以他不得我們視線這樣 那進呢 長進是因為他的內心本來就是這麼樣的慈悲 這麼樣平等 這麼樣真正 所以他的圓通無安 周遍一切法界 那所以說官政帝君他早就是佛的這個化身來 他早有為正成佛 那他是我留下來這些視線這些教法 就是要教導眾生 你只要好好的做人 好好的把這些倫理道德 把它落實在生活上 那麼你就可以回過本位 好 探原廟是已入上陣之般 所以他講那句 這個為人忠孝感天地 啟哉 慈哉佛顯靈 這個是真功實善 專門在那裡講這個詞災 講這個顯化 我們哪有辦法掌揚 這個忠孝仁愛 這些三高五人八德沒有做到 每天都在講這個慈悲 講那個顯化的故事 這有什麼用 所以在修行路上 盡量不要讓自己有顯化 你看你 你會出了什麼事情 先佛菩薩來感應你 來拯救你 那你如果世間知道 會出那樣的事情 你願意讓他出現嗎 你也是不願意 你寧可不要先佛菩薩來大救你 你也不要出那個事情 如果想要這樣 直接顯化 只是一時幫助人 修道的信心而已 那不是修道的現象 那只是一點點藥 這點藥呢 提振人的元氣 提振人的信心 那不是藏道 所以佛菩薩絕情圓滿的道理 他用了各種不同的打藥 適應眾生的必定 來對證施藥 所以說我們自己要了解 這個明吃的藥 不一定適合每個眾生 那他現在 你跟佛講八萬四千塔門 那麼你到底 修來個法門好了 門門都好 門門都是無上道 那但是呢 這種現象呢 在現代的世間 又顯得太過 又坤塑迷離了 你說門門都好 門門都是無上道 那我還是不知道 到底什麼樣 法門對我最好 所以 明吃告訴我們 你就不要選 什麼法門 儒家收遠就對了 你認清追的目標 那就對了 你看 儒家收遠 儒家在所有的宗教裡面 是沒有人 有意義的 你說這個 下孫父母 難道你基督教不下孫父母嗎 你這個回教的不要下孫父母嗎 尊師宗道 難道你信其他宗教就可以 不用尊師宗道嗎 甚至說你不是宗教徒 你難道不需要講宗道嗎 你不需要講信義嗎 這個人都是說不通的 所以 儒家是天下的準則 天下的只要是做人的準則 那就是儒家的道理 那所以 那所以 現在講 這個 儒家收遠 真的是 對日末是 末法的正聖 最有的良藥 現在 現在 你去 趕經 拜餐 你去參加法會 你去朝三會禮 這些 各宗各派的 這些修行方法 五花八門 都很熱鬧 你趕上去了 你趕上去了 趕上去了 好像自己有在修行 結果呢 內在的功夫一點都沒有下 那名師告訴我們 內在的功夫 就是 倫理道德 就是三綱五常五輪標準 你把這個做好 你認去這個目標 好去做 好一大功夫 這樣就歸了 這個就是名師的教法 所以你看 名師啊 他是 應食應運的 他的一個這個現代的時代的需要 而出現 那他的一個時代重生的這個 這個必定 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法門 告訴我們 那這個法門 最輕鬆 最簡便 最直接 所以 辱家深遠 認清目標 好這個就是 師尊 名師 他教導我們 我們跟著做好那就對了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講到 眾師尊 我們說 人人宏道 非道宏人 所以修道 要認理是修 而不是認人來修 也不是以感情而修 要以理智而修 所以 民師一再強調 一再提醒我們 要讓大家 在於這個末後的修行 不至於師去當相 修道 不是跟著天倫師 也不是跟隱保師修 而是呢 要認理實修 那這是 佛科老師 跟我們講過的話 那所以 認理實修啊 這是一個修道人 最為重要的一個境界 那什麼叫你呢 那什麼叫你呢 誰有依 本心本性 而流露的 那個才是真的 也就是說 我們的本性 是純然至上 是純然至上 依照這個純然至上 來修行的 那這樣呢 才叫做認理 我們人 生活在天地之中 那麼忍的理是什麼 忍的理就是 信理 道降在人的身上 依信理的方式 讓人生活在這個自然之中 那麼人的自然的這個法則 就是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所以人如果 能夠 在這個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之中 好好的來修行 好好的來實踐 那就是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 沒有不得到養生之道的 所以這個叫 認理實修的真意 那麼講到眾師尊 師尊他 一般所要強調我們的 也是這個 那所以這理實修 就是 讓我們尊師尊道 那因為道真 所以呢 師尊尊 透過民事 告訴我們這樣的道理 讓我們可以 開發我們的本性 瞭解到我們那個圓滿具足的 光影決定 這個是民事 他將是在人世間 最重要的目的 我們上次講到 濟公國國 濟公老師 他在民國85年 新店先德國黨 所開示的這套 這個廟訓 裡面是講到 一般民事的標準是什麼 那我們講的四點 接下來還有兩點 他說呢 民事讓我們無緣大職 同體大悲 度化終身 悲怨無窮 那麼無緣大職 就是 同體大悲 這是一個普渣 以上的修行人 通通要具備的一個耳目 那麼對於眾生 無緣大職 同體大悲 這是一個抉擇 的一個認知 那麼為什麼說無緣大職呢 因為呢 不需要投見 不需要因緣 不需要想求任何的關係 你對於一個眾生 你都會衝起這樣的一個大死心 這樣的一個悲捨心 那頭體大悲呢 實際上就是清楚 我跟眾生就是一體的 這是無緣大職 同體大悲的爭議 那麼了解到這樣的一個道理 是非常非常的深奧 在佛家只有菩薩以上 這個阿羅漢以上 這樣的一個初次見的聖人 能夠了解到這種道理 但是呢 阿羅漢了解了 他卻不一定做得出來 那只有菩薩了解了 他也做得到 所以 所以菩薩 才是我們現在 一段道的修行人 他所要效法的目標 所要學習的對象 那老師呢 他常常要求我們 我們呢 在人世間 在這個世間法裡面 至少要做到一名君子 我們說 菩薩 他的位階 就好像 儒家的賢人一樣 那聖人就是果物 那因為這個儒家是在世間的 所以呢 他在世間的這個最低的 的這種標準 是希望我們做到君子 君子是等同阿羅漢的標準 那阿羅漢是出世間聖人的最低位階 那所以我們的心境 起碼要達到這樣子 那是阿羅漢跟君子 最怕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君子 他也要 負起教化聖聖的責任 因為他是出世間的 阿羅漢可以不用出世間 那所以呢 一個君子 他常常要去補天地的不足 雖然他所作所為 沒有辦法聖聖的這麼圓滿 但是呢 至少 他的起心動念 是散的 常常呢 以天地之心 而發出 以這種 這個民視的這樣的一個公民覺知 來 這個 跟眾生一起生活 那所以 無言大直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就是一個 佛菩薩的境界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個 我跟所有的一切戰爭 那種一體的那種 角色 所謂生命共同體 沒有任何分別 對愛與妄想 那所以說 我們今天 有什麼困難 來求佛菩薩當碼 佛菩薩是沒有附帶任何條件 要來幫助我們 我們 我們總是在求 佛菩薩總是在應我 那為什麼有的人求 沒有得到佛菩薩的感應呢 這個要很清楚 並不是佛菩薩不慈悲 沒有來感應我 而是呢 自己有障礙 自己的障礙 把佛菩薩的這個印 把佛菩薩的這個印 把它阻隔掉 那所以 自己的障礙是什麼 就是 累劫累世的 這些脾氣 毛病 煩惱 暴想 那所以迷思呢 他一直是 很想要 拉伐徒弟 一直希望呢 徒弟有所長進 徒弟呢 有所覺悟 可是徒我們呢 沒有辦法體悟到迷思的心 所以一錯再錯 不斷的再墮落 只有三步一時 回到道場 感受一下這個道場的氣氛 接受一下先佛的這種法位之論 他才可以偶爾提起一下這種 公平的覺知 然後呢 又繼續的修行 繼續的奮鬥 可是沒有多久 又開始多了 又開始 就是煩惱妄想 這個是眾生 面對這樣的眾生 佛菩薩 民師 不厭其反 不斷地視線 不斷地用各種方法 要來救助這些眾生 所以他這裡講 民師要能無緣大慈 仇底大悲的度阿眾生 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是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什麼叫沒有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本來就是 先佛的心 本來就是民師的怨 所以救助中生 沒有再問為什麼 他是我生命共同體的一個部分 如果說他壞掉了 我自己也好會癢 所以右手幫助左手 抓一抓抓癢 安撫一下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謝 那不必感謝的道理呢 是因為本來就一體了 沒有什麼好感謝 那腳受傷了 手去跟腳安撫一下 希望腳趕快好 手不會希望腳趕快壞掉 如果腳壞掉了 手也好不到哪裡去了 身體呢 某一個部位壞掉了 那整個身體呢 也就不舒服了 生病甚至倒下了 這個是一體的道理 那這個道理呢 因為非常的深入 所以 所有用心修行的人 他才可以了解 當一個地方 對這些眾生 發生災難的時候 那個災難 是我身體裡面的一個物證 發生的病變 那這個病變呢 如果不趕快把它處理好 整個身體就會 就會病倒 那所以說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每天所在報導的 這些災難 這些 種種的這些事故 它不是跟我們沒有關係 它跟我們有個相互依存的關係 所以我要想辦法 去幫助他們 去救助他們 去提醒他們 那是因為 要知道整個宇宙是一體 那整個宇宙是一體 所以某一個地方呢 發生災變 那麼這個一體的裡面呢 所以 必須要把這個病治好 那治好的方法 就是透過我們的心境 我們的平整心 我們的真誠心 慈悲心 要愛苦他 就恨苦他 只有一天呢 把他的這個 這個悲憤之氣 這個症狀呢 把它消除掉 不是靠外來的物質救濟 也不是靠心情 感受到這樣的一個大乘 無緣大乘 這種同體大悲的這樣的一個心量 你才知道說 為什麼明思是我們現在人生的一個 依靠 沒有明思我們哪有可能有這種證物呢 我們哪有可能有這些體認呢 所以 社會上 看到種種 很殘忍的事情發生 很不捨的事情發生 那個呢 都是 我們這個整個社會裡面 一體的這個生命裡面 發生的病變 那我身為一個修道人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應該趕快趕回 趕快趕快 趕快的修功德來回上給他們 需求呢 我的這一份親近封城的慈悲 它那個波動 可以呢 化解他們的那個 那一份怨氣 那一份這個不安啊 所以你看 在有一本說 叫做曠野的聲音 那就是一個外國人 到澳洲 去訪問 看到澳洲當地的土著文 他們所生活的一些過程 所寫的一本心得 讓我們可以說 大灘眼界 那其實大灘眼界的這些自修道理 在我們的古宋先寫裡面 留下來的資料非常多 只是呢 我們不曉得去應用它 那譬如說他們那些堵住 那他們呢可以在 這個荒山以外 在這個荒漠這種森林當中 他可以在油 可以在那裡過火 像雨天的 他可以不穿衣服 就在雨中這樣 這樣讓他淋了 他也不會生病 那他說呢 我們這個文明的人 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所以他 他把我們這個文明人 事實上 人的自尊文明人 到底誰比較文明 其實也很難認知 他有看我們這些都市的人 稱之為變種人 他們自己稱為真人 你看真人 不是我們道教所說的 這些神仙嗎 那他們這些 這個真人 可以在這個荒蕭以外 也不穿衣服 也不用住房子 可以這樣生活 連三天的雨 也不會感冒不會生病 我們都市的人 現代人做不到 那所以人的體質 絕對沒有他們那麼好 生命力的那種強韌度 也絕對比不上他們 那他們 那他們一個作者 剛好採訪到 一個土著 從這個山海 掉下來 就腿折斷 腿折斷 他就趕快 把他送到巫師案 拿巫師的治療方法 用安保的 他就把這個 用他的手 在他的這個 骨折的地方 那個骨頭 都這樣突出來了 突破這個皮膚 已經露出來了 他就用安保的方法 不大的祈禱 不大的在念咒語 安保 叫他的這個 內部的細胞 趕快回過本位 安保大概 一兩天 這個突出來了 這個骨頭 竟然自己自動收回去 而且這個受傷的傷口 還阻斷了癒合 也沒有吃藥 也沒有敷什麼藥 就這樣好了 一個禮拜之後 他已經能夠走能夠跳 你看這個 在我們來講 這個叫特異功能 對他們來講 家常變犯 哪有什麼特異功能 特異功能也是本來我們就有的 我們今天吃掉了 所以就把它稱為特異功能 那事實上 當我們能夠回歸本位的時候 這就是自在神通的能力 我們哪一樣不具足能 那他們的這個生死 也看得很看 他們聽說 有一種生命的這個開關 他可以隨時回去 回去到天堂 那他如果說這個 世間沒有需要他 他就把他的生命開關關起來 那他就回天了 你看這個生死自在 澳洲的苦術 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 那對於我們來講 這個已經是修行 到一種非常高的成就才有辦法這樣 那他們不是人 他們呢 吸收平常 這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那他們的生活呢 每天都要感恩 每天都要跳舞 每天都要祈禱 這個是他們生活中的儀式 這種祈禱 這個 這個唱歌跳舞 這個是他們在跟天 溝通的這種時段 要所以修行 要達到像他們這樣的一個 親近的 真誠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心態 這個是我們 現代的人 要以你為戒的地方 他們也沒有說他修行 他們也沒有在修行 他們只是在過日常生活的生活 所以可見呢 日常的生活就是他們的修行 那這個跟儒家講的不是完全一樣嗎 儒家告訴我們 生活之中就是修行 修行就在生活之中 我們把張綱武藏五輪八德 這個人輪的規範做好 這個做人的本分做好 這個就是在修行 日本人也能夠回歸到這樣的自然生活 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有到像外線的能力呢 哪一天我們也這個生死自在的 我們也可以瀟灑的離開啊 當這個社會不需要我的 我就回天去幫助老師 這個不是很好嗎 所以明師他這裡講到 這個無言大慈口體大悲啊 杜化眾生悲怨如窮 杜化眾生悲怨如窮 那可見呢 一個明師啊他來到人世間 那他媽這個點醒這些眾生之後 他還要不斷地去點醒 知道了沒有眾生讓他點醒 事實上在明師的心中來講 也沒有所謂的眾生 因為每一個都是佛 只是他暫時迷惑住了 迷惘了 那在暫時呢 是個苦苦的 所有的明師要去把他點醒 要去把他救度出來 悲怨如窮 無窮無盡 無窮無盡 是因為重生的反倒 無窮無盡 只要還有一絲反倒 又會障礙重生 這個得度的機緣 所以有明師呢要去 用各種法要 用各種這個 身相 要去度化他 這是明師的條件 那還有這個最初來點就是 明師呢要擔當主所相反的天命 這個先前我們就講過了 那所謂的明師 那一定是他有身負天命 他才能夠自身明師啊 否則只是一種先佛的教話 就不是明師 這個呢 這個從我們的典籍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你在釋迦牟尼佛再次的時候 我同時也是有一尊佛映化在仁次間啊 哪一尊呢 我們都知道 維摩戒 維摩戒最尊佛 它是視現 一個在家人的身相 但是呢 這個佛陀的弟子啊 去拜維摩戒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禮拜佛陀的禮節啊 來拜這個維摩戒 所以可見呢 維摩戒也是當時的佛 那維摩戒她為什麼沒有像佛佛一樣呢 來承傳這些道法 因為維摩戒她不是明師 所以明師還附在一個這個組織的傳承 天命的任務 那這個天命呢 因為不是人的智慧可以測量 所以這個是先佛的事情 這個是老母的事情 沒有辦法測量 所以老千人常跟我們講 我們就放好我們眼前這一段 我們做好現前的事情就好 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說 那所以 北海老人 他有曾經講過這句話 他說重道有 墨灘小 墨灘戒小道 信重物 墨灘戒團 南討解冤 各位修道人 不要攀怨那種小道 那些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呢 那些是虛花假景 不要不好看所迷入住人 他說信重物 墨灘戒團 南討解冤 你這個心理道理 這個道理 你雖然 錯誤了 可是呢 沒有推秘迷思的傳送 你還是難道解冤 沒有推秘迷思 但是 將眾生的 那個心理心 那個 打開的 那個 拋棺 還是沒有 沒有鑰匙來打開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摸得到 這種困難 所以 所以 歸秘迷思 它是 相對的這些所有的仙佛來講 是無理的重要 對於眾生來講 更是 無上的尊貴 沒有歸秘迷思 眾生要得度 真的是 難如正天 救助人 再多了無人情 你沒有辦法 來感受這個 這個結束 所以它說命未傳 性命難過 結緣 你的性命呢 要超分了死 要回歸到本來的面目 要這個 達到 長期王子 那種 精神狀態 那種 沒有物質沒有精神的狀態 那種 這個佛的本來面目 這個 這個 才是民事要來講到的主要目的 所以 這幾點 是基督老師 發出多明的民事的重要 那麼 他講到這裡 我們可以分析到 基督老師他所說的這個民事的討件 那他不是在講 講他自己 他也不是在講某一位仙佛 他講的實實在在就是在講我們自己 如果說我們是替老師 替師尊師母 要來度得要來傳道的話 我們自己有沒有達到這些智慧德能 你有沒有迷思的那一份慈悲 有沒有迷思的那一份願意 有沒有迷思的那一種智慧 還有他的德能 神功智善 他的向好 有沒有 那麼你如果沒有 雖然 雖然 你還是在肚化重生 可是呢 你所成就的 張公子是小局限的 甚至你人自己都成就不了 那麼如果一誤就全部都誤 所以呢 這個真的是第一次傳道 衛師不得的人 他是一誤是全部誤著 他要有這個具體而為的 這樣的一個德行 雖然沒有像季功那樣的圓滿 但是呢 我們也要有小季功的模範 所以這裡 剛剛講的民視的條件 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自己要開發 內在的本性 內在的那一份智慧 以及德能 這樣你才有辦法 聲張聽命 來土度山草 我們幫助自尊師們 來土度收遠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呢 所以他這些條件 是在講我們自己 民視都要把這些責任 通通歸給民視 這個網要認清楚 所以講到這裡 我們知道 對於尊師總道 有一個重要性 民視對我們 這麼樣的 這個不可思議的 的影響 還有那份慈悲的偉大 那這麼樣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是怎麼樣 如何 來依止到他的門下 好好的 來到達他呢 他這裡講到 尊師總道是修行的群體 一個修行人 主要的條件 就是尊師總道 那我們說到 修行 是為了 這個了生死 出山蟹 是為了這個 幫助自尊師們 補渡人世界 而是修行 除了 除了 你要有 在家的 這樣的一個 道德典範之外 你還要有 出世間的 這樣的一個 智慧可能 所以講到出世間的修行 我們要講到 師道 那師道 師道 是幫助我們 脫離六道輪迴的 一個主要的因素 那對於師道 如果不尊重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 他能夠叫修行人 對尊師 狀告成為修行 所要的因素 所以一個修行人 如果他沒有辦法 做到尊師狀告 那麼他本來 本來有的這些 神通自在 這些能力 他今天會漸漸撕掉 譬如說他本來是 心到親 然後 修行到一個境界 有一些 有一些能力 結果呢 就放高 生出我慢性 不再認為明師的重要 你認為自己是最重要 自己就是明師 那這樣的修行人 他就自覺根本 他的這些智慧格能 甚至像好 就會慢慢改變 他的命運也會慢慢改變 那他呢 拯救人要自覺於 這個覺悟之路 一定會退傳 那麼如果說 剛剛學到的人 就不知道尊師狀告 那一定呢 沒有辦法 跟討入事 沒有辦法看起到那個到底 所以可見呢 尊師狀告 最近這個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個 根本的修行人 根本的修行人 好像我們說 這個水塔裡面 沒有水進來了 你光有這個水塔在那裡 水塔的水又來了 就沒有了 你用的水塔 是很厲害的 無久無近的 基本上你把 接收的水塔給斷絕了 這個就是斷絕於天安師的 這個途徑 結果呢 你那個能源耗絕了 自己 也就墮熱了 什麼都沒有 再來就是說 尊師重道 是一體兩面 尊師的人一定重道 那重道的人一定尊師 那師呢 是道的代表 所以呢 人能修道 就是要尊師 好好的修 就是好 就是實實在在的敬 所以真正的要報答詩恩 就是好好的修行 我們之前講的 儒教修行道 成就自己的德性 只有讓自己的德性成就 才是真正的報答詩恩 所以老前年他這裡講 尊師所以為道 無醜乃平醜之人 生與莫是 聖遇民之 得文之道 其可不尊乎 所以尊師就是為了道 這個道呢 就是我們自己的自信 所以尊師呢 就是為了開發我們自己的自信 只有自愛才能夠愛人 自利才能夠利人 所以呢 我們自己對於我們的自信 靜坐他 關愛他 我們以後所有能力去關愛別人 去照顧別人 所以他這句話尊師會為道 事實上尊師真的不是對面那個事 不是技工那個形象 而是我們內在的性格 而是我們內在的性格 內在那一份性格 只有自尊自重 那個道德這樣一個 可思議的這種行為 哪有辦法 讓人家感受得到 所以老前年大呼籲我們 生與這個末世 我們這些平俗之人 憑什麼可以得到 那憑什麼可以違憑 如果沒有名詞的話 沒有這個道道的話 我們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都不尊敬 所以修起 從根本修 這個根本 是我們內在那一份智慧團 從內在去挖掘 了解到我們那個圓滿 什麼樣的不可限量的做 根本都是一體的那一份本性 這個就是 尊師重道的道理 那尊師重道就是感恩 感恩 這是無所不盡的 感恩 是無所不盡的 趨禮約和不盡 我們因為發掘以內在的精神 所以我們感恩 在生活之中 因為得到各種的資料 所以我們感恩 在生命的過程裡面 我們因為得到太多的助言 我們才有今天的人 所以我們感恩 時時時在在 時時刻刻 時時面面 我們都沒有感恩 所以毀到你的人 污蔑你的人 障礙你的人 都是要成就 人自己的資料 這些人我們都沒有感恩 那一份感恩 那一份感恩 是只有 打了我們的那一份 反哪讓想 我們那個文明 把它轉過來 一日今天把它轉過來 我們才有辦法 無實地感受到那一份恩 恩的偉大 恩的強要 那個天恩師的所加持在自己身上的 不可限量 人類更慈悲 所以生活在感恩之中 這件事情 我們大廠 口頭上大家都在講 要把它落實在生活上 只有透過 我們如此的修行 把每一個人 當成自我的恩師 來感恩打鼓 那所以 在佛教的華文經 他裡面提到 提到 這個師道裡面 最高的修行 就是無師道 那怎麼又無師道呢 為什麼會沒有老師呢 無師道 他的一個內涵 就是告訴我們 對於任何事物 任何人 通通要感恩 他都是我的老師 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這個就是無師道 所以老師不是技工那個形象 這個我們已經強調了 很清楚了 要 也讓大家很清楚 這個觀念 老師不是那個技工的形象 老師是我們內在的那份性的 那麼老師也沒有這樣道傳給我們 道是我們本來具足的 我們本來就圓滿了 那麼本來具足本來就圓滿了 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求道呢 所以可見呢 技工老師 他所給我們的 只是一條路 一條回飛之路 讓我們了解到 我們本來的那一份性在圓滿 那所以既然老師不是那個技工的形象 那麼老師呢 有可能是存在 這個 所有的事物當中 這好像從此他所講的 當在哪裡 當在這個 烏瓦之上 當在泥土之上 當在這個 糞便之上 小便之上 當無所不在 那麼民師無所不在 那麽民師呢 是教 教導我們該悟的 所有的人呢 對於這些 無不盡 隨時都在感恩 那因為隨時感恩 所以我們隨時要不斷的去 回饋 不斷的去幫助他 幫助各種事物 所以自利利人 那也只有 真正的看到自己內在的那一份 圓滿的本性 你才有辦法真的是做到自利利人 你利益自己 成就公免的本性 利益眾生成就公免的本性 你自己都沒有辦法成就人 你怎麼樣去利益眾生呢 所以這個是尊師重道 然後 這個師道裡面最極致的一種修法 無師道 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細微的這種 經歷 我們可以去參考環遠鏡的這個講述 我們點到這裡讓大家來有一個人認知 尊師重道的這個重要性 那所以你說尊師重道是修行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一個修行人 他在修行的路上 到底 有沒有算成功呢 當一個修行人概念病的時候 人家對他的評價 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總是風說風有語 國說國有語 可是呢 歷程是有定論 但是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必須告訴各位前線 這個呢 只是一般世間的人 對於 這個人 人 所做的這個評價跟論道 也就是說這個是世間的說法 那在真理修行的層面 對於這樣的說法 我們是很難接受的 我們是很難接受的 什麼叫公說公惡禮 佛說婆惡禮 歷程自由公斷 一個修行人 如果沒有讓自己證悟 沒有讓自己解脫的話 那麼 他就是 沒有辦法對正聖交代 也就是說他的修行是沒有成功的 因為他根本自己不曉得要去哪裡 對於生死這件事情 毫無所知 而認為死後的這種奇蹟顯化 所謂生軟如眠 當不堅持下不苦臭 這個是對世間人 一般的修行人來講 如果我們是等到這個時候才能印證這個大道的中貴 那麼我們神遣求這個道貫 你們是不是 在死之前 然後就 就來給他就好 就來決斷就好 這個是 這個常理來想是應該這樣 那麼你會說 你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為止 但是呢 一個修行人 就是要修到 什麼時候知道自己要回去 要怎麼回去 就是要修到這樣 如果你再不能夠修到生死製造的話 那麼你不是對不起天恩嗎 對不起失德嗎 你枉廢了這個大道 有這種道貴啊 那所以修起了成功於佛 關在於自己的政務跟解脫 那自己的政務跟解脫呢 是在世間就要成就 而不是死後成就 凡是死後成就的 這個呢 都還不能夠算是 他正面的解脫成就 死後被奉為神 被奉為大先 這個實在是 世間人的標準來講 這個是靠不住的 靠不住的道理也是因為我們生前都沒有看到 生前靠不住他到底修得多好 做得多好 結果呢 死後做大先 所以老師說 活活是再次就要放了 再次就要成活活 而不是死後才更人要成活活 老師生前 人家就算他活活 他自己就清楚了 自己在幹什麼 那他自己要怎麼回去 了然清楚 你跟六組會呢 要走了 跟大家交到清清楚楚 叫他的徒弟也不要學士兼人 披馬帶孝 在那裡偷偷鬧鬧 都沒有需要 為什麼 他知道我要去哪裡